欢迎收听有声小说《谋杀官员》系列,本书由市厅书院制作,第二部《画宫女王的逆袭》下 我们从来没到过你们家,什么叫不要难为你们了? 房子砸过了,人也打过了,三天两头来一次,领导我求你们,给条活路吧 说着又要跪拜,王格东忙用力把他扶回椅子里 甘家宁案子不是早结了吗?罪犯就他一个,你们全家不知情,我们早调查过来 谁来砸你家房子,打人呢? 江家李家,三天两头的来人,连我四岁的孙子都要打 甘家宁案子过后,江萍和李刚家属多次找过你们家麻烦 婆婆哭着点头,王格东转头看向林杰 这事你知道吗? 不知道,从来没有听下面的人说过啊 王格东转而安慰着婆婆,过了一会儿,总算停歇下来了 哎,真的很对不起啊,江家李家来找你们麻烦,我们县公安局一直以来都不知道 如果早知道的话,我一定替你们家主持公道 江家李家来找麻烦时,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报了,派出所不管,警察就在旁边看着他们打我孙子 哼,还有这种事?派出所是范长根管的吧? 啊,县城这块都归范长根 估计是派出所跟江家李家都交好,这件事不太好管 哼,什么叫不太好管,根本就是范长根这王八蛋故意的 闹事的畜生闹一次抓一次,那些狗屁家属还敢来找麻烦 他们那些家属都是有关系的体制内的人 放屁,体制内的人又怎么了?范长根要他们管不了 怎么不报到县局里来?我他们把他们一个个全抓了 林杰在一旁默不作声 他深知老大脾气很大,骨子里是个难得的好警察 他跟刑警队一帮人虽然也是些老油条 但对王格东的人品是发自真心的赔福 实在王格东这性格很容易得罪人 所以前几年被从其他县调过来管金县的行政 王格东这些年办案硕果累累,却迟迟不能谨声 也正因为他上面没人 他行政业务金属,从今以来两次得到公安部的表彰 包括省里的领导,对他的业务能力都是认可的 但领导认为他补闪人员管理 所以一直都是安排他负责行政的具体业务工作 若不是他业务能力突出 而且为人正直,没把柄 并且还有一批县为兄弟县市警戒领导的老同学支持 说不定早就被人搞下来了 王格东气归气,但他根本没能力处置反常根这东西 他深呼吸几口,平复一下后 他心中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李刚一家被杀,很有可能凶手是出于报复李刚亲属上门欺辱何家的 因为李刚跟何剑生一案半点瓜葛都没有 只不过因为李刚监管阵里的治安 所以何剑生出事后的协调工作由他来主持 这才被甘家宁也一同炸死了 凶手只要稍微跟人打听了解一番 就知道李刚对于甘家宁之死完全无关 但凶手依旧残忍杀害李刚一家 凭凶手处处谨慎细心的作风 他在作案前一定是经过多方面打听了解的 必然知道其中的关联 唯一的解释只有 李刚家属找何家麻烦时被凶手看到了 汪格东恍然大悟 心中一个疑团被解开了 同时他在心里也叹了口气 他能想象出以李刚亲属的作风 他们来欺辱何家时会用哪些恶毒的手段 刚好 这一切都被凶手禁收眼底 你可以说姚素月和李启明远 因为若不是甘家宁炸死了李刚 李家也不会上门欺辱何家 你也可以说他们俩死得不远 砸房子打人 连四岁小孩子都不放过 而且据何建生母亲的说法 他们是三天两头来 可见这样的发泄性抱负做得实在太过分 凶手为了甘家宁 残忍杀死王立琴和江小斌 又岂会放过你们姚素月和李启明啊 王格东心头有了更多的线索和想法 看来今天何家这趟没白来 继续问下去应该会得到更多的线索 很对不起啊 他们来你家闹事心里不知情 我跟你打爆票 以后绝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婆婆大为感激 情绪也逐渐平复下来 现在我要跟你了解点其他情况 你要如实答复我 好吧 这个江家和李家来闹过几回 婆婆撩起袖子 露出多块鱼般的手臂 不知道多少回了 你看我 我一个老太婆被他们打成这样 我孙子也被他们打 你们看看外面墙壁 到处都是被砸的呀 王格东看了看她的手臂 相信身体其他地方也有同样的伤 气脑得冥冥嘴 你仔细回忆一下 他们两家来闹过几回 大概 大概十多次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家宁出事后 过了几天 他们就一起来了 他们隔几天来一次 一开始 三天两头来闹一次 后来隔一两个星期来一次 只要他们路过 就会来闹一回 王格东心里思索着 闹事次数太多 恐怕没法查凶手 到底是什么时候得知 江家李家欺辱 甘家宁姨子的 只能换个方向问 每次江家李家过来闹事 都是些什么人来的 都是他们的亲属 我知道是他们的亲属 你回忆一下 都是江平李刚的什么人过来 江平的老婆和儿子 还有江平和他老婆的兄弟姐妹 李刚老婆儿子 和他们兄弟姐妹家 陆卫国呢 他的亲属没来过吗 陆主任是个好人呢 外面的人都说 嘉宁把陆主任炸死了 不应该啊 我们对不起陆家呀 陆卫国亲属 没来找过你家麻烦 从来没有 我听人说 陆主任家里也同情我们 怪命不好 哦 我知道了 江家跟李家的人 谁打的你和你孙子 他们都动过手 王格东皱皱眉 跟着上了年纪的妇女 问安晴实在是麻烦 对方根本揪不住 问话的重点 但自己也不能怪罪他 只好继续耐着性子 那谁动手最多 下手最重 江平和李刚的老婆儿子 还有江平老婆的兄弟 王格东抿嘴点点头 他心里 有了更多的想法 你恨干家宁 做了那件事吗 婆婆盯着王格东的眼睛 半上疲倦的腰头 唉 我不恨 我也不怪他 他跟了我们家建生 也是拖累他了 他是个好媳妇 他与何建生是怎么走到一块的 是有没人介绍 还是怎么认识的 好像是网上认识的 后来建生追他 最后结婚的 你们家和甘家宁家里的亲戚 有没有跟甘家宁一样 也做化工方面工作的 没有 只有他学的是化工 做化工 对身体不好 结婚后我们就叫他不要上班了 要是他没有做这行 也不会 也不会发生这么多事啊 眼见他情绪又要上来了 王格东忙安慰几句大方 然后继续发文 甘家宁出世以后 哪些人来看望过你们家 亲戚朋友 跟我们回避都来不及 还会有谁来看我们呀 江家李家找上门来 没一个亲戚来帮忙劝的 那么 甘家宁的老同学 又没有来看过你们 婆婆不明白 她到底想问什么 想了一下 有一个来看过 那人是谁 好像 好像是在市区工作的 她说 是甘家宁大学的老班长 代表其他同学过来的 老班长 叫什么名字 名字 名字 我忘记了 是不是叫刘志勇 对 好像是叫刘志勇 领导 你怎么知道的 她怎么了 没什么 当初甘家宁出了事 我们也找她同学了解过情况 对了 她是什么时候来的 大概 大概三个多星期前 她来说了什么吗 也没说什么 跟我了解了一下家里情况 说以后他们同学还会来看看的 哦 还问了甘家宁的坟在哪儿 其他还有什么人来看望过你们吗 还有几个亲戚过来说了几句就走了 还有一位检查院的徐科长 还有一位检察院的徐科长 人很好 来过好几次了 说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找他帮忙 徐增 甘家宁闹出这么大事 连亲戚朋友都避开何家了 作为体制内有身份的人 反而是他来看望过几次 王格东又了解了一些情况 跟婆婆打包票 他会督促派出所 保护他们家以后不受人骚扰的 随后带着一肚子的疑惑 离开了何家 林杰开着车 王格东坐在副驾驶座上 握着纸笔 仔细地把今天记录的所有信息 全部分析一遍 何家和甘家的亲属中 只有甘家宁一个人从事化工行业 通过凶手极其专业的犯罪手法可以判断 凶手一定是甘家宁的同学或同事 而根据从甘家宁曾经的工作单位 了解到的情况 他工作期间只有一个姓业的同事追求过他 那家伙已经排除了犯罪可能性 而其他同事这几年都没和他继续保持联系 既然排除亲戚和同事 那么凶手最大的可能就是甘家宁的同学 也就是说胖子一定是甘家宁的同学 至于那位同伙 背景没法判断 胖子和甘家宁之间有着什么样的感情 能让胖子为了这样一个已婚女人 在他死后 犯着枪毙大罪为他报仇呢 王格东想了一下 暗自点头 只有一种情感才能如此强烈 那就是爱 只有刻骨铭心的爱 到了疯狂的地步 才会做下这一切疯狂的举动 对 凶手就是甘家宁昔日学生时代的追求者 或者男朋友 根据之前的信息 吴刚是个疯狂的追求者 但他搬走了 到现在还没查出在哪 不过迟早会知道的 而男朋友 甘家宁以前的老师表示记不得了 他们老班长刘志勇说没有 到底有没有男朋友 又或者是个短时间内交往又分手的男朋友 现在还不能直接下定论 关于凶手第一个目标杀的是江萍的老婆儿子 这对凶手的动机而言是理所应当的 江萍弄死了何剑生 相当于间接害死了甘家宁 至于第二个目标李刚的老婆儿子 原本以为是凶手 并不完全了解甘家宁之死的前一后 现在看来是我错了 依凶手的严谨性格 他一定是经过调查的 他肯定知道李刚和甘家宁之死无关 只因为李刚的老婆儿子上门找何家麻烦 被凶手知道 换作任何一个凶手 他既然挚爱着甘家宁 面对甘家宁的儿子被人欺辱 显然是要痛下杀手的 那么我们警方的保护工作做错了 不是要保护陆卫国的老婆女儿 因为陆卫国是好人 陆家在甘家宁死后 从来没有找过何家麻烦 凶手不会去对付陆卫国的遗孀女儿 根据何剑生母亲的描述 除了王丽琴和姚苏月两对母子外 对何家欺辱时动手最重的 就是王丽琴的兄弟了 看来这才是重点保护对象 但是也不能抱着这种侥幸的想法 或许凶手目的是把上门找过何家麻烦的全部杀光 那么就不能只保护王丽琴兄弟一家了 当然了 也有可能凶手会去加害范长根 范长根可以说是间接害死何剑生的 但范长根毕竟是派出所的 对这两起案子也都知道 职业警惕性很高 对他下手几乎不可能 而且范长根和县委领导同住一个小区 听说那个小区安保很严 可不像滨江小区任由凶手出入 凶手没下手的机会 回到局里 再重新安排接下去的工作方向吧 王丽琴抬起头 呼了一口气 旁边的凌杰看他一眼 老大 我突然想起个事 刘志勇三个多星期前来看过何家 你说是不是有点巧合啊 你说什么巧合 王格东一时没想明白 江小兵被绑架不就是在三个星期以前吗 王格东恍然大悟 一排脑袋 他说是代表同学来看何家 赶家宁那时死了都有一个半月了 为什么早不来 等了这么久才来 老大 就你亲眼见过刘志勇 他和视频里的那个胖子像不像啊 他个子比我矮一点 大概一米七出头 身体显胖 照你这么说起来 我觉得还真有点像了 你上次见他 他有提到他来看过何家吗 没有 一个字都没提 我看这个人有点可疑啊 他办化工品贸易公司的 要弄犯罪的那些材料 实在太容易不过了 查吴刚的那条线索 也是他给的 说不定 他才是那个凶手呢 王格东眯着眼思索 隔半上又摇摇头 不过我感觉 他的形态特征 跟视频里的胖子 不是同个人 胖子穿了那么多衣服 又把头脸遮起来 只要换层皮 谁都认不出来了 像他一个做生意的 有家庭有事业 不该会做这种事 谁知道呢 反正我看凶手 要么是到现在 都还没查出来的吴刚 要么就是他了 要不我顺便查一下 刘志勇吧 也好 现在凶手的范围 已经很小了 赶加宁大学期间 追求过他的同学 一个个查下去 总能找出来 这时 凌桀的手机响了 喂 啊 啊 好啊 老大 是检察院的徐增 他说他想起一些事情 说不定会对我们破案 有帮助 嗯 正好 我也正想找他呢 他什么时候过来 我约了武藩后 好 到时领他来我办公室 徐增 徐增很矛盾 到底是该直接揭发陈进 还是按照陈进说的 告诉警方 关于吴刚和刘志勇的事 以及 说他曾追求过赶加宁 他需要重新评估风险 判断自己 到底陷入有多深 他非常后悔 后悔认识了陈进 更后悔 陈进回国后 他们第一次见面时 当他得知了 陈进的疯狂计划后 没有果断举报 甚至嘴上说绝交 可临走时 又鬼使神差地告诉了他 监控手机信号的原理 还叫他每次打电话 都换一张手机卡 事后想起 他认为那时 完全是自己多嘴 根本没必要多说这一句 即便自己不说 手机信号的监控原理 又不是特别机密的东西 陈进随便找个电子工程师 就能问清楚 一句话 害得自己也跟着 陷进这案子去 如果警方最后抓住了他 会不会查出我是实情人 不但跟他说过 手机号的事 更在之后多次提醒他 叫他回美国 他仔细分析了一遍 自己和陈进的接触 没有被任何人注意到过 而且陈进说了 他对于每次的碰面 总留了心 离开监控探头 所以两人的相处 也没有留下证据 但是王格东 是个经验丰富的行程专家 他会不会怀疑我呢 一旦他怀疑我 审讯是逼迫陈进交代 关在里面的情况下 没有人能不松口的 现在举报陈进 十年努力的前程废了 还会坐牢 现在不举报 将来如果陈进被抓好 共处 更是再简单逃 无论选择哪条路 整件事的期望值 都是负的 徐增左右为难 最好的结局就是 警方最后没抓到陈进 这样 大家都想安无事 抱着这一份侥幸的心理 徐增还是拨打了 林杰的电话 准备按陈进所说的情况 告诉警方 吴刚疯狂追求过甘家宁 以及刘志勇 曾是甘家宁的男友 而陈进要徐增说 他也追求过甘家宁 追成功后 又提出分手 这压根不存在 不过警方也没法查证徐增 到底有没有追过甘家宁 可是这么说有什么用呢 陈进有什么目的 下午 徐增来到公安局 林杰领他到了王格东的办公室 徐克 你跟林队说 你想起一些信息要告诉我们 是什么 是这样的 我想起来了 甘家宁跟我提过一次 大学时他们专业有个男的 追了他好几年 还经常跟踪他 那会儿把他吓到了 直到毕业那家伙才离开 这事 甘家宁当初也只是跟我 轻描淡写地谈到过一回 所以上次我没记起来 黄军你看这情况有用吗 那人是不是叫吴刚啊 原来你们已经查出来了 我不知道叫什么 记得好像是姓吴 这个人也是我们现在的重点调查目标 但这家伙原籍举家搬迁了 搬哪儿去了 还要等对方公安的查找结果 还有件事 甘家宁大学时谈过男朋友 他有过男朋友 是他们专业的班长 叫刘 叫刘 刘什么来着 刘志勇 对对对 就是刘志勇 王格东突然站了起来 你说刘志勇是甘家宁的男朋友 徐增被他的突然举动吓住了 是 是的 你怎么知道的 是甘家宁很多年前告诉我的 上回你怎么没说 我 我那时忘记了 今天记起来 所以来告诉我们 是 是的 吴刚和刘志勇两个人 你是今天突然想起来的 是 是的 王格东笑了一声回身坐下 望着徐增放缓语气 今天什么缘故 让你把这两个人突然间都想起来了 徐增虽然准备好了这顿说辞 但压根没想到 王格东会有这么疑问 心下大惊 有 有件事 有件事我要坦白 希望 希望王就不要追求 说吧 不涉及原则问题 就是咱们俩之间的聊天 其实 其实我原本 就知道吴刚和刘志勇两个人的 哦 你上回怎么没说呢 因为那时候 我不希望凶手被抓住 你和江家没仇吧 还是你和吴刚刘志勇是朋友 我跟江家没仇 也不认识吴刚和刘志勇 但 敢嫁你是我的前女友 听到徐增说 甘家宁是他的前女友 王格东的惊讶 溢于言表 毕业后 我考进检察院 我不是本地人 无亲无故 后来发现甘家宁也在京县 所以就追他 我们好过一段时间 后来由于一些问题 我提出了分手 但之后我们一直保持着 朋友关系进行联络 当第一个案子发生时 我了解情况后 心里猜测凶手或许是 吴刚或者刘志勇其中的艺人 他杀的是江平的妻儿 我去和家时 听到很多江平妻儿 在甘家宁事后 多次找上和家的事 所以我内心不希望凶手被抓住 所以 所以我 那时 没有向您坦白 王格东听完后 默默深思伴上 点点头 好吧 这件事我知道了 虽然从你身份来说 这么做不应该 但我还是能够理解你当时的考虑 你放心 这件事我会替你保密的 也难怪 当初江平弄死了何剑生 除了我想抓江平 就说你们检察院最积极 想来 也是你的坚持了 范所长能量大 最后 还是保下来了 其实那会儿就抓了江平 后面也没这么多事 现在李刚一家也被杀了 凶手实在太残忍 为了几天 经过深思熟虑 还是要把事情跟你谈办 其实我还是该谢谢你 今天你提供的线索很有帮助 你如果不说 也是你的个人隐私权 我也不能怪你什么 我早上去了趟何家 了解了一些情况 原本我还奇怪 何家出事后 亲戚朋友都躲着来不及 何剑生母亲说 你多次去看过他们 本来我还在奇怪 原来你是 甘家宁的前男友啊 难怪呢 徐曾心中又是一惊 他从未想过去看何家 也会被人起疑 如果今天自己不说 是甘家宁的前男友 岂不是会被王格东怀疑 难道陈静是想到了这一点 所以才叫自己说 追过甘家宁来脱掉干系 还是他另有什么目的 他只能掩饰 心中的各种想法 王局 我跟甘家宁的事 是很多年前了 这么多年来 一直是单纯的朋友关系 我明年就结婚了 如果不是这次案子出来 我也不会提这些往事 希望您能理解我的情况 放心 我说了这是我们的私人谈话 你岳父洪检察长 不会知道的 徐曾感激地点点头 等徐曾走后 王格东又响了一阵 徐曾看望何家的疑惑已经消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查吴刚和刘志勇 尤其是刘志勇 今天从他口中得到的最重要线索 就是刘志勇曾是甘家宁的男朋友 这点刘志勇自己却没交代 尤其加上 刘在江平弃儿被杀这几天 到过金县 看过何家 嫌疑非常大 而且刘自己办化工品贸易公司 很容易得到作案的化学材料 刘的身高体型 也基本符合胖子的影像 虽然他这样一个 有事业有家庭的人 不该做这种事 但事实难料 犯罪心里没有百分百的 必然性结论 种种迹象表明 刘是现阶段的重点侦查目标 可是 江家李家的两次案子都表明 凶手有共犯 除了胖子外 还有个帮凶 不管凶手是刘志勇还是吴刚 这个帮凶又是谁 跟甘家宁 会有什么关系呢 林杰来跟王格东报告调查的新发现 老大 按你的要求 查问安乐路五十多位车主 在李家案发当晚的行踪 其中四十多位车主表示 当晚在家中 除了四名是单身独居者之外 其他人都有家人作证 另外有八名车主 说和朋友在一起 这些车主的不在场证明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确认 四个单身独居者 情况怎么样 两男两女 女的不太可能 我们只 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胖子帮凶的性别 如果帮凶偏偏是个女人 我们不深入调查 很可能会把人漏过去 这五十多位车主中 所有的人 包括女的 要全部同样认真地 勘查确认 好 我一定注意 再说说那四个人吧 那两个男的 一个三十多岁 自己开了家店 一个人二十多岁 外地人 在县里的一家四起上班 两个女的都不到三十岁 也都是外地人 一个没有固定工作 一个人是教师 四个人里面 谁跟甘家宁认识 他们和甘家宁和何家 都没有亲属上的关系 口头询问之后 四个人都表示不认识 但是我想 凶手也不会主动承认的 所以后续还要想办法 继续调查 不过这名同伙 也并非一定和甘家宁 直接认识 或许这名同伙 仅是胖子的熟人 和甘家宁无关 所以要想办法调查清楚 他们中的谁 有这样一个 做化工的胖子朋友 这个 这个不太好查呀 王格东很理解 光甘家宁一个人的人际关系 就折腾这么久 还没有完全理清楚呢 科技再发达 警方电脑里的数据再详细 也仅记录了个人 和直系亲属的关系情况 永远不可能 把一个人的所有交集权 都等记在内 你想查一个人 这辈子都认识过哪些人 普通人连自己都说不清楚 好在目前 有一条最具价值的线索 胖子是主犯 也是甘家宁的同学 甘家宁的同学 查怎么样了 符合身高要求的同学 正在逐个排查 好多人联系方式都变更了 暂时联系不上 这部分工作 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吴刚这块 对方社区最后确认 他们回原籍了 跟原籍调查之后得知 举家移民加拿大 我们正在想办法 和吴刚家的国内亲属联络 要最新的联系方式 至于刘志勇这边 我们下午已经开始查了 对了 刘志勇这家伙 你打电话 让他明天来一趟 让他到我们县局来 哼 没错 刚才徐增告诉我 刘志勇是甘家宁的前男友 什么 显然凌杰听到这个信息 也颇为吃惊 这家伙很不老实 上回他压根没跟我提及 他跟甘家宁的关系 加上他偏偏在 江家案发前后 到过京县 看望过何家 哼 我看他实在很可疑 如果真是他做的 老大 如果打电话叫他过来 会不会引起对方警觉 万一跑了呢 对 你说得很对 如果他是凶手 这样会打草惊蛇 我看这样吧 你先跟市局里联系 找人叮嘱刘志勇 然后再打电话给他 通知他明天 不 后天过来吧 明天你们再继续查 刘志勇的各方面情况 这两起案子 没有直接的人证物证 我也仅是怀疑刘志勇 没法强行控制他审问 最好的办法 我们掌握的信息足够多 等他来时 一旦话中有破绽 就可以直接锁定目标了 可以 我马上去办 经过多天的跟踪 陈静终于摸清了 范长根居住的小区 地警院的安防规律 这个高级干部小区 一天24小时 都有保安执勤 即使是晚上 保安虽然在门房里 但小区门口灯光通透 门口有道闸阻拦 加上小区进出人很少 想要晚上偷偷前进去 风险太大 一旦被保安抓住 前面所有工作 都将功亏一亏 但这里毕竟不是中南海 只是个县级的官员小区 安保再严密 总存在疏漏 沉浸在一天早晨 发现了这个漏洞 每天早上五点到八点前 有若干送牛奶 送报纸的人 会进入小区 保安对这些人并不过问 凡是送报纸的 都穿邮递员的衣服 并且电瓶车后 是绿色的报纸袋 而送牛奶的 电瓶车后 都带了一个 自己牛奶品牌的箱子 唯一的顾虑是 保安天天看着 这几个人进出 如果某一天 送牛奶的来了副新面孔 不知道是否会格外留意呢 需要实验一下 办成送奶宫 进入小区踩点 如果能顺利进入 那就证明保安 不是看面孔 而是看衣着打扮 判断职业的 如果被拦住 也无妨 我就说自己是牛奶公司的 望远镜已经买到 待会就拿到后面的山上 蹲守一番 摸清范长根住那栋 好吧 等准备工作全部做完之后 就需要考虑该怎么对付 范长根夫妻了 因为范长根的义子 义女都在外地机关单位上班 所以陈进并不打算 把这两位也列在其中 他并不是个想赶尽杀绝的人 如果可以选择 他宁可杀最少的人 来达到整盘计划的目的 可是现在 他没有选择 范长根必须死 否则计划性不同 对付李刚家的方法 虽然管用 但已经用过了 范长根作为公安系统内的人 自然知道这件事 这办法对他恐怕没用 直接用凶器杀死更不行 陈进身体不好 打架不是普通人的对手 更不用说范长根 好歹也是个警察 用炸药嘛 虽然他自信 他比干家宁 更精通炸药的炼制 但要炸毁一栋别墅 还要炸死里面的人 需要很多的炸药 并且布置起来会很麻烦 想来想去 只有继续用毒 情化物是最好的选择 可惜喷屏的创意已经用了 其他的 他也暂时想不出更好的装置 他只是个化工博士 并没有太多机器装置上的天赋 改装喷屏 已经是他动手能力的极限了 想了一会儿 他的头再度感到一阵晕眩 他忙从车里逃出药丸服下 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自信 警方第一轮的排查 抓不住他 但第二轮呢 第三轮呢 如果不尽快把计划全部完成 警方一定会抓到他的 到时的结果 不但远达不到计划的目标 甚至后果是适得其反的 必须速战速决 好吧 具体怎么杀死犯长根一家 等回头再仔细构想 把办法想到后 剩下最关键的一步 就是制造不在场证明了 如果没有不在场证明 计划也是存在缺险的 而且也保护不了我那位朋友 我被抓无所谓 那位朋友的身份 如果被警方查清楚了 那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 我也无法原谅我自己 保护那个人 远胜过保护我自己的生命 只要那个人安好 其实我死了又如何呢 但保护那个人的前提条件 还是要制造我的不在场证明 这样即使王格东再聪明 最后也将徒劳奔走 在失败的轮回里 不在场证明的最好办法 是有人作证 可我一个外地人 在本地并无朋友 该如何制造出坚定的 不在场证明呢 有了 他想到了办法 早上十点 刘志勇来到了京县公安局 上回是王格东 亲自到市区拜访他的 于情于理 他都该配合警方查案 而这一次 县居工作人员打电话给他 自是下达命令的要求 让他在今天上午到京县来 市区和京县有两个小时的车程 凭什么要求自己花费时间和金钱 赶到京县 虽说刘志勇做了些年生意 结识了一些官员 但他可不敢得罪公安局的人 京县是管不了他 但你要是得罪了体制内的人 秋后算账 以后再收拾你的案例 不胜枚局 他听过有的老板一时高调 不明所以得罪了领导 后来被安上罪名判刑了 连财产也得不了保权 他自问刑事正派 但做账避税的事 做生意的都不同程度地干过 法律堆叠起来比人都高 没事的时候 法律不会管你 若有官员想收拾你 哼 这么多条法律 总有一条适合你 刘志勇掩着脸上的不悦 堆起笑容 在县局人员带领下 到了王格东的办公室 王格东吩咐人关上门 客气地让他坐下 哎呀 很不好意思 请刘总跑我们经线一趟 实在我最近愁不出身 不能上门拜访 所以只好让刘总过来了 刘志勇心中冷笑 这套官僚做派 假的可怜 有什么情况要问 直接打电话不就行了 还非得让自己上门配合你们查案 但他没有让这种情绪流露 只能笑着敷衍 王局太客气了 有什么吩咐 您只管说 能帮上忙的地方 我一定尽力 是不是还是为了上次的事 上一回有些情况 我也没向你具体讲清楚 江平知道吗 就是跟何家那个派出所副所长 没错 江平被甘家宁炸死了 他的老婆儿子后来被人杀了 这件事你知道吧 同学中有传 听到过一些 江小兵就是江平的儿子 岂先是被人绑架了 时间是11月19日晚上 刘志勇点点头 等着他把话继续说下去 王阁东坐回椅子里 盯着他看一眼 似是漫不经心 却又咄咄逼人 11月19日晚上 你在哪里 我 刘志勇一惊 还不明白他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问到自己 但都隔了一个月了 让他回想这么久之前的晚上 自己在哪儿 实在是困难 是在陪客户 还是在家里 他一时搞不清楚 我在哪里和案子有关吗 王阁东没有直接回答他 而是继续问 11月20日呢 你又在哪里 间隔这么久 我 我一时想不起来 我来帮你回答 11月20日下午2点15分 你上了高速 4点10分 你下高速到了我们京县 刘志勇顺时醍醐灌顶 浑身一阵冷汗 他明白了王阁东问话的深意 这是在怀疑自己是凶手呢 案发第二天 你来我们县里做什么 我 我 之后你去了何家对吧 对 对 我去看望何家了 你跟何建生的母亲说 你是代表你们班的老同学来看望何家 可是我们问了其他同学 他们从不知道 由你这个代表来看望何家 我 我只是 哼 上一回我来找你 问你甘家宁过去的男朋友 你说不太清楚 只提了吴刚这个人的名字 可是你怎么会忘了 你自己 就是甘家宁的男朋友呢 刘志勇浑身一汗 他从未接触过这一阵事 我 我跟甘家宁只谈了几个月的恋爱 也没 也没发展很深的关系 后来 后来是他提出分手的 我想 我想这个事情不是很重要 而且 过去的事情我不想提及 所以 所以没有说 是吗 这个理由听起来合情合理 你跟甘家宁分手 原因是什么 性格不合 这真是个万能的理由 所有分手的原因都是性格不合嘛 那你对甘家宁倒是很痴心啊 过了这么多年 他跟别人孩子也生了 自己也死了 你反而独自一个人跑来看望何家 你来看何家 你现任太太知道吗 刘志勇脸色通红 老实回答 不知道 你来看何家的时间刚好是江家案发的第二天 这是不是有点巧合 这 11月21日 刚好是甘家宁去世的七七忌日 我20号来何家问了坟所在 第二天上午上了坟就回市里去了 有没有什么人或者其他东西 能证明你20号下午到21号上午 仅仅做了看望何家和上坟两件事 刘志勇紧张得急思苦想 他在京县又没有其他朋友 那天问清坟的所在就去酒店住下了 第二天上午上坟送了树花 很快开车回市里 哪有谁能证明他只做了这两件事呢 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这时王格东接到一个电话 挂下后他面有韵色 隔了没几分钟 刘志勇的手机响起 他一看是老婆 向王格东示意接电话 王格东也没反对 接起后 老婆告诉他 早上离开家不到五分钟 一对警察上门拿出搜查令 花了几个小时 把家里里里外外全部搜了个遍 翻得乱七八糟 与此同时 早上公司一开门 也有一对警察上来搜查 最后警方问他老婆 家里还有哪几处住址 老婆告诉他们 只买了这一处房子 他们又打电话给房产局核对 确认后才肯罢休 如此折腾了几个钟头 直到刚刚 他们才离开 他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所有警察 口风都很紧 他刚才不敢打电话 直到他们走了 才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 询问情况 刘志勇背着身 气得咬牙切齿 自己好心配合警察查案 花费时间和金钱 跑到金县来 原来这是一个套 他们早就派人跟踪他了 他一离家上车 家里和公司马上遭到他们的搜查 妻子和员工压根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还当他是犯了事 被抓了 他强忍心中的悲愤 极力劝慰着妻子 说自己现在不是能打电话吗 没事的 说了一堆的话 好生安抚 最后在妻子的满腹焦虑中 挂下了电话 他颓然转身 面对王格东这位公安的副局长 刘志勇心里再气愤 也是敢怒不敢言 只是皱着眉不满地问 王局长 你们这到底什么意思 又是问我话 又是送我家 你们真把我当凶手了吗 面对刘志勇的不满 王格东并不打算撤谎 他既然把刘志勇叫到了县局 就不打算只是讨话 而是审问 只不过缺乏直接证据 不太好在刑讯试审 刘志勇避而不谈 他曾是甘佳宁的前男友 以及高速公路登记显示 案发第二天 他曾经到过境线 他从事化工贸易 很容易得到作案工具 他身高符合监控画面的分析结果 体重虽比分析中的胖子轻 但监控中的胖子 穿着冬天的厚重衣服 可能实际上并没有他们预期的那般胖 刘志勇36岁的年纪 已经开始中年发福 至少不是个瘦子 种种迹象都表明 刘志勇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所以王格东 才会在派人24小时跟踪刘志勇行踪后 通知他来趟县局 在他前脚刚离架上车 警方同一时间把他家和公司都断了 原本想寻货犯罪剩余的材料 但结果一样都没找到 不过没找到物证 依旧难以排除刘志勇犯罪的嫌疑 在警方看来 像尼古丁情话物这类剧毒物品 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放在家中或是公司 警方相信他定有其他的藏匿之所 刘总 我很坦白告诉你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情势很严峻 你最好好好想一想 你11月19号晚上到底在哪里 都这么久了 我一时怎么想得起来 有可能在家 有可能在外面陪朋友 反正 反正不可能在金线 12月6号晚上呢 12月6号 12月6号又有什么事 都半个月了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我不记得确切在家还是在外面了 要回去查查 总之 我肯定在市区 我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我11月20号下午 确实来金线看望何家 可11月19号 你们可以查我的车呀 我车根本没出过市区 这很容易 你可以借辆车子 王局长 这是不可能的 我有老婆 有孩子 怎么可能去做杀人这种事 我实在想不明白 你们干嘛会怀疑我呀 你曾经是干家宁男朋友的事实 你本该如实相告的 我们根本不是正式的男女朋友 我是很喜欢她 我是追求过她 她也有一阵跟我走得近 但我们之间的关系发展很浅 甚至接吻都没有过 从头到尾 也就两个月时间 她觉得和我性格 志向各方面不合 主动提出分手 这件事很多同学都知道 你们可以向他们求证 之所以我没说 一方面是我不认为 这样算男女朋友 怕说了给你们 和给我自己添麻烦 另一方面 这件事情一直埋在心底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也不想再提了 没想到 没想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会让你们怀疑我 如果我真是有意欺瞒 这件事其他同学都知道 我瞒得了吗 十多年来 你一直对她念念不忘 人心里总是藏了些记忆的 偶尔想起怀念一下而已 毕竟我曾追求过她 她在我心里 形象一直很好 于是就算她死后 你也偷偷背着老婆孩子 跑到京县来看一下她家 这份感情真够强烈的 一听这话 又是要把自己绕进去了 刘志勇急忙身边 不是 我这个人有时候会有点怀旧 知道他的事后 一直想过来看看 但抽不出时间 想到他的七七几日到了 所以才过来上一下坟 了却一下心头的回忆 听上去 关于你隐瞒了你是甘家宁前男友这条信息 以及你在案发第二天到我们县的理由 都合情合理 事实就是这样 王格东晃了晃手 做了一个别激动的姿势 好吧 咱们暂且抛开这个话题 我想问问你 哪里能买到尼古丁 尼古丁 买尼古丁做什么 高纯度的尼古丁 那是剧毒物 做什么 我知道是剧毒物 我就想问问 哪里能买得到 可能一些农药厂里有吧 杀虫剂里要用的 农药厂有没有 纯度95%以上的尼古丁 那我就不清楚了 听说这个可以自己提炼 你会吗 刘志勇一愣 他虽不知道江家母子 是被尼古丁杀死的 但王格东这么问 他也大致猜到 尼古丁肯定和案子有关 说自己不会提取 显然王格东更要怀疑了 尼古丁的提取工艺并不复杂 以前读书时 看到有计划学里讲到过 现在早就忘了 分一下数不就会了 这种实验如果控制不好 蒸汽泄露到空气中 对自己身体有危害 我从来没做过这类危险实验 而且要做出像你说的 95%以上纯度的 要经过反复提纯 如果我真是你们所说的 那个凶手 我家里肯定能搜出 提炼的工具和材料 你们不是去过我家了吗 有吗 王格东并不想点名他 或许还有其他处所 毕竟现在他们没证据 所有这些也是空口无凭 秦华青这个东西 哪里有卖 刘志勇一听 刚刚是高纯度尼古丁 现在又是剧毒物秦华青 他又不知道案子的细节 心中疑惑 只好回答道 秦华青是一些 有色金属企业提炼中用的 他们会跟化工厂买的 你们公司有采购过秦华青吗 不可能 从来没有 所有采购都要登记备案 我们公司做的是石化里产品 从来没接触过任何剧毒物 好吧 今天就问这些了 这几天 你就留线里吧 你们凭什么 你们有什么证据怀疑我 你是算准了 我们现在没直接证据 你们这么做不可罚 放心 所有侦查手续全部齐全 我们也不是打算拘留你 已经给你安排了宾馆 这几天需要你配合调查 如果能排除你的嫌疑 到时候 我亲自向你道歉 我不同意 我有公司 我有家庭 我又不是罪犯 你们凭什么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我公司有律师 工作家庭的事 你可以电话里沟通 我们不限制你打电话 至于这几天 要你留经线 也是侦查需要 所有手续全部齐全 如果你有意见 可以投诉我 另外 如果最后查出来 排除你的嫌疑 你家庭和公司这边 我们县局会派人上门道歉解释 这样 你满意了吧 说完打了个电话 叫来林队 带刘志勇出去安排 路上林杰告诉刘志勇 意思是要他多配合 王局已经是好的了 所有的手续都提前备好了 换成其他人办案 侦查手段就不那么正规了 刘志勇明明嘴 默默无言 他听说过一些地方上办案的事 找到个嫌疑人 直接各种手段伺候 就算最后真凶落网 错抓的 也紧紧敷衍补偿下了事 王阁东虽限制了他几天自由 却有各项手续 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据 他自知即便投诉也是没用的 惹及了警方 最后再收拾他也说不准 只能自认倒霉 当务之急 赶紧查日历 回想11月19日和12月6号晚上 自己到底在哪儿才最重要 只要能排除自己的嫌疑 他们肯定会立马让他回去的 下午 林杰回来报告 老大 刘志勇已经安排妥了 24小时看着他 他的手机已经进行监控 所有电话都会录下来 王阁东有些疲倦的吐口气 深深往椅子里陷进去 微闭着眼 不过我认为 刘志勇不会是凶手 为什么 他不是撒谎了吗 而且案发第二天 到过县里 并且他的身高职业 都符合凶手条件 问题就在于 他第二天到了京县 如果真是他做的 他何必再案发第二天 开着自己的车子 明目张胆上高速 到我们县里呢 他这么做 可能是想故意演示 十九号晚上 他就在县里 下手之后 他再回到市区 二十号下午 再开车上高速 让我们误以为 他是二十号 才离开市区 错看案发时间 没这个必要 两次犯罪 凶手都是隔空杀人 我们迄今为止 提取不到任何凶手的脚印 指纹等 直接指向性证据 对于这点 凶手本人自然也很清楚 我们掌握的线索 没法直接怀疑到具体的个人 如果真是刘志勇做的 在我们没法怀疑到他之前 他何必故意引起我们的关注 此外 他二十号来县里 去了趟何家 而之前他从没去过 凶手不会故意暴露自己 让我们查他 或许他就是反其道而行之 故意做出一些 不合犯罪常理的举动呢 那我问你 他为什么要隐瞒 他曾经是甘家宁的前男友 是啊 他为什么 他自己怎么说 他说 一来由于他和甘家宁的 交往时间很短 发展不深 另一方面 过去的事他藏在心里 不想提 也不想给我们和他自己找麻烦 如果他是凶手 没道理会刻意隐瞒 他是甘家宁前男友这条信息 因为这条信息 我们迟早也会通过 询问其他同学 知道这点 如果他不是凶手 那这样子就难办了 刚中我接到消息 吴刚一直在加拿大上班 他已经注销国内户籍 市局的人给当地警方 发了份传真函 正是他一直都没有 离开过当地 而安乐陆当天 车主的排查工作 已经陷入僵局了 除了一部分人 有坚定的不在场证明之外 大部分人说 当时在家 既没有明确的嫌疑 又无法完全排除嫌疑 王阁东手煮着头 沉吟半上 明明嘴 这案子办到现在 路已经很窄了 对方太狡猾 除了明确的犯罪动机 没留下任何实质性的线索 最关键的是 凶手是两个人 两个人的身份 性别关系都是未知 这大大增加了破案的复杂度 林杰也是一脸苦涩 她从今以来 还从未见过 这样性质恶劣 但手段高超的犯罪 以往警方办案 最重要的手段 是走访 这次却没有得到 任何周围群众 提供的相关线索 其次 当前警方最依赖的工具 监控探头 除了凶手 刻意暴露的画面外 周边所有的监控 包括银行 商店 加油站等社会监控 都没找出 这个胖子的身影 险见凶手 对犯罪周边环境 极其熟悉 避开了所有监控 再加上凶手 偏偏是两个人 众所周知 不以金钱为目的的 仇杀案 极少会出现团伙犯罪 两人身份未明 胖子和当初 绑架案打电话的家伙 是不是同一个人 也无法确定 这更让整体案件 显得扑朔迷离 私存良久 林杰队下一步的工作 一头雾水 一切只听王格东的安排了 老大 接下来我们还能怎么查 前期对安乐路车辆的调查 查监控 周边走访 这些常规的侦破手段 到目前为止都一无所获 这三块工作 已经很难继续开展下去了 我们暂且把这三块工作放一放 人手重新安排 首先 我们要牢牢把握方向 这起案子的犯罪动机非常明确 就是为了甘加宁而来 其次 凶手的犯罪手段 清楚暴露他的化工背景 甘加宁的同事关系 我们已经查得很透彻了 当初他同事中 有着化工水平的人 也没几个 已经排除过了 剩下 就是他那帮化学系的老同学或老师 我们也了解过 他们系的老师里 没有和甘加宁关系密切的 而甘加宁也不认识 其他学校化学系的人 剩下的 就是他这帮本校的同学 所以 虽然我们现在能走的路很窄 但方向是明确无误的 就是查他前后几届的同学 敢为死去的甘加宁报仇杀人 这份感情一定不简单 从最近多人口中了解到的情况 还原甘加宁过去的人际关系 除了吴刚强烈追过他 刘志勇曾当了他一两个月的男朋友 其他的男性同学中 不少人对他有好感 但似乎找不出特别走得近的人 但也有可能是某个情感内敛的人 苦恋过甘加宁 但是没引起旁人的关注 这样的人 在理工科高材生理并不罕见 接下来其他工作全部放下 所有人集中精力 快速把甘加宁前后五届 符合身高条件的男性 彻底摸查清楚 好 我明白了 对了 刘志勇那边怎么办 查他11月19号和12月6号晚上 到底在哪 如果他确实人在市区 不管他在家里还是在外面 总会有几个监控拍到他 如果排除他的嫌疑 就把他放了 当然 如果一个监控都没记录到他 那 那就要对他不客气了 老大 我觉得我们目前有个难题 即便知道了谁是凶手 现在我们没证据 如果凶手把化学材料 全部都处理掉 现在没人证 没物证 有怀疑对象也很难处理 这点确实有点麻烦 不过也没大问题 只要我们能确定出凶手 抓来神几天 即便对方把证据清理光了 我们也能让他交代出来 林杰明白王格东的意思 只要知道谁是凶手 抓到现局里连审几天几夜 没人能咬住牙布交代 到时一系列的证据链都能问个清楚 当然 这么做的前提 是能明确地怀疑到具体某个人是凶手 现在警方已经放弃前面的常规侦破手段 集中警力逐一排查甘家宁的同学 陈进还剩多少时间隐藏呢 通过军用望远镜的观察 陈进已经对地警院的内部情况 完整地了解了一遍 小区内或许是出于保护领导隐私的需要 并未安装监控弹头 仅是小区门口有个监控 追踪范长根的丰田座驾 也让他掌握了范家在小区里的具体柱纸 所有信息他都已经按照标准比例 绘制在图纸上 把周边的环境熟记于心 同时 今天他还得到了一个极其有用的线索 范长根家里订了牛奶 今天早上六点多 他在山上透过望远镜 看见宋奶公在范长根家庭下 不过他只看到宋奶公的车后箱上 是光明牛奶的专用宋奶箱 具体范家喝光明的哪个品种的产品 他没办法知道 不过这并无大碍 他脑子里很快构思出了 范长根夫妻和牛奶中毒死亡的画面 他嘴角笑了笑 要做到这个并不难 之前通过多次的勘察地形 已经知道地警院安防虽然严密 但保安是允许宋奶公不经过登记 直接进入小区的 当然了 他并不清楚保安 是认识宋牛奶公的几张脸孔 还是看到他们电动车上的职业装备 这还需要亲自做一回实验 现在他需要考虑的 是该用什么毒药 尼古丁当然不行了 尼古丁夹到牛奶里 一股子苦味 傻子才会喝呢 情话物呢 大部分情话物也带有味道 普遍是杏仁味 但有几种情话物 是闻不出味道的 效果极强 他转念一想 这也不行 他的目的是杀了范长根夫妻 现在有几个麻烦 一是不知道他们家谁喝牛奶 范长根自己喝 他老婆喝 还是两个人都喝 这个问题 可以前进小区市 查看一下他家的牛奶香 二是即便两个人都喝牛奶 也未必两个人同时间喝 因为情话物起效太快 加入足够的致死量 喝下没几分钟就发作了 另一人如果还没喝 看到这种情况 怎么可能还继续喝呢 如果第一个喝的是范长根 倒也罢了 如果死的是他老婆 他自己反而没事 以后再想下手 就困难无比了 最稳妥的办法 是要加入能致死 但是又不是马上起效的毒药 他头脑里马上就有了答案 三氧化二身 也就是皮霜 这个实在太简单了 比提炼泥古丁和合成情话卿 轻松多了 只要把雄黄先提炼出五氧化二身 再加热成三氧化二身 最后提纯一反就搞定 而雄黄可不是管制品 很容易得到 主意已定 回去后就可以行动了 傍晚 陈进来到小区外 唯一像样的那家快餐店 拿了两碗粥 并没有拿菜 赴完钱正准备寻位子 瞥见一道目光 正偷偷地朝自己打量 宁神一看 徐增依旧坐在角落上 装成在吃饭的样子 眼睛正瞧着他 沉浸目光 朝四周简单地扫尸一遍 周围人不多 也没有人看向自己 判断是徐增找他谈话 而不是徐增联合警察诱布他 思量已定 他放下顾虑 若无其事地 朝徐增隔壁桌子走去 徐增瞥了他一眼 又扭回头 怎么只喝粥不吃菜啊 胃口不好 不 今天刚拔了颗牙齿 哦 徐增没在这个问题上 继续深究下去 我已经按照你的那些话 告诉了王可东 有没有说你是 甘家宁的前男友 说了 你到底是什么目的 总之我不会害你 你相信我 既然你说了 那就妥当 刘志勇 被抓了 他被抓 他虽然是甘家宁的前男友 但为什么会被抓起来 11月20号 他来了趟金县 他来金县做什么 据他说 第二天是甘家宁的七夕忌日 他是来扫墓的 第二天 你我也去过公墓 陈静想起那天他去上坟时 看到坟头一束花 想来那是刘志勇送的 不由唏嘘一声 没想到他也是个有情人 可这么多年还来看看 之前王格东曾找过他 了解甘家宁的人际情况 他没说自己是他的前男友 他自己又做的是化工品生意 凭这几点 现在警局上下怀疑最重的 就是他了 原本报上他的名字 只希望警察多查他几天 时间上能更宽裕一些 但是没有想到 却害他被抓了 这不是你故意嫁祸他 我怎么会来嫁祸 我怎么会知道他11月20号 回来金县 又怎么会知道王格东找他谈时 他没说自己是甘家宁的前男友 那真是老天都在帮你了 我再奉劝你一句 你赶紧走吧 你走了 现在无论谁都不会怀疑到你 刘志勇过几天肯定会被放了的 警察找不到他犯罪的证据 或者他有不在金县的证明吧 我的事还没办完 不能走 你到底还有害几个 你害刘志勇被抓了 是不是你打算也把我害了 我不会害你的 原本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彼此是很信任的 但这件事情以来 我们的关系也走得越来越远了 你若不信 你看看这个 如果你的英文退步了 我可以来翻译 陈静从衣服的内口袋里 拿出一本绿皮的本子 上面印了些英文 递给徐增 徐增翻开后 看了第一页 神色就从刚刚的恼怒 转为了震惊 隔了许久许久 他缓缓把本子 递还给了陈静 既然如此 以后我也不再多说 再见吧 等一下 过些日子 你会收到一个包裹 永远不要去碰那个包裹 你就放在一旁好了 若是有一天我被抓了 警方怀疑到你是知情人 这个包裹会有用 但愿你用不到这个包裹 他点点头 微笑了一下 徐增没有回应 默默站起身 眼中似有红润 他吸了下鼻子 神色恢复正常 不回头地朝门外走去 陈静戴了顶鸭蛇帽 穿着彭松 看不出身材的羽绒外套 起了辆二手电瓶车 这是他之前跑到杭州贩子 手里买的 他在第一次犯罪之前 准备了很多东西 当初其实并不确定 一定会用到电瓶车 但他想到在县城区域里 有时候用电瓶车跟踪人 更方便 电瓶车的前面 是个在车行坐的挡风板 目的是尽量减少自己 身体暴露在监控中 后面架着一个送奶箱 他仔细观察过 送奶工的电瓶车 包括送奶箱上的图画和文字 他买了差不多大小的收纳箱 从网上下载了图片文字 去打印后包在箱子外 看不到这是个塑料盒 目测很真 前面就是地警院 此时是早上六点 天还蒙蒙亮 隐约可见保安室里 坐着一位保安正在值班 陈静深呼吸一口 保持匀速 开向了小区大门 他不能确定保安 是否会拦下他询问 如果问 他自称送牛奶的 同时可以报上 要送的目的地 范家的地址 如果不问 自然是最好不过了 车子靠近了小区大门 前方正对着一个监控探头 陈静有意识低头 身体微微攻起 尽量让自己被挡风板挡住 并且用鸭舌帽 挡住了自己的脸 保安似乎在瞌睡 并未看到有人要进小区 陈静明明嘴 按了两下小喇叭 保安抬起头 朝他看了眼 随即按了开关 小区门口的道阀升起 陈静顺利地进入了小区 他松了一口气 也许是天气太冷 保安不愿出来 也或许是保安习惯了 给送奶送宝的开门 并不以为意 总之 这个保安 从头到尾 没仔细瞧过他 更没离开保安室半步 陈静心里笑了笑 毕竟这里不是中南海 保安也不是中南海保镖 看似严密的安保 也就是看看而已 实际上总有可乘之机 不过他并不完全放心 或许是这个保安比较难 需要多试几次 看看其他的保安 是否对于宋乃公 也是一样的处理 陈静进入小区后 一边行 一边仔细观察周围的地形雾貌 果然如望远镜观察一样 小区内 没有一个监控探头 这给了他很大的方便 否则他又得多天几件麻烦事了 很快 他来到了范家的门外 朝奶箱中望了眼 真正的宋乃公 已经来过了 奶箱里放着两瓶牛奶 牛奶型号 他也看清楚了 范长跟子女在外地 此处只有他和他老婆两人居住 里面是两瓶牛奶 证明两人都喝牛奶 好了 收工回家 对于这次的犯罪 陈静的计划轮廓 已经非常清晰了 现在剩下最关键的一件事 在这次的犯罪中 要制造不在场证明 这次犯罪如前一次一样 最后的时刻 依然由那位最重要的朋友动手 他负责所有毒药道具的准备工作 制造不在场证明 对于他以及他的那位朋友 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关系到整场犯罪计划的最终结果 他自己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可他不能让他那位朋友的身份 暴露给警方知道 最好的不在场证明 是让凶手在犯罪的时候 出现在另一处地方的监控中 警方破案最依赖监控 如果有监控作证 那就万无一失了 他先回到家 换上了高档的衣服 拿上钱包 钱包里有三张身份证 一张是他 另两张都是假证 随后他开着车 来到了浦江大酒店 现在是酒店夜的淡季 客房很空 他来到前台 掏出自己的身份证 要了间客房 房号806 预付了一个星期的房款 来到八楼 楼道一头是个监控探头 直对着整条走廊 他朝监控望了眼 随后进入房中 彻底松了口气 剩下的工作 很快就能完成了 他一时心中激动 不禁浑身颤抖起来 忙掏出药丸吃下 灵结疲倦地踏入办公室 老大 11月19号晚上 刘志勇在市区的一家餐厅 个人吃饭 已经调来监控证明这一点了 而12月6号晚上 他所在小区的监控 拍到了他 从时间上判断 还除了他赶到我们先的可能 王阁东坐在椅子里扮上 默默无言 那就先把他放了吧 不过我觉得光凭这一点 也未必能证明 就不是刘志勇干的 他虽然人没在县里 可他还挺有钱的 可以通过买凶杀人 凶手不是至少有两名吗 这种明目张胆 在警方眼皮底下的杀人 不是普通人敢做的 而且此案有很大的技术含量 买凶买来的歹徒都没那么专业 凶手 一定是化工专业人才 帮凶和凶手之间 不太可能会以金钱作为利益扭带 两个人一定有其他 更深层次的关系 吴刚和刘志勇都排除了 那还能是谁啊 上次那份符合身高的名单 查得怎么样了 大部分人目前的所在地 都离金县比较远 我们通过他们的单位 当地派出所进行电话确认 这些人在两次案发的 附近几天里 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只有五六个人住在市区 或者其他几个邻近的周边县市 虽然也有不在场证明 但不排除作案时 当夜来回的可能性 这两次案子作案前 凶手都需要经过 多次的来回踩点 不是当天赶到县里 就能下手成功的 如果这两个人 在案发前几天 都有不在场证明 那么凶手是他们的可能性 也不存在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名单上的所有人 全部都排除了 所有人 你能肯定所有人都排除过了 名单上有没有人 现在在国外的 或者其他地方联系不上的 前几天有几个 但是这几天都联系上了 也都排除了 怎么可能啊 这怎么可能 王科东神色顿时凝重起来 所有符合凶手身高的同学 全部排除过了 竟无一人有犯罪的可能性 难道我从一开始就判断错了 凶手压根不是甘家宁的同学 而是其他人 或者是并非化工专业出身 但半路出家钻研化学的 如果真是那样 那么茫茫人海 该如何找到那个病危露面 也从未留下指向性证据的凶手呢 他第一次对自己入手 这个案子的所有判断 都产生了怀疑 王科东木然坐在椅子里 沉默了很久 常常吐出一口气 打电话叫来了陈法医 老陈我问你 凶手一定是化工的科班厨师吗 这个 应该是的吧 什么叫应该是 第一次凶手 箱子里藏金属钠 把墙给毁了 这个化学反应 就算是高中生 也应该有所知道的 但提炼金属钠 尤其是提炼出来保存好 不让钠暴露在空气中 这个步骤很麻烦 需要专业的化工实验的 艳养相等装置 还要很强的实际操作能力 我想 这要不是科班出身的 应该没有这么好的手段吧 后来的尼古丁和秦华卿 这两样东西可都是高纯度的 应该也是凶手自己提炼的 这就不是高中化学课本里能学到的了 所以综合判断 我才说凶手是科班出身的 并且长期从事化工行业 没错 老陈说得对 有一点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坚持 凶手一定是化工科班出身的 这个侦查方向绝不能乱 可是甘家宁前后几届的学生里 符合身高的全部都排查过了 包括全国各地和国外的 都没有犯罪的可能啊 这只能证明 我们查甘家宁的人际关系时有遗漏 这样 林队 你再派人从头查一遍 他的所有人际情况 包括亲属 工作后的同事 甚至学校里的老师 也再更深地问一遍 好吧 我去办 林杰回答得似乎有些无奈 王格东也理解 案子办了这么久 他们连凶手的影子都没摸到 凶手当初电话挑衅的话语 历历在目 在所有队员心里 留下了阴影 对于凶手的身份 是甘家宁的同学 这只是当前 可能性最大的一种猜想 既然是猜想 王格东也无法百分百保证 这就是最终的结果 如果不是呢 他不敢往下想 如果这个目前 所有侦破工作的前提都是错的 那么他们一帮人都在做无用功 而且这案子恐怕会成为永远的无头悬案 他心中虽然觉得这几个死者都挺可恶的 但也罪不至死 他不会让这位嚣张的凶手逍遥法外 这在他感性和理性上都无法接受 他理解灵姐的想法 也明白目前刑侦队对这起茫然命案的懈怠 拖的时间久了 破案又迟迟没有进展 每次有个可疑目标出现 每几天又排除了可能性 这对每位警察都是件很难接受的事 目前要做的 是他自己的情绪一定要稳定 一定要乐观 才能鼓动行政队全员 继续斗志昂然地追查下去 王格东并不是个官场左右逢源的人精官员 他虽然主管行政工作 但他知道有时候手下的队员 并不十分听自己的 管治安的副局长和管经贞的副局长 手下人都随叫随到 十分顺从 因为这两个部门 都是游水最多的岗位 相比起来 刑侦这块的人员吃苦最多 有时候还要冒点危险 但他们除了日常的常规收入外 主要靠的是破案奖金了 可王格东性格太过耿直 即便有时候也会对其他的官僚卖点人情 但他也是失可而止 总想方设法地保持他心中的正义 这与目前整个官场是格格不入的 这也导致了他并不讨上级欢喜 所以每次申请破案奖金 批到的总是三五万块钱 几十张嘴巴分 人均到手的可怜 手下人颇有怨言 相比隔壁市的刑侦副局长高洞 人家的队伍带的就亮多了 他岳父是市政法委的政书记 即便是上级 对高洞也是十分的客气 加上高洞是省里有名的刑侦专家 破获大案要案无数 跟着他不但容易升官 而且他申报破案奖金 一批就是几十万 手下人甚至比经侦队的都疯 王格东正是因为过去与上级不默 才在几年前被调到金线 刑侦队不是他一手带出来的 现在包括林杰在内的一帮人 之所以还是会尽心跟他办案 一方面是他耿直的个性 也会得到很多警察的欣赏 另一方面 大家都知道王格东是刑侦专家 这几年凡是金线出的刑侦大案 没有一起不破的 即便人没抓住 也成功锁定了目标 成为全国统计犯 而王格东每次都把功劳归给手下 行针对的也知道 他们老大升官有难度 但他们底下这些人 功劳积攒几年 升上去是没问题的 所以还是会听王格东的吩咐 看到林杰疲倦的神色 王格东吸了口气 重新鼓足底气 林队 你是不是觉得这案子迟迟没进展 感觉破案无望 不不不不 破是早晚肯定要破的 就是现在没找到十足的证据 底下一些人开始悲观了 其实也难怪大家会有这种情绪 破案工作就好比打麻将 有时候等一张牌都快打完了 都没见这张牌露面 这时候肯定会想 说不定等的这张牌 在别人手里牢牢握着了 看来这把是糊不了了 谁知道最后快结束时 这张牌这张牌 这张牌忽然出现了 破案也是一样 要有耐心 等着最后这个契机的出现 前面工作就算很困难 等到最后的这个契机出现 一切都会瞬间变得水到渠成了 以前我年轻刚从警时 处理过一起凶案 一直忙了大半年 才算把凶手给逮着了 凶手既然做了案 早晚是会抓到的 我们当警察的不仅需要细心 还要有耐心 尤其是选择了干刑侦这块工作 我办案十几年了 经手的命案少说也有五六十起了 到现在为止 只有两起案子没破 不过这两起都是流窜杀人犯 最后被其他地方的警察给抓获了 我经手的谋杀案中 没有一起不破的 这次是典型的复仇谋杀案 不可能例外 现在我们手里 暂时没有更多的实质性证据 最关键的是 坚持正确的破案方向 不能动摇 这个方向就是坚信凶手 是化工科班出身的 包括甘嘉宁同学和同事 化工科班出身的 就那么百八十号人 我们一个个详详细细地追查下去 不可能查不出来 所以你们一定要有信心 坚持这条线深入下去 我敢保证 很快凶手就能露出水面 听了他这一番话 林杰的情绪顿时变得积极了许多 老大 我这就去查 一定不会让这个嚣张的凶手躲过去 对了 刘志勇那边我就不去看他了 你找人替我跟他道个歉 顺便告诉他 所有关于案情的情况 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凶手很有可能是他的同学 如果他跟其他人透露了 我们警方要再找他麻烦了 陈静又经过了连续三天的送牛奶 遇过了好几个保安 每次都如上回那般 保安看到电瓶车后的送奶香 直接就放行了 从未走出门房打量过 看来冬季实在是犯罪的黄金季节 不但衣服穿得多 戴帽子戴口罩 不会引起旁人的奇怪 也没法让监控拍到面目 所有人的防备心力也大大的降低 都情愿缩在屋子里 不愿走到室外 看来进小区这一步已经搞定 剩下的工作 继续完成不在场证明吧 他拿出手机查看了天气预报 一场冷空气正要到来 明天晚上开始会有降雨 偶有小雪 这场冷空气预计持续时间很久 未来一个星期都将是雨雪天气 机会这么快就来了 他回到酒店 并且留心看了看一楼大厅和酒店前台的监控位置 依然了然于心 随即在房间里待了会儿 又离开酒店 来到车上 他换了身紧身的衣裤 让自己的胖身段看上去稍微苗条点 还稍微化了点妆 让皮肤显得白几分 更年轻些 同时贴了一片横虎和一些烙腮虎 带了顶鸭舌帽 帽眼微微向下拉 遮住了额头的部分 他拿出镜子照了一遍 很满意 做完这一切 他放心地开车到了酒店门外的街上 下车后朝酒店走去 进门后 他把头微微向下低 使大厅里的监控拍不到他的脸 随即来到前台处 同样他把头微微向旁边侧避开监控 同时他的双手也插在口袋里 他不希望身体任何一处能找出特征的皮肤 被监控拍进去 服务员 我要监豪华的标准监 我喜欢住顶楼 顶楼还有房间吗 一名服务员微笑向他点头 请他稍等 另一位服务员很快地打开软件 看了一遍 先生您好 酒楼还有豪华标准监的 哦 那好 我上次来住你们的906 这间还空的话就这间吧 嗯 啊 这间空的 您要住几天 请拿身份证登记一下 开三天吧 陈静一边低头说着 一边手册在柜台后 不让监控拍到手 从钱包里面拿出那张假身份证 啊 这张身份证词条好像坏了 有时候刷不出来 服务员接过身份证 试了一下 果然刷不出 果然刷不出 朝他看了眼 身份证上的照片和脸型有些相似 而且都是落腮胡子 便没有怀疑 哎 我这边输入一下就行了 输入后 发现身份证号码是对的 这一点 陈静当然早已在其他酒店试过了 半假证的现在水平都很高 半的都是真号码 真照片 随后 服务员人工输入登记后 陈静交了钱 顺利拿到了钥匙 所有工作都已完成 一切就等这场冷空气的到来吧 这一天 是12月20日 明天是12月21日 后天 是12月22日 12月23日凌晨 王格东还在睡梦中 接到凌杰的电话 老大 县城派出所打来电话 他们所长范长根和他老婆 在医院双双抢救无效死亡 医生断定是急性身中毒 身中毒啊 皮霜 王格东顿时惊醒 睡意全无 范长根 妈的 又是跟何家案子有关 哪家医院 好 我马上赶去 王格东立刻从床上爬起 嘱咐老婆照看下孩子 遇到药案 他得马上赶过去 他心急火燎 心里很清楚 这次的案子 与前两次的意义 完全不同了 前两次死的 顶多是官员家属 而且是已故官员家属 报道市局里 也是普通的民间命案 这次死的 是县城派出所的正所长 公安系统内的人 而且范家 在京县官场势力庞大 这一回 显然酿成了惊天动地的大案 派出所所长连同老婆在内 一次性被人杀了 岂不引起京县的官场地震 再联想到之前江家李家的双双灭门惨案 哪个官员 不会人人自危 所有的罪责 恐怕都要迁怒到他这位主管行政的公安副局长头上了 王格东咽了口唾沫 胃中感觉翻滚作呕 他强行忍住 经过了一个月苦闷的排查工作 他们的侦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进展 凶手在杀死李家母子后沉寂了半个月 又开始行动了 此前派人保护的几个凶手下一次可能行凶的目标 都安然无恙 反而是范长根这位派出所的所长知道案情的人 却成了下一个被害目标 姿势体大 姿势体大呀 这件事不知会牵连多少 自己被问责在所难免 手下这帮跟着自己连续加班苦差的行政队员 恐怕都要遭受批评牵连了 一时间很多烦恼的事在他心头泛起 他无心去想明天怎么应对上级 现在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再说 到了第一人民医院 那里的一间抢救室外 已经占了几名行政队员 另外县城派出所的人守在门口 里面用白围杖围了起来 远处几个病人和家属正在围观私语 王格东恼怒地看了一下围观者 静止朝礼走去 林杰和几个人马上围了上来 怎么样 确认身中毒了吗 嗯 老陈已经在里面了 王格东快速穿入房间 里面两张床铺分别躺着死者范长根和他老婆蒋平 两人闭着眼睛 面色灰白 神态消瘦 显示出严重脱水的症状 旁边陈法医仔细地查验尸体 回头见到王格东站起身 老大 医院说是急性的深中毒 我看症状呢也完全符合 回头把身体组织带回去 检查就能确定了 王格东明明嘴 回头看林杰 整件事到底什么情况 刚刚我们初步问了所有当事医生 昨天下午大约一点 医院接到范长根打来的急救电话 电话里声音已经有些不对劲了 救护车赶到范所长所住的地警院小区 按门铃的时候 范所长捂着肚子出来 蒋平已经站不起身了 两个人送到医院抢救了大半天 还是没有救火 全死了 王格东转身叫来一名派出所的问 昨天你们所长没来上班 所长一早上没来 到下午我们才知道这事 所长的子女刚收到消息 正准备连夜赶来 王格东稍一思索 就问陈法医 沈中毒发病时间要多久 从医院的症状描述 和两个人中毒的情况上看 他们体内的这个剂量 发病只需要几个小时 就是说 两人是在昨天早上中毒的 没错 他继续问派出所的 你们所长住在地警院 是的 地警院不是很多县里领导也住着 听说安保很严密吗 是的 我有一次办事要进小区 晚安拦下后还要看身份证 登记过后才让进 好吧 你再叫上人 还有 老陈 赶紧让你的人起床 到地警院调查取证 其他几个人留在这里守着 另外医院的医生 叫他们不要声张 外面围观的闲杂人等 立刻赶走 他心情很沉重 现在得到的信息 范长根是在家中被人毒死的 而且偏偏住在地警院 这全是领导居住的小区 杀人都杀到县领导家门口了 这件事 他这个县局的副局长 这回注定是扛不下来了 外面风雨交加 天气阴冷刺骨 还在车里 局长就打来电话 询问王格东 这次事情该怎么办 王格东满腹烦心 这种事 只能报上去再说 要怎么处理 他也无可奈何 局长语气也不太客气 前面命案没破 现在县领导居住的小区 公安人员被堵死了 这件事的责任 可不光主管行政的副局长辈 他这位证据 也跑不掉 他这位不懂行政的政局长 平时也顶多问问王格东办案进展 没能力插手 如今事情一出 明天铁定直接省力要来人了 他听完王格东的话 只能嘱托一句 赶紧去地警院查线索 他这边要想想办法 如何应对明天省力的人了 到了小区门口 跟值班保安简单说了几句 当即放心 四辆警车浩浩荡荡开了进去 在保安的指引下 马上到了凡家门口 让保安找出钥匙开了门 包括王格东在内的几个专业人员 仔细地戴好手套脚套 穿入屋中 屋里散发出一阵的臭味 原来地上留了一些污秽的呕吐排泄物 老陈介绍 急性深中毒的典型症状 就是严重地上吐下泄 很快脱水而死 即便及时输液补充 也会因脏气功能衰竭而亡 只要中毒的剂量达到致死量 几个小时内一旦开始发病 几乎就不活 王格东面色阴沉 几个人在客厅查看一番 除了地上的脏物外 没发现其他有用的线索 随后往前走 来到餐厅 一张西式大餐桌上 放着几个盘子 盘子装着小菜 旁边放着碗 痕迹显示喝了粥 此外 还有两个空的玻璃牛奶瓶 不用等王格东吩咐 惊艳老道的陈法医 就指挥人把所有吃剩的食物器皿 包裹好带回去化验 之后众人每个房间巡视了一圈 没找到任何可疑的物件 王格东愤懑地挠了挠头 刚才问了保安 说范长根昨天早上没出过门 下午直接救护车带去医院 看来毒是在家里种的 老陈 你觉得 是不是那些吃的东西有问题 这次呢 没有发现李家案子 喷气瓶之类的装置 而且深化物是固态 如果是空气中毒呢 一般情况下 剂量不会直接致死 应该是通过食物吃下去的 粥肯定是自己家做的 另外几个小菜 刚才看了冰箱 是从里面拿出来的 从剩余量看 不是昨天才刚开始吃的 剩下最可疑的 就是牛奶了 没错 这种瓶装奶是订购的 牛奶厂每天早上送来 如果凶手在牛奶里下毒 是最有效的 如果真是牛奶里下毒 凶手是怎么办到的 是怎么把毒药放进牛奶里的 对 咱们先去看看门口的送奶香 他们到了别墅门口 马上就发现了情况 铁门一侧的墙壁上 挂着的奶香 奶香上方还插着一张打印的纸 只已被雨雪沾湿 但还可以看得清楚 上面写着 公司近期将分批 对所有用户的奶香 进行拆除更换 请用户妥善保管好钥匙 王格东再仔细看向奶香背后 顿时发现 这个奶香不是用螺丝钉敲上去的 而是直接用万能胶粘到墙上的 他忙叫过陈法医 请他查一遍奶香上 是否还有指纹 陈法医对此毫不保希望 一是凶手没一次留下指纹 二是这风雨天理 就算有指纹 也很难保留下来 他给奶香喷上一层液具 用荧光灯看了一圈 摇摇头 王格东气恼地叹口气 让人拿来工具 直接把奶香从墙上挖下来带走 挖下后 清晰看到万能胶旁边 有两个螺丝洞 显然是之前那个真的奶香留下来的 顿时 王格东目瞪口呆 他一下子就想明白了 凶手在真正的送奶工送奶后 来到奶香旁边 撬下了真奶香 而把自己的假奶香粘到墙上 箱子里装着两瓶剧毒奶 这样的犯罪显然经过了精密筹划 凶手在细节上处理的事 十分倒位 首先 真奶香的药是在屋里 凶手如果想在真牛奶里下毒 箱子上的空隙太小 只能看到里面装了什么牛奶 很难用工具朝牛奶里注射毒药 其次 就算真用什么能弯曲的注射器 往里面注射毒药了 牛奶密封罐上有针孔的破口 说不定会引起 范长根这位警察的警觉 再次 凶手也不能直接撬开奶香换奶 因为那样奶香的所坏了 容易引起主人警觉 所以凶手采用了 直接换了整个奶香的做法 然后 把新钥匙留在假箱子上 伪装成牛奶公司换奶瓶的样子 范长根老婆取牛奶时 自然不会起义 第四 凶手要等到真正的送奶公 送完奶后 他才能下手 否则先换了箱子 真的送奶公来了 发现钥匙插不进去 当然要跟主人说了 第五 凶手把假的奶香放到了墙上 选择了万能浇 而不是模仿真奶香敲螺丝钉 因为你用工具敲开奶香时 不会发出声音 而要敲螺丝钉安装奶香 必然会发出声响 说不定会吵醒小区里睡着的人 第六点 在时间挑选上 凶手一定是一直在旁蹲点 一看到真的送奶公离开 马上动手 否则太晚了 说不定范家已经出来拿了奶 那样他就前功尽弃了 仅仅是一个牛奶下毒的过程 短短几件事里 凶手的做法就暴露出了 他无微不至的犯罪细节 王格东不仅脖子一凉 一阵从今以来从未有过的害怕 浮现在心头 确实 他从未遇到过如此高明的对手 这时旁边一人撑着伞走过来 一开始住在同个小区的县委书记 王格东一阵头当 书记脸上表情沉闷 看不出喜怒 老王 我听说范长根跟他老婆被人堵死了 李书记 这件事我们局长已经报上去了 在这里被人堵死的 王格东有些不知所措 只能尴尬地答应着 听说前几个礼拜 江家和李家也是被人堵死的 你们公安局还没破案 这次是不是同的人干呢 现在还没法完全判断 我们小区都出这种事 你们公安局该干点事了吧 说完铁着脸 转回申梨去 身旁的行侦队员都咬着牙口 如果是个其他人说出这种话 早忍不住冲上去揍人了 他们这一个多月来 辛辛苦苦查案 还被说成不干事 这谁受得了 包括林杰在内 所有人都替王格东打抱不平 不少人嘴里不甘不敬地骂着 这狗官自己干过几件人事 有本事他妈你来查 王格东嘴里劝慰这队员算了 萧萧火 这件事责任在他这个主管者 他心里也清楚 这把火算是把他自己 这原本就不畅的仕途 可算烧得一干二净了 他苦笑了一下 看来这案子再拖断日子 他一定会被退居二线 调到金文宝处这种养老部门了 事情已经发生 说什么都没用 谁让他这位主管怎么都没想到 凶手的下个目标 会对象范长根这位知道案情 又住在这种小区的派出所所长呢 他强撑着自己的情绪 安排人去跟保安拿小区监控 一边留下两人 让他们守在现场 不过也别太累 这小区没什么闲杂人等 只要把警车停在别墅门口 挡牢不让任何人进去 他们在车里补个教吧 吩咐一番后 让其他人都先回去休息 各种侦察工作 等天亮了再展开 他收起雨伞 微微闭眼仰头 对着漫天的雨雪 驻足彷徨片刻 他深深吸了口夜里的冷气 神色落寞 步伐沉重地迈入车里 他已完全没了睡意 这是准备到宪局 坐等天亮后的IP呢 中午刚过 林杰就跑进办公室 老大 省厅专案组到了 已经找局长聊过 现在专案组组长 正在小会议室里等你 要找你单独谈谈 还要找我单独谈 王阁东眉头一皱 反正这个黑锅 自己背定了 兵来将挡 水来土野 随他去吧 他疲倦地站起身 伸直身体 一进门 王阁东做梦也没想到 这次的省厅派来的专案组组长 竟是一张老面孔 对面那人大约六十岁左右 头发有些花白 戴着眼睛 穿着一级警督的制服 坐在椅子里 看见王阁东微微皱眉 随后站起身 嗨 不就案子没破吗 不就案子没破吗 用得着这样灰头土脸的 怎么 昨晚没睡吧 老大 怎么是你过来的 原来这位老警察 叫朱国山 王阁东刚从井那会儿 在另一个县公安局行政队 而朱国山 当时是县局主管行政的副局长 王阁东整整跟了他六年 一起破获了好几个大案 朱国山对他一向很看重 也是朱国山一手提拔了他 可谓领导监师长 有着知遇之恩 后来朱国山因为破案能力突出 直接调往公安部 再后来 又下派到省厅 当行政医处的处长 兼指导员 高级专家的技术支撑 同时这几年 还兼任省公安厅 进修院校的行政教授 他对行政这一套 有着丰厚的理论和实践经历 省内不少地方的行政领导 都算他的半个门生 自从老领导调往公安部后 王格东与他来往就少了 前些年调回省里后 每年过年 王格东都会到朱国山家里拜年 这一回他做梦也没想到 省厅一大早成立的专案组 组长竟是他的这位老领导 你们县这一个多月 连发三起性质极其恶劣的下毒谋杀案 尤其是昨天死的 是你们县城派出所的所长夫妇 案发地竟然还是你们县委领导处的小区 沈氏两级领导极为震惊 昨天半夜接到消息 一大早省厅马上召集 开了个紧急会议 会上当即以省厅名义成立专案组 赶到你们县接管这案子的后续调查工作 我听到是你们县出的案子 担心这回啊 你要吃苦头 所以就次见当专案组组长 赖你们县里看看 顺便也多少能护着你点 王格东眼眶红润 愧疚见感激 老大 你这都好几年没直接办案了 这回为了我却 这个案子听出了大致近况 凶手犯罪从未落过面 前两次监控也没拍到凶手的面目 别人怕这个大案会查成死案 意想虔诚 所以会上没人表态接受此案 我反正过两年就退休了 也没什么虔诚好计较 回前我跟姚副厅长说过我的意想 他也知道你是我带出来的 懂我意思 所以会上他点名推荐让我来带队 其他人更不会有意见 可是 可这案子确实查起来有难度 如果 如果拖的酒没破 您都快退休了 岂不是给您丢脸吗 你怎么对你自己这么没信心呢 我 嗯 这次 名义上 我是省厅派来的专案组组长 实际上 破案的总指挥 还是你 怎么还是我 王格东有些惊讶 出了这种事 自己被调往养老部门也不意外 怎么还会让自己主导破案呢 你跟过我这些年 我也关注过你这几年破的案子 对你的办案能力是丝毫不怀疑的 案子发生在京县 你对县里情况比较了解 我越阻代跑办案肯定没好结果 所以办案的主导还是在你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来之前 我跟省厅的几位领导谈到过你 商量对你的处理意见 他们对你的办案能力都是认可的 你办的案子 省里领导也多有耳闻 所以啊 都同意继续让你来破这个案子 我这边帮你争取了资源 知道你们县行政人员偏少 人员能力偏弱 所以特别带来了 十来个省厅有经验的技术骨干 协助你办案 另外 市局里的大批人马也会掉来 同时省厅领导批示 这起连环谋杀案形象恶劣 所以当前省市县三级公安的工作重点 是把案子破了 一切办案需要的资源 尽管提 要人给人 要钱给钱 各单位都要协同为何 王歌东顿时眼前一亮 像黑暗中看到了光明 原本他们县局行政队就人少 而且人员办案经验参差不齐 就连查甘嘉宁的人际关系 都耗费了不少日子 现在老领导 为自己争取了大量的办案资源 要人给人 要钱给钱 其他单位部门都要以该案 为当前工作重心 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破不了案 那自己真的可以去养老部门待着了 歌东 当前你要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 不要沮丧 更不要悲观 你放心大胆地查 案子破了 功劳是你的 案子没破 责任在我 这 这样不行啊 没什么行不行的 我很清楚你的性格 那 咱们先不谈案子 案子放到晚上的动员会上再说 现在我作为你老领导 或者老师的身份 跟你聊聊你的性格问题 这个 这个 聊什么案 这几年凡是你接受的刑事案 基本都破了 尤其是命案 破案率百分之百 而且破案时间短 效率高 你的这些成绩省理领导都知道 但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你比人家高出一大截的成绩 职位却一直升不上去 反而跟着你的那些手下生钱了 有的调到省理现在级别都比你高 你却一直在县局的副局长徘徊 前几年还被调到京县这种 经济封闭 法治落后的内陆县城 换个地方 能出何家那种事 我 我 王歌东当然清楚 这是他不会与上级搞关系的缘故 但他根本没法说出来 唉 你性子太直了 总不肯委屈求全 我在车上听人说了你们金县的事 上半年你们县城镇长的儿子把人捅死了 是你抓的吧 好多人跟你来求情你都不理会 还弄了详实的证据 要检察员申诉时建议死刑 就这一件事 你知道你要得罪多少人 那家伙能当上县城的镇长 关系铁定比你这靠抓行政工作的副局长 硬得多 你这么坚持最后有什么好处 别人有理你吗 还不是照样直接绕开你 你管行政也就负责抓抓人 抓到了到底怎么办 你能说得上半句话 王格东闷着气红着脸 他知道老领导说的没错 他的权力范围只负责抓人 抓到人后又能怎么样 但我若这点关乎正义的底线都不要了 我还要紧服这层皮做什么 这些年来 整个大环境已经和他刚从井那会儿完全不一样了 他也时常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刚从井那会儿 抓罪犯是一种享受 一种正义的书章 一种骨子里的人生价值观的体现 但现在呢 有时候该进去的在外面逍遥快活 不该进去的莫名其妙进去了 很多人都随波逐流 适应着改变 而王格东 却依然坚持着一个警察的本分 这也是他试图坎坷的最大根源 你有能力没错 这点省市县三级公安领导都一清二楚 要是你没这能力 凭你的性子早被调到金文宝出了 但领导用人既需要梁将 更需要心腹 梁将是遇到事情派出去打打仗的 心腹才是随时随刻提拔升迁的 你的性子之所以升不上去 因为任何一个领导 都没把握让你当他的自己人 所以领导关键时刻要用你 但平时不会重用你 就拿我自己当笔法 当初我调到公安部 后来又调往省厅 也不是光凭我破的那几个案子 因为我一帮老同学都在厅里 不理日要职 姚副厅就是我老同学培养出来的 我劝你呀 要改改姓子了 你和隔壁市局的副局长高洞 也认识吧 他是省厅所有领导公认的能力 也是大家最看好的 大家都相信十年内 他一定会做到大事的政局长岗位 他光凭他岳父是政法委书记的关系吗 那也只是气不高 后面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你和他年纪相仿 你该学学他的做人做事方法 他同样是新针专家 破案效率也很高 遇到答案几乎一个没了 全破了 可人家在坚持正义抓罪犯的同时 遇到小事情很懂怎么处理 有些是你睁个眼闭个眼就过去了 别那么较真 懂吗 王格东闷红着脸 他不敢跟老领导顶真 只好点头 我会考虑一番的 你自己是要好好想想了 我过几年就退休了 我子女工作都已妥的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 你是我一手带出来的 也是能力最强的 我一向最看好你 实在是你的性子不适合做这行 哎 当这案子破了 靠这笔政绩 加上我找老朋友说说 努力一下 让你换到沿海市级的大县 或者进市局的行政处赶赶 总在这么个内怒县城 带着也没出息 王格东忍着眼泪 老大 你这么为我费心 我 我 其他都是次要的 关键是你换个环境后 要学着变一下自己的性子 懂得变动 好了好了好了 多余的话我也不说了 说多了你心里总愿我啰嗦 当前最重要的 还是把这起连环谋杀案破了 案子要是破不了 你的处境就更艰难了 范长跟夫妇被害的第二天 徐增就听说了 连派出所所长都敢杀 而且是在县林岛 集体居住的小区被杀的 这案子 注定要痛破天了 很快他就听闻 省公安厅成立了专案组 由著名刑侦专家 诸国山带队 立即赶赴金县 所有周边县市兄弟单位 全部都要协助配合 以抓捕凶手 为近期最重要的工作 金县公安局下辖的各乡镇派出所 全部由专案组统下管理 包括治安分队 经侦队等其他部门 暂有专案组统筹近期的工作安排 一夜之间 所有资源全部集中起来 目标直指抓捕凶犯 徐曾心中既为沉浸的处境担忧 又想不明白一件事 听公安的朋友说 他们根据监控测算出了凶手身高 已经模拟出大致的体重 之后翻出甘家宁前后几家同学 当年的体检记录 所有符合凶手身高的人 全部进行了调查 结果全都排除了 照理说身高是不会变的 即便是变 也是年岁增长产生轻微的驼背 但大致是差不了多少的 陈静是甘家宁的同班同学 查身高应该很快就能救出他来 可是他是怎么躲过去的 对于这个问题 他没法问公安朋友 有没有查过一个叫陈静的人 他想着或许陈静人在国外 警方没有调查深入罢了 除此之外 他绞尽脑汁也想不出 陈静这一回 到底是找了谁来做他的帮凶 公安的调查结果显示 很显然的证据是 此案有共犯 所有人都知道这案子有共犯 可是共犯是男是女 目前都毫无线索 徐静脑中把所有陈静认识的面孔 都想了个遍 实在是想不出 谁会冒着枪毙的大罪 帮他作案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他担心天罗地网下 陈静最后还是逃不出去 如果那样他进了公安局 若王格东怀疑徐增是知情人 在逼供下 陈静能忍住不着吗 自从上一次见面后 他相信陈静不会害他 但在逼供中 谁能保住自己的立场呢 像这个痛破天的大案 一旦暴露出来自己是知情人 谁也护不了自己了 苦思半晌 徐增面对眼前的局面完全束手无策 中午出去吃饭 路过门口保安室 告诉他有个包裹 拿到一看 是个不认识的人记得 电话一栏 也是空白 他一想 这准是陈静上回说的包裹 他小心地收起 一个人回到办公室 偷偷拆开 里面是个精致的木盒子 掀开盒子 整齐地排列着二十根雪茄 每只雪茄上贴着英文 显然是外国货 徐增不由皱起了眉头 宋来一盒进口雪茄做什么 这个就是陈静说的 但愿不会用到的东西 莫非是雪茄里面藏了什么东西 徐增犹豫一下 抽出一只雪茄掰断 里面是烟草 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他把烟草全部弄碎 确实只是烟草 再无其他 这算什么意思 徐增完全猜不透 陈静说过 永远不要碰他寄来的东西 他不会害我的 还是听他的吧 对 陈静知道我这几年 很少抽烟了 所以会选择送雪茄 这样我不抽放到一边 也显得很正常 他拉开抽屉 把雪茄往里面一塞 陈静疲倦地躺在家里的椅子中 手里握着药瓶 面前放了杯水 杯旁不少水溅出 现在是冬天 他却满头冷汗 药物控制头晕的效果 越来越短了 不能再拖了 范长根已经解决 只要再把范长根的小舅子 张宏波处理掉 就能完成甘家宁的所有心愿 所有事情都可以告一段落 今天补了半个月前拔的牙 所有的后续工作都已完成 只剩最后一次犯罪 不知道警方办案查得怎么样了 想必范长根被杀在地警院内 一定很轰动 警方也一定加派了人手查我 这么下去 早晚还是会怀疑到我头上 不过好在回顾了所有的作案细节 最后负责杀人的那位朋友 从未留下任何的政治 想必目前警方 甚至对那个朋友的敬别 也无从知晓 好吧 就是需要这样 只要那个人不被查出 怀疑到我也没有关系 沉静笑了 笑得很心满意足 丝毫没有任何悲伤 专案组动员会已开完 夜已深 王阁东办公室里 他和诸国珊两人 一直接着一支点起烟 分析着案情 整个案情不算复杂 但凶手手段很高明 今天看了详细卷宗 又听了你的办案经过 跟何家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才知道还有这样一号 凶手的存在 现在唯一明确的 就是犯罪动机了 凶手不图才 致害命 而且所有被害者 都指向甘家宁的事 但凶手的下手对象 是有选择的 他顿了顿 王阁东认真地听他讲下去 第一次作案 凶手目标是 江平的遗伤和儿子 这很显然 江平是打死何剑生的 直接凶手 同时甘家宁炸死三人后 江家也多次找何家寻仇 这点凶手一定早看在眼里了 接着 凶手的目标是李刚一家 李刚与何家案子无关 只是刚巧协调时 被甘家宁炸死了 此后李家也多次找何家寻仇 凶手杀害李家 完全是因为李家 来找何家寻仇这一点 社区主任陆卫国也被炸死 但他家从未来找过何家 所以凶手 没有对陆家动手 此后 凶手的目标 就锁定在那江平的上级 也是何剑生被打死的 间接凶手 范长根 你看出了什么名堂没有 凶手的杀害目标分成两类 一类是所有事情源头的始作俑者 另一类是 虽和何家没直接关系 却因甘家宁 侍候到何家寻仇的 如果凶手杀人分这两个方向 那么他如果还会继续犯罪 下一个目标 会是谁 张鸿波 所有事情归根到底 都是范长根这位小舅子惹出来的 你明天马上派人手 穿便衣 找张鸿波说一下事情的严重性 另外 多派几名便衣 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保护张鸿波 前几次作案中 凶手都没直接和被害人接触 而是用了化工毒药 所以一定要告诫张鸿波 注意饮食 绝不吃任何外送食品 另外 便衣要把他起居和工作环境的周边 好好检查一番 以免留下后患 如果在跟踪保护中 发现任何可疑人员 直接控制起来 除了张鸿波外 另几位姜家李家的亲戚 曾经找过何家麻烦的 也要跟踪照顾一下 人手问题嘛 张鸿波这边 你们行政队的直接跟进 其他人的安防工作 可以让智燃队 和下面派出所的调用 好 明天一上班我就安排 咱们再回到案情上来 除了那名胖子外 另外一名帮凶的身份信息 一点点线索都没有 查不出 第一次胖子在安乐路上 对江小兵下手后 他是一个人出来的 江小兵尸体肯定是被车子运走 才不会被监控拍下来 但车子查不出结果 第二次杀李刚一家 小区监控拍到胖子 在犯罪前离开了 显然最后操纵遥控器 是另有欺人 这么说来 到现在为止 帮凶是男是女也不清楚了 没错 包括当初杀害江小兵后 伪装绑架案 电话中的生意 是凶手还是帮凶 也无从判断 凶手精通化工 又为何家复仇而来 证明凶手和甘家年的关系 非同一般 那么这个帮凶和凶手之间 又会是什么关系呢 莫非是夫妻 现在也不排除帮凶是女性的可能 因为帮凶只做了两件事 运走尸体和操作遥控器 这两件事女人也可以办到 但夫妻的话 妻子怎么会帮助丈夫 为了另一个死去的女人 而实施犯罪呢 如果凶手是女人 胖子才是帮凶呢 妻子和甘家宁有着深厚的友谊 胖子是帮助妻子杀人 难怪查遍了符合胖子身高的老同学 也没有找出谁有犯罪嫌疑 如果答案真是这样 就讲得通了 我明天就去查甘家宁的女性同学 诸国山私存片刻 又自己摇摇头 我这个假设有点不靠谱 你千万别被我打乱了思维 女性同学 就算当年的关系再密切 无非也仅是朋友关系 而且女性间的友谊 往往不太坚固 好吧 就算很坚固 但我实在没法想象 女性会为了友谊 而抛开自己的人生 去犯重罪 老大 那你的看法是 我暂时还没想出 其他合理的解释 咱们还是 先等明天 犯长根案子的勘查结果吧 第二天中午 林杰到办公室跟两人报告 老大 范家案的勘查结果出来了 市局毒化实验室提取了牛奶的存留物 证明的确是皮霜中毒 而且牛奶中的皮霜量非常大 超过了皮霜在水中的溶解度 皮霜甚至以固体沉淀的方式存在牛奶瓶中 法医说 可能是凶手考虑到牛奶堆未粘膜有保护作用 所以才放入了大企量的皮霜 确保必死无疑 同时还检测出极其微量的流 工作人员拿了同款牛奶做对照实验 对照组中未发现流 表明流也是凶手放入的 那又说明了什么 法医的意见是 凶手所用的皮霜 是他用熊黄自行经过氧化反应得到的 因为熊黄里面含流 所以提取后的三氧化二身中 也混着微量的流 王阁东看向诸国山 皮霜是凶手自己用熊黄提炼的 熊黄到处能买到 这犯罪工具的追查案 还是如之前一样 没法进行 诸国山显得有些无奈 他办案几十年了 遇过的投毒命案 也是农药老鼠药 等农村里的寻常案子 他也只听过没有亲自见识过 凶手用上尼古丁情化精 等市面上根本买不到的剧毒品 尤其是这个凶手 毒药都是自己用普通物质合成的 其他情况呢 我们连夜查了监控 还原了凶手的犯罪经过 12月22日早上6点05分 真正的宋乃工 离开地警院小区之后 过了不到五分钟 凶手骑着一辆灰色电瓶车 进入小区 电瓶车后 有一个标志性的宋乃箱 估计是伪造的 我按理所当然地认为 是宋乃工 所以并未阻拦 根据后来的侦查分析 大概是凶手骑电瓶车 到了范家门外 用螺丝刀撬下了真的奶香 随后拿出假的奶香 用素粘胶连接到墙上 奶香的锁口留下钥匙 箱子上贴上那张伪造的公司告示 此后 范长跟夫妇拿到牛奶 喝下中毒 此外 我们发现案发前的一个星期 凶手曾经多次 伪装成送奶工进入小区 保安一次都没有察觉 估计前面几次都是为了踩点 以及试探小区的安防环境 凶手依旧没露面 是的 前几次踩点 从骑车人的背影判断 依旧是那个胖子 戴着帽子 口罩 还有手套 但是案发当天实施犯罪的人 由于前一天开始有暴风雪 当天早上雪油下得很大 监控拍不清晰 隐约看 骑车人的身影 似乎瘦了一拳 王格东和诸国山顿时一惊 这一回这名帮凶 首次出现在监控中 不过 依旧戴着帽子和口罩 加上当天天气的影响 犯罪时间天眼没亮 光线昏暗 根本无从对此人的身份 进行确定 把视频发到我邮箱 我再看看 其他还有什么情况吗 基本上就是这些 所有的详细报告 都在这份卷宗里 另外还有一件事 灵节面有难色 王格东迟疑地看着他 早上接到派出所消息 范长跟他儿子和女儿 一大早带了一帮亲戚朋友 闯进何家 把家砸了 把人打伤了 什么 王格东和诸国山同时叫了出来 大惊失色 人怎么样 何先生他妈被打昏了 现在已经送往医院 甘家宁的四岁儿子 据说也在混乱中 被人一脚提昏 现在也在医院 我刚问了 两个人暂时都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 小孩子可能被吓到了 醒来之后 变得不哭不闹 神情木然 一句话也不会说 范长跟的一对狗儿女 怎么会找上何家的 听说 听说是派出所的人告诉他们 他们父母是被甘家宁的朋友弄死的 所以 叫上了一大帮人去 派出所的呢 我之前不就特意嘱咐过 不能让任何人再去找何家麻烦 去的人里 就有他们派出所的 后来是一位副所长知道了 带其他人赶过去 才把事情劝下来 把人送到医院 我这也是刚收到的消息 去他妈的混蛋 林队 你马上带县局的人 把早上闹失的全部抓回来 包括派出所参与的家伙 老大 范长跟虽然死了 范家的其他亲戚 全部都在领导岗位 早上的事 范长跟的兄弟姐妹也有参与 这个恐怕抓不动啊 王阁东愤怒地 常常呼出一道鼻息 莫不作声 这几天 我也听了不少 关于范家的事 好像范家在你们县势里 很大吧 范家死去的老头 是县里的原书记 子女个个当官 号称全家公务员 一举撒所长 包括他们各自配偶子女 以及亲戚朋友在内 很多都是县里和周边县市的领导 省市两级都有范家的关系网 在县里 就没有范家办不了的事 当初江平打死何进生 你都办不了他 现在因早上的事 抓范长跟的子女 确实不太好办 不过这人肯定是要抓的 王格东和林杰都抬头惊讶地看向诸国山 咱们现在抓不到凶手 首要工作室防止下一级命案 咱们昨天已经商量过了 凶手的目标分两位 一类就是找何家麻烦的人 早上的事一闹 说不定凶手很快就知道 那么早上那帮人就危险了 还是先抓回来 安排到宾馆住着 等过段时间再说 负责抓的人嘛 你们县局的不方便出面 我这边带的省厅的人有十多个 早上市局也派了一支刑侦分队过来 等下午到了 让市局和省厅的人来抓 遇到范家的人 解释一遍相信他们也会理解的 灵节走后 王格东紧抿着嘴坐在椅子里 好了 你也别再为这事放弃了 这种事我遇过得比你多 官场从来都是吃人情饭的 你们内陆县市 多的是家族势力盘旋根植 沿海大县市重要的是站好队伍 跟进石权领导 鬼根到底还是换糖不换药 一样的 你要学着试验 唉 我知道 就是心里这口气不舒服 诸国山看了他一眼 没继续说什么 转回案子上来 咱们看一下范家的这次监控视频吧 王格东注意力转回破案上 打开邮箱 两人仔细地反复看了几遍所有监控 过后他思索良久 最后十二月二十二日案发当天 画面太不清晰了 光线很差 又飘了雪花 但这个骑车人的轮廓 和前面几次踩点的胖子 似乎有点不同 瘦了一圈 照这样看 最后案发当天去换牛奶香的 不是胖子 而是那个帮兄 三次案子有共同点 帮兄都扮演了关键角色 没错 现在看来 除了第一次江小兵 到底是谁杀的不清楚 后面两次犯罪中 胖子都包揽了犯罪工具 现场踩点等 所有的犯罪准备工作 而最后实施犯罪 杀死被害者的 都是那个帮兄干的 第二次李家的案子中 胖子在李启明车子 开进小区前 就离开了小区 范家当天的 置换牛奶香的家伙 身形也不像那个胖子 现在有个问题 胖子做了这么多工作 为什么每次最后杀人时 胖子都不自己直接动手 而是让那位帮兄来做呢 要知道 胖子的各项准备工作 才是最困难的 也要在惊恐探头下露面 具有危险性 而最后杀人时 一次只需要躲在一旁 操作遥控器 一次只需要换个牛奶香 都是很容易办到的事 却偏偏偏交给了另外那个人 王格东沉思了板上 开始缓缓地点起头来 最后一拍大腿 嗯 唯一的解释只有一个 那个人才是主犯 胖子才是从犯 真正的策划者不是胖子 而是帮凶 也就是说 真正要替甘嘉宁复仇的 并不是胖子 而是那个帮凶 如果胖子是主犯 是来替甘嘉宁报仇的 那么他既然做了 所有的准备工作 最后实施杀人的简单操作 没必要分摊给另一个人 只有一种解释 那个帮凶才是要替甘嘉宁复仇 才跟被害人有着深仇大恨 所以 那个人才要亲自去实施 最后的杀人工作 如此才能泄恨 而那个胖子 只是协助那个人犯罪的 但现在 有个矛盾点 如果胖子是从犯 真正要替甘嘉宁报仇的是 那个帮凶 那么理应帮凶和甘嘉宁的关系 比较密切 帮凶肯定就是经过 安乐路车主中的一人 那这些车主你们都调查过 没有一个有化工背景 更不用提是甘嘉宁的同学了 矛盾点在于 要替他复仇的主犯 也就是那个帮凶 不具备化工背景 当然 更不会是他同学 而协助犯罪的胖子 具有很专业的化工背景 有可能是甘嘉宁的同学 这其中的人物关系 就扑朔迷离了 王格东顿时陷入了苦苦思索 如果这个矛盾点成立 那么侦查目标就有无限种可能了 一种是胖子确实是甘嘉宁同学 主犯也是通过胖子认识了甘嘉宁 此次作案 胖子用专业知识提供协助 另一种可能是主犯并非甘嘉宁同学 却是和甘嘉宁关系极深的一个人 胖子作为协助者学的是化工 但不是甘嘉宁同学 或许是其他学校化工毕业的 那么调查就压根没法展开了 原本很清晰的犯罪经过 就因为是两人共同犯罪 让我们的调查陷入了 扑朔迷离的怪圈中 如果凶手只有一个 那个胖子 那么我们也可以清晰直接地调查 甘嘉宁的同学圈子 现在两个人 谁是真正来复仇的主犯 谁是从犯 存在两种可能 主犯的专业背景 也存在两种可能 从犯是否和甘嘉宁相识 还是单纯为了帮助主犯 也存在两种可能 两两相成 现在的可能性就达到了八种 此外 主犯和从犯间的关系 存在更多的可能性 朋友 恋人 等等 这案子越分析 越复杂 如果真相今天分析的 胖子是从犯而不是主犯 那么前期调查 甘嘉宁同学的工作 就白费了 这次凶手的犯罪能力 犯罪细节和反侦查意识 是空前强大的 现在还有个疑点 凶手怎么会知道 范家订了牛奶的 凶手进小区彩点 看到范家门口的奶香 自然就知道了 凶手没法确定 小区内哪幢别墅 是范长根家的 我们问过小区的保安 地景院平日安防得很严密 除了送报纸和送牛奶的 其他人要进入小区 都要进行严格的身份登记 我们查了近一个月的 访客记录 暂时没发现可疑人员 而我到范家仔细看了一遍 屋外没有任何能 表明屋主身份的 范长根的车子 应该很多人认识的吧 可是小区别墅院子里 都建有停车库房 库房在墙壁一侧的背面 从别墅外向李张望 看不到库房里停着什么车 我们也问过范长根儿女 范长根的车 一直停在库房里 不会直接停院子里 其他有人知道 范长根的住所吗 问了他们派出所的人 很多人都知道 他住在地景院 但具体哪门哪户 同单位知道的也没几个 领导的私人住所一向保密 范长根也不例外 况且我们查了范长根的车 没发现跟踪定位装置 难道是真的宋乃公 透露出去的 我们昨天严审了宋乃公 他的口供毫无破绽 又询问他的单位 他负责这片区域的宋乃公做 已经好几年了 没有参与犯罪的可能性 同时他也说了 最近没接触过其他人 更没人问过 他地景院的情况 看来这个问题 只有凶手本人能够解答了 王格东不甘心地物质摇摇头 他相信案件的任何一个疑点 都极可能成为侦办的突破口 现在案子未解的疑点很多 可能性也很多 到底哪个方向才是突破口 他躺在椅子里 皱眉瞪着眼 凝神苦思 只要犯罪 总会留下线索 需要再度把三起案件 从头到尾分析一遍 才能确定最终的侦破方向 今天中午 沉浸在楼下吃饭时 听到旁边人 在说范长根的一子一女 回到县城第一件事 就是带人砸了何家 据说范长根的死与何家人有关 十九人来替何家报仇打 范家在金县呼风唤雨 谁敢得罪他们家呀 听说范家几个主要人都去了 带了一帮子人 不但砸了何家房子 连那堆可怜的婆孙都打去医院 小孩子才四五岁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沉浸深吸一口气 脸上没有任何动容 继续拿起筷子吃完了饭 下午 他打了辆车 在离何家三个路口的地方停下 若无其事地往前走 经过何家院子外时 他看到院墙已经塌了一半 地上堆着家具和电器 房门已经不见 楼上楼下窗户全破了 院子外有两个警察守着 远处上有几个年纪大 闲来无事的中老年人 窃窃私语 看来吃饭时 那两个人说的都是真的 他默默叹口气 没有朝何家看 步伐上也没有任何的停留 顺着对面那条路 离开了 经过那群老年人时 孙子先被他们暴打一顿 后来又被他们踢婚了 现在没事吧 不知道啊 这何家人没人敢出面 何家娘舅早上过来的 还没到就被他老婆拉回去了 哎呦 范家的事情谁敢管呢 哎 确实是坏 听说是有人替何家来报仇 才把江平 李刚 范长根家里 都杀光的 哎呦 这也有点恐怖的 那也是这帮人活该啊 你看当初何家儿子 被抓到派出所 直接送个骨灰盒回来 哎呦 多惨啊 陈进没有停留听下去 脚步不停 静止离去 好吧 做得真够漂亮 连他的儿子也大 你们做厨医 我做失误 看谁先死 陈进心跳加速 赶紧遮掩着拿出药片 直接吞下去 强忍着头晕目眩继续走 过了好几分钟 等症状好些了 他已走出了几个路口 叫了辆车 离开此地回到家中 一到家 他马上换了件大衣 把犯罪工具 装进大衣的内口袋里 又拿出两颗药丸服下 稳定神经 鸣鸣嘴 离开了住所 张红波 本来我想准备 更充分些再去找你 但那么范家今天 做的事情 已经让我无法再忍耐了 这一回 不用让我那位朋友动手了 我要自己 送你张红波上路 陈静坐进自己的车里 来到张红波房地产公司 楼下的一条路上 路上两边 零星地停着几部车 现在是下午 又是上班时间 路上人不是很多 他把车 开到街对面的一侧 虽然他很想快点动手了 他甚至都忍不住了 可是他还是用理性 告诉自己 冷静 一定要冷静 筹划完全了再行动 才能让犯罪更完美 这回犯罪 是很有风险的 因为他这次 准备直接近距离杀人了 他深呼吸一口 平复情绪 收敛心神 朝那座办公楼看去 他需要观察筹划 寻找合适的机会 这时他看到 那边办公楼下的路边 不远处 停了一辆黑色的桑塔纳 车达 车辆发动机开着 车尾巴的排气管间 或冒出一缕白气 幸好是冬天 如果是夏天 他或许就没注意到 车尾巴的白气了 他微微眯起眼 朝那辆桑塔纳观察 桑塔纳前头正副驾驶座上 分别坐了一个人 一人在吃泡面 一人开着半边窗户抽烟 沉浸看了几秒钟 心下起疑 随即下车 走进了旁边的咖啡馆中 走路的余光 又瞥了一眼桑塔纳 发现两人并未看自己 当然 从停下车到下车 还没有超过一分钟 沉浸的一切行为 都很自然 沉浸来到咖啡厅 要了个靠窗的位置 点了饮料和小吃 坐在沙发离窗户 远些的一侧 不动声色地 继续观察着这辆桑塔纳 看了好久 这两个人始终没有下车 而是隔些时间 就拿出烟点上 有时目光会向四周打凉 当然 他们是看不到沉浸的 过了大概一个多钟头 快到吃晚饭的光景了 路上的车子 也逐渐多了起来 这时 一辆黑色的本田车 开到了桑塔纳旁边 本田车车窗摇落 车里的人 对着桑塔纳里的两个人 说了几句 本田车里 也是坐着两个人 两人并不下车 停好车后 两人朝周围打量了几遍 随即和前面两位一样 抽着烟 煎火聊几句 有时又偷偷地向四周看看 当然这一切 都静落在玻璃背后 沙发一角的沉浸眼中 好吧 你们都是好演员 燕戏演得很逼真 当便衣 真是取材了 服务员 买单 沉浸站起身离开 便衣轮班 等着张红波 只能让这家伙多活几天了 王格东想了一夜 现在最大的困境 在于对两名凶手的身份 彼此关系 与甘嘉宁的关系 还是一无所知 原先他认准 胖子是甘嘉宁的同学 现在这个本就由 豁然性概率推理出的结论 已经摇摇欲坠了 因为至少有两次犯罪的 最后杀人操作 不是由胖子进行 而是由另一名 不知身份性别 年龄长相的同伙 最后的简单杀人操作 由这名同伙进行 证明这名同伙 才是替甘嘉宁复仇的元凶 胖子很可能是帮凶 是其他学校化工出身的 所以按胖子的身高 查甘嘉宁的老同学 才会一无所获 那么案子到这一步 还能怎么查呢 现在手里最有用的线索 只剩一个 那个牛奶箱 经过牛奶公司确认 这个箱子不是他们公司的 也就是说 这箱子是凶手 通过其他途径弄来的 凶手就算是个化学专业 犯罪用的化工毒药 都是他亲自练出来的 我也不相信一个 印刷精致的铁箱子 他能自己做出来 不可能的 这一定是找模具制造商定做的 每个地方都有模具店 都能定做工具 凶手会去哪儿定的这个箱子 就在京县本地 有可能 但聪明的凶手 更可能去外地定制 不管怎么说 这肯定是凶手定制的 而且凶手不可能很久之前 就设计好了杀人计划 这一定是近一两个月内定制的 想清楚了这一点 王格东一早来到单位 马上跟诸国山商量 下令县局跑一趟工商局 找出全县所有的模具加工厂 不管工厂大小 都要找人亲自上门跑一趟 问清楚 有没有人来订过这个箱子 之所以找工厂 因为生意虽然是模具店做的 但模具店最后还是要找工厂加工 一来模具店数量多 二来有些未在工商部门登记 查起来有些困难 三来凶手也可能直接找到工厂 只要哪家工厂 确认做过这个牛奶箱 再找到提交订单的模具店 最后就能查出定制人的情况了 同样的方法 诸国山帮他报到省厅 要求周边县市立即派人 着手调查各自区域的情况 安排完这件事 王格东又询问了手下 昨天去医院 看望何家婆孙的情况 一方面的目的 也是想从婆婆口中 问出最近家里 有没有什么人来过 可是得到的答案 与案情无关 看来婆婆确实不知道 究竟是谁来为他们何家复仇 灵节陪着王格东 再次来到地警院 王格东心里 还有个谜团未解 凶手是怎么知道 范长根家的具体住址的 一种情况是熟人 但根据范长根子女的供述 除了亲戚外 只有个别单位的领导 知道范家具体住哪门哪户 凶手是为了何家复仇 这凶手又是范长根 很熟的亲戚朋友 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而且范长根子女 说家里从不认识 什么搞化学的人 另一种情况 只剩下跟踪了 但地警院除了大清早 允许送报公 送乃公进入外 外人根本没进入的条件 一大清早 范长根不会从外面回家 而如果范长根下班时跟踪 到了小区门口 来人要登记 范长根车子早就进去了 等到凶手登记完再进入小区 此时范长根早已把车子 停到了别墅外面 看不见的停车库内 凶手也没法知道 哪户是范长根 况且范长根的车子查了 没有跟踪定位装置 这种可能性也排除了 王格东在范长根的别墅外面 来回徘徊躲步 四周看了一遍又一遍 确认别墅外观 没有任何地方能显示户主身份 王格东皱眉抬起头 看向四周的空中 这里是郊区 旁边没有高楼 无法借地势查看小区环境 这时他的目光 对向了小区后面的山 他把自己带入成凶手 心中形成了一个想法 如果我是凶手 要跟踪范长根会挑选什么地方 没错 就是面前的山 山并不高 山上能看到一座凉亭 还有人工石材铺旧的山路 这里环境看上去 应该有人会去早锻炼 他来到小区门口询问保安 保安确认后面那座山上 有些中老年人会在早晚登山锻炼 他点点头细细琢磨了一下 虽然不太确定 但还是决定派两个警察 明天一大早问问登山的人 或许会有所发现 于是他赶回警局 叫了两个年轻警察布置任务 要他们明天一大早去登那座山 顺便问登山锻炼的人 是否在前段时间 看到有人用望远镜之类的东西 观察山下 这个想法 他想着甚至觉得不可思议 凶手若是细心到这种程度 都想出了站在山上观察地形 那么他整个犯罪计划的严谨性 该是多么可怕 但如果凶手 不是用这个方法 查到范长根家的情况 他也实在想不出 其他更好的解释了 第二天中午 王格东正在办公事 跟诸国山商讨案情 昨天的两名警察敲门进入 脸色凝重重 带着兴奋 王格东还没等他们俩说话 顿时激动站起身 查到了 一名年纪稍长的警察 立马趁机拍个马屁 老大你太神了 凶手果然是在山上蹲点 观察地警院的 诸国山脸上闪过一抹意外的惊喜 轻微地看着王格东 昨天王格东跟他提这事时 他大不以为然 他不相信会有罪犯爬到山上 去看清犯罪地点的结构布局 这又不是打仗 他认为 凶手一定是有别的途径得知的 或许是某个范长跟熟人提到过 熟人自己当然不记得了 但凶手听进耳朵里 若凶手会跟打仗作战一样 为了犯罪计划的周密姓 到山上俯视全局摩擦环境 这种级别的对手 未免太可怖了吧 不过王格东下令查一下 他也不反对 目前警力除了调查那个牛奶箱外 大都继续反复看着过去的各个监控 却始终没有进展 大家也都觉得力不从心 无所失从 所以抽调两个警察 去问问也好 没想到这一问 还真问出了凶手的卢山真面目 有两三个老头都记得 大概半个多月前 他们早锻炼 看到一人在山上一处 拿着有立竿的双筒望远镜看东西 他们好奇 问他看什么 他说在欣赏山下的风景 但他们有一天晚锻炼时 发现那个人又在那里看 虽然觉得习惯 不过也没多想 那几个老头还记得此人长相吗 当时他们觉得好奇 所以多跟那人聊了些时间 对那人有印象 那人是个年纪五十岁的男人 等等 五十岁 是的 王格东和诸国山都满脸不解的对望一眼 怎么会是五十岁 等着继续听下去 那人大概五十岁 头发是寸头 但额头一圈秃上去了 圆脸 皮肤幽黑 是个胖子 身形很矮 大概只有一米六五左右 一米六五的矮个圆脸黑胖子 嗯 没错 他们是那样描述的 你们有没有问那几个老头 他们是几点上山看到这家伙的 问了 他们冬天锻炼 一般早上五点半上山 到山顶六点来中 胖子在山腰附近 应该早上六点前遇到 晚上呢 冬天天黑的早 他们大概下午五点就上山 到山顶待一会儿 一般六点前下山 他们下山时那人还在 也就是说 胖子早上五点前就在山上蹲守了 晚上六点后还在 难怪他会对地景院环境 摸查得这么清楚 不但知道范长根住所 甚至知道范家订了牛奶 王格东明明嘴 仰头思索了一会儿 几个老头的联系方式都记了吧 嗯 记了 那你请他们来宪局一趟 协助调查 下午安排技术人员 一起绘制出黑胖子的 面部特征图 好 我马上去办 凶犯年纪五十岁 这和甘家宁的差距也太大了吧 这其中会是什么关系啊 凶手跟何家的关系在抓到凶手前 我们猜了也是白猜 我想不通的疑点是 身上的胖子身高只有一米六五 而监控中的胖子身高在一米七以上 差得太多了 难道身上踩点的胖子 不是监控中的胖子 而是帮凶 对这个问题 王格东也同样想不明白 两人只好守在办公室里等消息 到了晚上 林杰跑进来报告 老大 朱局 凶手的脸部特征画像失败了 是莫记者记不清了 几个老头想了半天 对凶手的脸到底长什么样 回忆不出 他们说当时并没有特别留意 而且对方是个长相很普通的人 脸上没有能让人记住的特征 技术人员拼凑了各种类型的五官 他们几人都说无法判断 即便是让他们在路上 面对面见到那个人 恐怕也很难认出来 这也正常 大部分案子目击者回忆 凶犯脸部特征都不靠谱 除非是脸上有残缺的特殊面孔 何况是回忆一个半个月前 只打过照面的陌生人 现在咱们毕竟多了条线索 再查下去总有收获 对了 林队 你让那几个老头回忆出 具体几号在山上遇到的胖子 然后马上到山脚附近路段 搜集全部监控 凶手如果不是直接开车到山脚 那么很有可能会留下戴脸部的监控画面 对方一定想不到我们会查到山上去 而且这只是他的前期踩点阶段 他在平时应该不会戴口罩 第二天下午 林杰跑进办公室 老大 牛奶箱卸索查清了 这么快就有结果了 是市区的警察找到的 负责制造这个牛奶箱的 是市区的一家小模具厂 订单是市区的一家模具店下的 明天就是元旦了 警察也想早点干完活放假 这才不到两天就有结果了 市区的同志已经问清楚了 对 是昨天下午查到的 把工厂老板 日厂管理员 模具店老板全部都带回局里 连夜审出了结果 情况怎么样 凶手大约是在两个星期以前 到市里的这家模具店 给了店主一个箱子的尺寸 并用一个U盘 把箱子上需要印制的图案 拷给老板 让他尽快做出来 对方自称是牛奶公司的 区域采购经理 需要定制一批新的牛奶箱 跟店老板谈了成批定做的价格 最后让他先做个样品出来 凶犯留下电话了吗 他问店老板多久能够完成 店老板说两天之内 让他留下电话 做好就通知他 他说不用留了 两天之后他会来拿的 留下三百块钱的押金就走了 第三天下午 对方准时来到店里 父亲剩下的二百块钱 拿着箱子走了 店老板记得那个人的长相吗 店老板的描述 和昨天几个老头差不多 对方是个皮肤偏黑的胖子 个子挺矮 大概只有一米六五 平头 有部分秃顶的迹象 年纪大约四五十岁 眼睛小 说话声音挺清朗 另外 店老板记得 那个人似乎身体不太好 时不时皱眉 并用手按住太阳穴 中途还有一次背过身去 从口袋里拿出东西吃下 喝了几口水 店老板看到 是一种白色的药片 所以他对这段记忆 印象比较深 但是视剧人员 要他协助做脸部 特征画像的时候 同样遇到了麻烦 毕竟这个人是在两个星期以前出现的 店老板每天都要遇到那么多人 除了那人上述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之外 其他的五官都长得很普通 他想象不出来 王格东点点头 现在很多商店都有监控 他不幸没有一个监控 派到那个胖子 这两天 案情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 他相信过不了多久 凶手的真面目也会水落石出了 哼 尽管你们犯罪时很小心 甚至杀人都是隔空进行 但你们最终还是要输 你们只有两个人 找你们的警察 可有几百个 等灵节走后 王格东重新回椅子里闭着眼思考 诸国山也是闭目养神 若有所思 过了天刻 王格东突然眼睛睁起 我差点忘记了一件事 什么 前面的三次案子中 我们不时查清了 犯罪的前期工作 都是那个胖子干的 包括跟踪江小兵 到李冈小区踩点 装成宋乃公进入地警院踩点 嗯 没错 山上看到的胖子 所做的工作也是踩点 那么山上的胖子 定制牛奶香的胖子 和我们前期监控中录到的 戴口罩的胖子 一定是同个人 嗯 没错 是这个道理 我们监控中拍到的 戴口罩胖子 和目击者描述的胖子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是什么 是神钩 对 没错 就是身高 监控中拍到的胖子 身高1米70到1米74 目击者看到的胖子 身高1米65 身高只有办法坐长 没有办法变短 胖子的真实身高 就是1米65 犯罪中 他一定是故意穿了增高鞋 所以才特意明目张胆 在监控中露面 目的就是干扰我们的判断 让我们去查身高1米70以上的人 根本想不到 凶手实际身高只有一米65 这样一来 我们冥警在走访排查时 即便胖子从身旁经过 也会从身高上 第一时间就排除了这个人 你说的对 快去跟市局的图像专家核实下 监控中的胖子 是否有穿增高鞋的可能 两个小时后 市局给王格东打来电话 告诉他不能排除胖子 穿了增高鞋的可能 当初确定胖子的身高 是通过画面中的人物 与周围事物监控探头角度 等各方面因素反复对比的结论 结论是非常精确的 但现在是冬天 监控中无法判断 胖子的上下身比例 更由于胖子走路时 监控中看不出膝盖的弯曲 所以也没有办法 确定小腿的长度 这样一来 如果胖子穿了双内增高的鞋子 完全有可能把他们骗过去 因为警方做梦都想不到 凶手犯罪 竟然会考虑到身高因素 特意穿一双增高鞋 并且特意出现在监控画面中 这么做 只是凶手想误导警方的侦查方向 这个问题想明白 王格东也顺时明白了 胖子冒险刻意在监控中留下身影 并非他特别嚣张 向警方挑衅 而是他格外细致 对犯罪的细节滴水不漏 甚至提前猜到了警方的可能办案方向 所以警方查遍了甘家宁前后几届 身高在170到174间的男性 都没找出可疑人员 那么 胖子到底是不是甘家宁的同学 如果是的话 为何目击者说此人年纪在四五十岁 当然 有可能面向偏老的缘故 二十多岁的少年人 长得像四十多岁也大有人在 或许是做化工行业 对身体影响大 好吧 有必要再次调查一番甘家宁的同学了 这次调查的工作量不会很大 因为个子特别矮的人 也没几个 王格东把视线对向了办公桌上 叠在最底下的甘家宁前后五届男性同学的体检报告 他先拿出了甘家宁同班的那一点 翻了一圈 最后筛选出七份 身高低于170的男生报告 而排第一份 也就是最矮的一个 封面上印着两个字 陈进 王格东看着陈进的名字 似乎有点印象 回忆半晌 想起他是检察院徐增的发小 人在美国多年没联系了 给了个电话打过去 已经搬家 没能联系上 现在是侦察的排除阶段 任何可能性都不能放过 他翻开体检报告 看到了陈进的照片 是个很瘦的家伙 神态显得是个不太自信的人 加上长得难看的五官 看上去甚至带了些猥琐 不过这个人 皮肤倒是偏黑 眼睛也小 不排除可能性 他在翻看其他几份体检报告 皮肤有黑有白 眼睛有大有小 但他没有排除其中的任何一个 因为皮肤 眼睛大小 这些表面的外观 十年岁月的洗礼 足够使一个人发生深刻的变化了 重点还是查每个人在案发期间 是否有足够坚实的不在场证明 大量警力加班加点 各项工作进展很快 到了元旦第三天 林杰跑来报告 老大 地警院后面山下附近的路段 监控都查了 找不出目标嫌疑人 因为山脚下是没有监控的 所以没有办法判断 凶手当时是步行 开车还是打车来的 市区木具店呢 结合附近商铺和路口的监控 我们基本可以肯定 凶手是开着一辆奔驰车来的 奔驰车查了 是套牌车辆 后来市区同志调了 县里到市区的高速监控 成功在高速摄像头中 得到了先遗人的清晰画像 快拿来看看 林杰从文件袋里 拿出一张放大的彩色打印照片 王格东和诸国山急忙凑过去看 照片中心是一辆奔驰车 通过车窗 能够清晰看到驾驶人的脸部无关 车辆处于高速行驶中 也只有高速抓拍违章用的高清摄像头 才能如此清晰地拍到凶手脸部 皮肤偏黑 眼睛大小较难分辨 但脸上肉挺多 显然是个胖子 而且额头部分秃顶 看着年纪确实有四五十岁 开的又是一辆套牌车 没错 就是他 照片已经给母鞠店店主确认过 就是这个人 好 这次干得漂亮 有了这张照片 天罗帝王也能把这家伙抓出来 老大 我们马上贴通缉令吧 王阁东和诸国山对望一眼 诸国山摇摇头 不急 先把这人身份弄清楚了 更好抓 为什么不直接还补 凭这张照片 要直接确定对方身份 很难查吧 咱们侦查的环节 基本上快结束了 接下来就是抓捕工作 抓捕工作 不一定比侦查环节轻松 这次我们的对手很聪明 很有头脑 如果直接征贴海捕 打草惊蛇了 那么对方说不定 会化妆后逃逸 这样一来人山人海 如果没知情人告密 我们短时间内是很难抓到的 现在我们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 一旦逃逸后 对方即便逃回老家 我们也无从得知 最好的办法 就是查清对方的身份 这样连同他的窝点 也能探明了 这个案子影响大 不仅要破出来 更要抓出来 否则在其他人看来 你们还是徒劳无功 可是现在其他线索都查完了 最后只得到这张照片 套牌车的真实来源很难查 广平照片也没办法判断身份 诸国山轻微摇摇头 重新拿起照片 反复看了几遍 我们线索还没全部查完 最重要的甘嘉宁同学 这一环节的工作还没结束 王格东赶紧拿过那几份体检报告 全部翻开看了一圈 目光微微一收 凝聚在沉浸的照片上 以前是个瘦子 现在成了胖子 不过这个鼻子看起来 是一模一样啊 诸国山手指重重地戳着照片 霸城就是这小子 看到高速摄像头拍摄的画面 与陈进十年前的照片神似 王格东当即想到了徐增 对了 徐增说过 他自己曾是甘嘉宁的前男友 莫非 莫非元凶是徐增 陈进这位发小来帮他一起犯罪 但不应该啊 徐增是一名公职人员 未婚妻是他们检察长的独生女 年轻漂亮 徐增自己试图一片顺利 前程大好 他会为了一个很多年前的女朋友 来干下这几起滔天大罪 王格东皱了皱眉头 先把这个怀疑按在心底 毕竟无凭无据 不好随便怀疑兄弟单位的同僚 需要再调查清楚 他想了片刻 找出刘志勇的电话 拨了过去 今天刘志勇休息 还在家待着 接起电话 听到对方是王格东 附近一阵冷汗冒出 上一回京县公安局的一番折腾 他平白无故 被限制几天自由 更由于警察还到了他的单位搜查 导致单位的员工 甚至背地里在传他犯了大事 事后两名员工辞职走了 工作生活被弄得一团糟 这回王格东又打电话给他 他在想会遇到什么事 他虽然不情愿接电话 但也不敢怠慢 王局长 有什么事吗 刘总啊 上回的事很抱歉 耽搁你几天功夫 还请见谅 没事没事 配合警方调查 是我们老百姓的义务 刘总 你还记得陈静吗 陈静 谁是陈静 你们大学的时候 有个男同学叫陈静 对 我记起来了 是有个同学叫陈静 怎么了 他现在在美国 听说是的 这人和甘佳宁关系怎么样 他 他是个很内向的人 很少跟其他人说话 他和甘佳宁 应该不太熟 怎么了 难道你们怀疑是他 王格东并不想跟他 透露案情 其他情况也不方便告诉你 我问你啊 陈静有没有可能 当过甘佳宁的男朋友 不可能 甘佳宁是美女 又在我们理工可 你 你看下陈静的照片 甘佳宁不会做他女朋友的 王格东想起陈静的长相 这副外表 确实很难交到女友 陈静是什么时候出国的 大学一毕业就出去了 听说考取了美国那个 什么学校的奖学金 此后你见过他吗 没有 我们每两三年都会搞同学会 他从来没来过 听说一直在国外 他全家都移民了 那你们同学中 有人跟他有联系吗 我想想 好像同学群上 他很少说话 貌似没人跟他有联系吧 你们知道他在美国从事什么工作吗 记得曾经问他过 大概是一家化工厂的技术经理 从事化工品的研发工作 你们有人见过他这几年的照片吗 没有 好 你现在能上网吗 可以 待会儿我给你看张照片 你帮我确认一下是否是陈静 很快 王格东把照片发给刘志勇 这张照片看来 脸型和陈静是有点像 但我也不能完全肯定 好的 谢谢刘总配合 今天我问你的事情 还请一定要保密啊 无论是对谁都不能说出去 挂完电话后 王格东更能确信奔驰车里的人 就是陈静 而且对陈静的整体轮廓 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陈静大学时 是个个子矮瘦 皮肤黑 长相难看 性格内向沉默 不太与人交流的学生 毕业后考去美国学校的奖学金 出国留学 此后全家移民国外 他也一直在美国工作 没有回来过 而他一直以来从事的是 化工行业的研发工作 完全具备炼制犯罪毒药的能力 唯一的疑点是 他不可能是甘家宁的男朋友 顶多他曾深深暗恋过甘家宁 难度过去这么多年了 为了一个暗恋的人回国杀人 这不太解释得通啊 应该踏实帮凶 协助真正要替甘家宁复仇的人犯罪 而那个真正要替甘家宁复仇的元凶 徐增倒真的是很有可能 不管怎么说啊 先把徐增叫到决里试探下口风 另外马上联系出入境管理部门 查查陈静是否在几个月前回国了 一旦确实回国了 那么照片中男子就是沉静 也就百分百确认了 1月4日 元旦结束后的上班第一天 徐增就接到林杰的电话 王局长 请他去公安局聊聊 挂下电话 徐增忐忑不安 一种很不好的情绪浮上心头 案子隔了这么久 现在突然又找我去公安局 难道已经锁定了陈静 甚至已经抓获了陈静 把我也掏进来了 不对 现在不可能已经抓到陈静了 否则这么大的消息 公检法内部早就传开了 上一回王格东找我了解 甘家宁的人际情况 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这次又找我 只有一种可能了 陈静已经被他们怀疑了 该如何应对 他想起陈静的话语 还有陈静给他看过的那本东西 以及那盒雪茄 对 陈静不可能会坑我的 事到如今 不管他会不会被抓惩 我只有咬紧咬关缝人一切 否则 这么大的案子 陈静注定被抓就是死刑 我这辈子也一定全搭进去了 一定要把好古风 把所有事全部里顺一遍 绝不能让警方 逃出半句矛盾的话 思索已定 徐增手心在裤腿上擦了擦 上车前往县局 到了警局后 徐增被带到一间小会议室 里面只坐着王格东一个人 他让凌杰先出去 关上门 坐下与徐增客套寒暄一番 徐增客 今天找你来也没其他的大事 就是想跟你了解下 关于你那位发小朋友 陈静的情况 他 他怎么了 王格东从桌子上的文件袋里 拿出那张高速照片 你看看 这位是陈静吗 徐增拿起 一眼就看出这家伙当然是陈静 心头一阵大惊 陈静不是被警方怀疑了 而是已经被警方锁定了 他强忍着心中的惊慌 因为他知道 面前咫尺之外 一双锐利的老行警的眼睛 正紧盯着他 他多年官场锻炼出来的 情绪控制能力 全部搬了出来 整个身体所有细节 不敢有片刻的松懈 绝不能露出半点 不自然的潜意识动作 他脑中急忙思索一遍 忍住颤抖 双手稳定地把照片 还给王格东 看着是挺像他的 我和他十年没见了 不能完全确定 你没见过他这几年的照片 王格东继续盯着他的眼睛 前几年见过一两张 他真是很少拍照 学生时代他很瘦 现在的沉浸 是有那么胖吗 可能是吧 他是有点发福了 徐增控制着自己 不敢让自己的大脑 有片刻的停顿 尽量使自己的眼神 平静地对向面前 这双咄咄逼人的双眼 王军 这张照片你们是哪来的 为什么会问到他 王格东很清楚 如果徐增真是另一名凶手 那他们已经锁定 沉浸的事 瞒着也没用 不妨告诉他 才能套出他的话 车上的这个人 就是我们公安苦苦 要找的凶手 至于他到底是不是沉浸 现在还不能下 百分百的定论 他是沉浸 这不可能啊 他十年来都待在美国呀 我们已经去跟 出入境管理中心 调入境信息了 很快就有结果 徐增心中一阵波动 只要查到沉浸 在甘佳宁死后 没多久就回国了 那么更是证据确凿 王格东看着徐增 有些苍白的脸 怎么了 情绪不大好的样子 我 我没想到 这不可能 他怎么会做这种事 徐增只好如此 来解释他的脸色 我们不管他为什么做 我们只管谁做的 徐克 你最近一次 跟沉浸联系 是什么时候啊 徐增对警方的 侦查手段一清二楚 如果回答几年前 警方只要去查他的网络聊天记录 和手机通话记录 立马就把自己拖进来 只好露出回忆的表情 思索一番 大概 大概 三个月前 三个月前 那不是何家刚出事的那会儿 是的 当时你们是怎么联系的 上网 还是打电话 打电话 是因为何家的事联系的吗 你们电话里都说了什么 当时 当时好像是何建生刚出事那会儿 他打给我的 问了我何家的事 他为什么要问你何家的事 他说 他在网上看到其他同学 说甘家宁家里出事了 我是惊心的 所以他打来问问情况 他为什么对何家的事这么关心 他和甘家宁有什么关系 我从没听他说过 和甘家宁有什么关系 我想他打电话 是出于同学间的关心吧 那当时你是怎么说的 我说何建生是死了 传言是被派出所的人打死的 但具体情况怎么样 我不是很清楚 等过些日子弄清楚了 我再告诉他 那他怎么说的 好像没说什么 只说一有结果 要马上告诉他 你有没有觉得奇怪 他这么关心何家的事 不奇怪 毕竟是老同学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出于关心 也是有的 如果是我同学遇上了 我也会很关心的 后来你们就没联系过了吗 我想起来了 后来没多久 甘家宁死的那天 我打电话告诉他了 你为什么打电话给他 因为前一次通话 他让我有最新情况 马上告诉他 他有什么反应 没什么特别反应 只是好像有点生气的样子 毕竟是打电话 隔了那么久了 我也很难形容清楚 此后呢 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 是的 包括网上聊天 我不太上网聊天 好像也很少见到他在线 应该没再联系过了 你和他打电话时 对他的语气 言辞 有没有觉得不太寻常的地方 没有吧 有的话我应该有印象 陈静十年没回国了 对吗 他大学毕业到美国读书 读书期间全家移民澳洲 他有个弟弟 现在也在澳洲 和他父母一起居住 他父母是做什么的 他父亲是大学教师 目前是工程师 这十年来 你和他的联系多吗 很少 我们时差刚好相反 所以很少联系 你对他这个人有多了解 王菊是指哪方面 比如性格习惯 哦 他是个性格很内向的人 以前念书时 他跟我话还挺多 跟其他人很少说话 但是读了大学开始 他连对我也很少说话 整个人几乎不与外人交流 哦 就是说 他是个性格很古怪的人 嗯 过去可以是这么说 现在过了十年了 我不是很清楚的 目前的情况 他现在是美国一家 什么公司的 化学研发负责人 需要跟很多人沟通 我想他现在的性格 应该不会太内向吧 除了你之外 他在国内 还有什么比较熟的人吗 好像没有 从没听他说起过 还有其他朋友 好吧 那么他在生活上呢 喜欢去哪些地方 这个我不清楚 王格东 狐狸一般的双眼 总算从徐增的脸上 移开了 徐克 今天我要了解的情况 也就这些 谢谢你的配合 你也知道了 我们查案的进度 你该清楚 这案子的凶手 百分百逃不脱制裁的 他在说制裁两个字时 意味深长地加重了语气 看了眼徐增 所以今天的所有信息 你要替我们保密 咱们都是政法系统的 我也不用多说了 嗯 一定的 不过 我心里一时还很难接受 我真希望 是个长得很像 他的其他人做的 离开县局后 徐增才缓慢 从刚才的紧张惶恐中 恢复过来 今天这场 根本不是谈话了解情况 简直是审问 尤其王格东的眼神 他的语气 历历在目 徐增回忆起来 仍是不寒而栗 他掏出钥匙开车 发现双手抖得厉害 刚才做劲 拼命控制自己的表情 和各种嬉笑动作 现在神经一松开 再也控制不住 他不敢在县局停留 忙开车回到检察院 进门后 立刻跑进厕所 忍不住呕吐起来 公安局内 王格东回到办公室 诸国山和林杰都在等着他 老大 徐科是同伙吗 是同伙还能放他走 现在我还看不出 这家伙很镇定 有可能他确实不知情 有可能他就是另一名凶手 他在检察院待了多年 对我们刑侦手段一清二楚 若他真是凶手 对今天的问话 已做好了十足准备 如果他真是凶手 那就能更好解释 为什么凶手反侦查意识 这么强了 老大 那怎么办 如果他真是凶手 他这一回去 岂不马上通知陈静前逃 他要真敢通知 倒是帮了我们大忙 你马上安排便衣 二十四小时跟踪许增 同时让技术人员 监听他的手机 还有啊 让腾讯提供他 所有时间内的网络聊天记录 对了 他说平时很少 跟陈静网上聊天 电话也不多 最近两次通话 一次是何家出事后 陈静打给他的 一次是甘家宁出事后 他打给陈静的 这几点信息 都要核对一下 王格东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小盒子 交给林杰 这是刚刚叹话的录音 徐增所说的所有信息点 你们全部要一一核对 如果哪一点 与事实有出入 马上报我 林杰刚要下去安排 朱国山叫住他 这位虚科 既然是检察院的 对我们的侦查手段 自然很了解 便衣这节嘛 你们县局的老刑警不多 我怕年轻人 跟踪的水平不够 等下我让市局过来的老刑警 安排四个做这活 另外 林队 这件事你们的调查 一定要低调再低调 所有参与调查的人 都要叮嘱拔好口风 绝不能透露出半个字 这次我们调查警察院的人 是没有任何正规手续的 而且调查他个人隐私 这些都是不常规的侦查手段 这个调查工作 还需要申请什么手续吗 我从没听说过 那得看调查对象了 徐增是正规公务员 而且是有级别的 你们查手机 查聊天这些手段调查他 就算有成果 上级领导知道了 不但不会表扬你们 反而要提防你们 每个领导都有私生活 这方面是禁忌 不能犯 这种事 向来只有国安和纪委能做 公安是不能用这套办法 查公职人员的 一定要记住 而且我听葛东说 徐增是他们警察长的准女婿 明年就结婚了 这件事如果最后跟他无关 我们调查他的事 被其他人知道 麻烦很多 所以这件事 一定要谨慎 再谨慎 不久 林杰又回来 老大 刚收到出入境的回复 陈静确实于10月8号回国了 那就可以百分百断定 照片上的人就是陈静了 接下来 就是怎么抓的问题 民航总局的记录还显示 陈静此后没有出入境的记录 表明他此刻还在国内 杀了范长根后都过了十多天了 如果他的目的达成了 应该早出国了 很可能他此刻 依然留在我们县里 准备继续杀人呢 可是最近保护可能下手目标的便衣都报告 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他每次作案都经过精心筹划 而且上次杀了范长根 他也一定知道这件事影响很大 风声紧 想必会暂时躲起来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马上查清四件事 一是找手机运营商 查陈静是否用真实姓名 购买过手机卡 二是找方管局 看看他有没有专门购买了固定住所 因为他这次犯罪 要做很多化工的工作 租房不安全 三是找车管所 查查陈静买的奔驰车 是否在登记上 四是 本市以内的各家银行都查一遍 他是不是开户了 第二天下午 四件事全部查清 陈静并未用真实姓名 购买过手机卡 房管局电脑备案中 没发现陈静购买的不动产 车管所内 找不到陈静的记录 唯独银行卡这一项 陈静在农业银行开了户 户头上有二十多万的现金 和几万美元 当然 这笔钱已经被冻结了 更为重要的是 他在元旦第二天 在县里一家农业银行的自动取款机上 取了两千块钱 这条信息极为重要 这也表明了陈静 此刻依然留在京县的概率非常高 房管局查不到他的住房信息 现在尚没办法知道陈静的当前住所 只能进行海捕了 王格东立刻下令去批捕手续 技术人员马上根据高速照片 避免全县的大街小巷 由于这次案子犯罪动机 杀的人都很敏感 所以害部文书中别写此罪犯 犯的是哪起案子 另外考虑到老百姓的猜测和影响 悬赏金额只写三万元吧 注明此人是长期逃犯 手段残忍 极具危险性 广大群众一旦发现 及时报警 此外 将这次行动报到上级 立刻申请武警协助 全县范围内所有对外通行道路 今天起全部封锁 每辆车每个人查验后才能放行 所有战绍搜查的人员 一定要把陈静的外貌照片 反复看仔细 印在心里 陈静取钱的银行网点 为中心的三公里方圆范围内 安排便衣 民警 刑警 特警 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巡查走访 不能给他任何的逃脱机会 另外 考虑到陈静虽然没暴力性武器 但他身上可能带有化工毒药 具有一定危险性 一旦发现目标 现与县局总指挥取得联系 再进行计划抓捕 与此同时 通缉文书马上报备到公安网上 成为全省目前第一要案 包括出入境检查 以及联系陈静家乡的公安 以防他在元旦取钱后 已经离开京县的意外发生 安排已定 王格东深信各方面工作筹备已经完善 整个京县就像一个大铁笼 把陈静完全困在了里面 他插翅南飞 大网徐徐拉开 陈静还有逃脱的机会吗 连续几天下来 陈静都没找到对张洪波下手的十足好机会 其实机会倒是出现了几次 那几个便衣虽然一直在张洪波公司外守着 但也不是近距离保护 更不是贴身保护 他觉得混在人群里 进入公司杀掉张洪波 存在很大的可能性 但他还是没有这么做 因为他觉得这么做 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他从没进过张洪波的公司 不清楚里面的情况 如果进去后被拦住 惊动了这几个便衣就麻烦了 所以他还是想继续等待 等到便衣不再继续保护张洪波的那天 他相信警察总不会接下去几个月都保护他 可是他心中还有个顾虑 警察早晚会查到自己的 尤其自己定制牛奶箱的过程 这个期间他不但没有化妆 更没有刻意避开监控 这本来就是他故意留给警方的侦查线索 要不这么做 他觉得自己并未给警方留下多少可侦查的空间 到他杀完所有的目标者 警方还不知道是谁干的 那么他接下来的计划就很被动了 当然了 他暴露自己的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保护那个朋友 王格东显然不会去想 这样一个凶手 所有的作案线索都处理得干干净净 所有作案工具都找不出来源 为什么会光明正大的留下一个牛奶箱 这么大的物证 这种特征极其显著的物证很容易查 凶手其他都考虑到了 会想不到这一点 即便他必须要定制一个新的牛奶箱 他明知这会给警方未来的侦查 提供重大线索 为何不像犯罪时那样避开监控呢 显然 警方自从发现了这条线索 对局势的理解就太乐观了 陈静要玩一出大的 一出让警方根本意料不到的大戏 不过现在的麻烦在于 他不知道警察何时能锁定到自己 为了以防万一 在这几天 他每天出门都戴假发 贴胡须 戴眼睛化妆 对着镜子看过后 他自己也很难认出 这就是我 其实一个人的外貌改变很简单 大部分人换个差别大些的发型 就能瞬间想换了个人 再加上胡子化妆 眼镜的修饰 恐怕走过熟人面前 都不会被认出了 今天早上他起得很早 他的作息时间一向很科学 加上最近神经衰弱更严重了 他天天很早醒来 出去吃完早餐 回来后开始筹划着如何结束张洪波 此时刚七点多 他下楼准备去餐厅吃饭 刚出小区不远 看到两百米外路口停了一辆警车 几名警察在车旁交谈着 陈静停下脚步 朝几个警察看了一眼 三个穿警服两人着便衣背着一个单肩包 通常背单肩包的便衣意味着包里有枪还有手铐 陈静站立不动 思索了一两秒 随即调转头往回走 经过小区外的通告蓝时 他有意瞥了一眼 自己的照片正贴在旗上 效率挺高的 告示蓝贴了通缉令 而警察尚未找上门 证明警方还不知道我的具体住所 好吧 赶紧回去收拾一下 回到家中 陈静换了件新夹克 拿上单肩包 同时不忘再对着镜子照一遍 戴了假发眼镜胡子的他 连自己都差点认不出来了 他又花了半个小时 把家里该做的后续工作准备妥当 关好房门 随即下楼 陈洪波 我来了 上班早高峰 路上人很多 带着黑矿眼镜的陈静 混在人群中 若无其事地向前走 他的目的地 就是张洪波的公司 虽然他知道 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 这么做 存在很大的风险 但既然已经挂出他的通缉令 他在这个县城 能够隐藏的时日已经不多 不过他对今天的犯罪计划 倒不太在意 杀死范长根 并且让警方发现了他是凶手 整个计划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今天若能顺利杀死张洪波 自然是锦上添花 如果失败 影响也不大 至少对整个计划的影响不大 来到张洪波公司楼下的小广场 陈静看了眼 没有张洪波的车 在四周看了圈 道路两侧目光索机停车的车子 车内都没有人 看来便衣也还没到 不妨就跟着上班的人 先进他们公司吧 他来到办公楼的一层大厅 墙上贴着各公司的楼层 这座楼一共六层 五六两层是张洪波的地产公司 陈静和几个上班者站在一起 坐电梯来到五楼 出电梯门看到玻璃门关着 需要门禁卡 他朝里打亮了一眼 自信地按了一旁的门铃 前台小姐按下开关让他进入 朝他看了眼 他穿着体面 衣服裤子一看就是高档货 前台小姐不敢怠慢 先生 请问您找谁 张洪波来上班了吗 前台小姐一愣 往常来找张洪波的 都很客气地称呼张总 要知道张洪波 可是县里排行十几的夫人 好几个楼盘都是他们造的 而且范家的势力 在京县谁人不知 从没遇过来客 直呼老板名字的 请问您是哪位 找张总有什么事吗 陈静伸手拿出一个证件 摆在桌上 我是市中级人民法院的 有张船票 要交给张洪波本人 前台小姐心里嘀咕 原来是市区法院的人 难怪一副拽兮兮的样子 张洪波一个做房地产的老板 遇到官司也不奇怪 范家人脉广 虽然出了县城 但在市里 范家也是能拉上关系的 前台小姐忙请她到会议室 等待一会儿 奉上茶 她打个电话给张总 问张总什么时候来公司 陈静独自坐在会议室里 抿着茶 想象着张洪波到时候的表现 半个多小时后 陈静整了整衣衫 衣服的一脚 已经被张洪波 临死前的挣扎拉破了 随后她打开了会议室的门 顺手带上门 走了出去 来到门口时 她还客气地朝前台小姐点点头 随后前台开了门 她扶了下眼镜 回头笑了笑 有劳了 陈静大步迈了出去 来到了办公楼下的道路上 陈静站在原地 微微眯起眼睛 寻找便衣警察的车子 很快她注意到一辆现代车子里 驾驶座上的男子正在抽烟 副驾驶上的男子在吃包子喝豆浆 一切终于快结束了 她放心地朝那辆现代走去 静止来到车前 停下脚步站立不动 对着车子里的人笑了起来 大军 这家伙占我们车前干什么 吃包子的那位 撞了下抽烟男的手 神经病吧 抽烟男瞥了眼沉浸 突然 她手中的香烟直接落了下来 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因为陈静摘掉了眼镜 摘掉了假发 摘掉了胡子 抹了一下脸 这不是 是 是陈静 快 两人不约儿童大叫起来 急忙打开车门 奔到车前 一把把陈静按在引擎盖上 不许动 陈静双手被反捡 剧痛无比 可她还是忍住痛 轻点 把我弄伤了 你们领导会骂你们的 抽烟男哪管得了这么多 生怕陈静反抗逃了 激动地直接给了她一拳 打了眼伤 痛得她大叫 随即 两人急忙用手铐 把她控制起来 街上好奇的路过人 纷纷围上来看 两人心里 既紧张又兴奋 陈静是他们抓获的 这下可立了大功了 忙驱散周围人 都散开 都散开 我们是警察 抓捕逃犯 大家都散开 昨晚全线张贴陈静的 通缉令后 王格东一宿睡不着 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事 一早 王格东还没到单位 就接到灵姐的电话 老大 刚有名退休教师来报案 陈静住在他们小区 他说百分百 见到过照片里的人 而且这个人也是开奔驰车的 哪个小区 桂林院 离陈静银行取钱的地方 仅四公里 好 我现在离那不远 马上过去 你也立刻叫上人 对了 叫上陈法医 还有通知市里省里的同志 先派人把桂花院整个围起来 再带大队人马过去 王格东把车子路边一停 急忙脱下身上的警服 换上便状 他可不想打草惊蛇 随即驱车开往桂花院 半个小时后 桂花院外围一整圈 都被合枪实弹的警察围住 门口停了十多辆警车 县局市局省厅的各路人马 全部聚集在门口 由诸国山和王格东指挥 在报案人的带领下 一群人很快在小区里找到了那辆奔驰车 此时奔驰车的套牌已经摘去 是真牌照 王格东等人忙拿出照片比对 车头部分特征完全一样 就是这辆车 随即警方叫过保安 王格东拿出照片问他 这个人住在小区吗 好像 好像有印象 这辆车子是他的吧 没错 我抢起来了 他是开的这辆车 你们小区车辆有登记的吧 有 马上查查他住哪户 很快 车辆登记本子拿到 找出这辆车的登记人名字叫陈钱 不用说 这是陈进的假名 住址是三单元十零二 也就是顶楼 月层的富士公寓 这个人早上离开小区了吗 没注意 王格东明明嘴 现在也不知道嫌疑人是否还在家中 和诸国山商量了下 考虑到凶手使用化工毒药 有一定的危险性 他安排一对特警穿上防弹衣 直接上门抓捕 诸国山留在楼下指挥 王格东亲自上阵换好防弹衣 跟在五名特警身后一同乘电梯上楼 到了十楼 特警两两分开 站在门的两侧 另一名特警敲门 大家全神贯注 并住呼吸 等了片刻 屋内没人回应 也没听到任何声响 又一阵敲门喊话 结果还是如此 现在依然不能判定屋内是否有人 王格东走到酒楼 拿出对讲机跟诸国山说明了下情况 两人商量后决定直接破门而入 很快 楼下等待的警察送来了冲击钻 特警拿起电钻朝门锁一挡 随即两人同时的脚 一把把门揣破 紧接着所有的特警提枪冲了进去 屋内都拉着窗帘 显得有点暗 王格东微微眯起眼 让眼睛适应屋内的光线 这时他的目光 看到客厅空荡荡的桌子上 放着一张纸 走近一看 上面用圆珠笔写着 非专业人士 误动楼上卧室化学品 底下还有落款 写着两个大字 沉浸 这 王格东脑中一阵冲血 难道这家伙已经跑了 他没来得及吃早饭 此时肚中更是一阵难受 明明嘴只好下令 搜 楼下的房间全部查过 果然没人 一群人来到二楼 这里用的是厚重的遮光脸 屋子里一片黑漆漆的 不由家中的所有人的警惕之心 王格东按下开关 开亮所有灯 发现楼上并没有什么异常 唯独那间卧室的门是关着的 他对一名特警使了个眼色 特警小心翼地靠近门 拧开门把手 接着快速地一把推开 推开后 就冒出了一阵实验室常有的化学品味道 卧室里的摆设也一览无余 整个卧室很大 却没有床 放了几张大桌子 桌子上有各种玻璃器皿 不少其中还盛着东西 另有包括艳养箱在内的很专业的设备 地上也堆着一些杂物 可是空无一人 陈静果然跑了 王格东一阵头晕目眩 拿出对讲机 把上面的情况跟诸国山说了下 随后商定考虑到卧室里的实验品 可能有一定的毒性 安排专业法医上来搜集各项物证 其他人继续围着小区仔细搜查 王格东不甘心地明明嘴 带着特警下楼和诸国山沟通了一阵 对陈静会跑到哪里暂时没有头绪 这时灵结跑了过来 老大 刚刚大军打了电话 他们两个抓到陈静了 什么 他们两个抓到陈静 陈静怎么会被他们俩抓到的 他们说陈静是自己直接来到他们车前 束手就擒的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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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什么 不过张洪波已经被杀了 一记门钟敲在王格东头上 他步伐都抖了一下 这 不是要你们二十四小时派人保护盯着的 怎么还会出事 诸国山站在一旁咒咒嘴 默不作声 他们说 他们说陈静早上乔装进入到张洪波的公司 没法认出来 况且 陈静什么时候到的公司 他们也不知道 陈静到的时候 张洪波还没来上班 他们是跟着张洪波的 根本不知道陈静那个时候已经在公司了 那还等什么 赶紧把人带到局里来 哦 凌杰刚转身要走 诸国山叫住 把两人都叫到一旁 你说陈静是在杀完张洪波后 自己来到便衣车前自首的 嗯 是啊 陈静已经归案 这事知道的人多吗 刚两三分钟前的事 大军立刻打电话给我了 诸国山微微已迷眼 朝旁边的其他人看看 先别带到局里 赶紧打电话给大军他们两个 陈静已经归案的事 现在不能告诉任何人 怎么说 全城通缉令都下了 被害目标也是我们警方 二十四小时跟踪保护的 结果还是被杀了 最后这凶手 还不是被我们抓出来的 而是投案自首的 你们看看 这种事说出来 不觉得丢脸吗 唉 王格东叹了口气 谁也不会想到 陈静被全城通缉了 他不逃 反而又去杀了个人 再来自首 这案子就算破了 报到上面 你们说别人会怎么看 我们兴师洞中调了武警 特警围捕陈静 还有专人二十四小时 保护被害人 结果陈静把人杀了 最后也不是我们抓到的 而是他自首的 那我们这么辛苦折腾 跟什么也不做 有什么分别 反正他最后 还是会来自首的 我们从侦办此案 到保护被害人 再到围捕凶手 所有的工作 都是在做无用功了 非但没一分功劳 还要承担不小的责任 那怎么办 诸国山闭眼想了一下 带上你们的自己人 走 大军坐前头开着车 另外那个警察 压着双手背靠的陈静 坐在后排 一旁放着针管等作案工具 陈静表情很奇怪 时而叹息 时而又露出笑意 看得一旁的警察不明所以 喂 大军啊 陈静上车后 连两人的名字都记住了 你们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公安局不是这条路吧 押我去市里 也不应该是这个方向 别废话 老实点 两人满腹心事 没心思跟他说话 可陈静还是自顾自地说着 我知道张宏波死了 你们要吃处分 可我好歹考虑到 你们天天在外面守着 吃了不少苦 所以主动让你抓了 也算你们俩立功了呀 旁边警察用手肘 用力朝沉浸的肚子上撞去 你们令他要知道你们打我 一定会骂你们的 我 我头晕 我要吃 只要 要 警察别过头不理会他 但没一下子 陈静就吐了起来 嘴角顺时流出了唾沫 那名警察起初还以为他在装病 但过了会儿见情况不对劲 急忙叫大军停车 你看你看他 大军也慌张地转头看陈静 该不会是装的 想趁机逃吧 我要头 干嘛让你们抓 药 我 用口袋的医药 两人一想有道理 旁边警察赶紧从他右口袋拿出一个药品 上面全英文 他看不懂 在陈静眼前摆动下 这个 对 两里 陈静脸色已经惨白了 警察赶紧拿出两粒药 合着矿泉水给他喂下去 过了几分钟 沉浸脸色终于逐渐恢复 好了 多谢 警察这才松了一口气 放心他不是要逃走 继续开车上 很快 车子开到现郊临山的一条偏僻马路上停了下来 路上没有其他车辆行人 唯独停了四辆警车 警车外站了一对石枪核弹的警察 大军开车靠近警车后 摇下车窗 看向外面的灵结 林队到哪边 到前面上山的路口吧 好的 大军继续驱车向前 其他警察也各自上车跟在后面 你们在做什么 别废话 两人无形和他打枪 都在筹划接下来的事 五辆车的最后 在靠山的路口处停下 过了五分钟 你们放了我 天辟冷清的地方 伪装成自己拒绝抓捕 逃逸 被警方击毙 沉浸顿时感到一片的心灰意冷 所有的计划 所有的准备 在这一刻间 都泡汤了 他站在原地不动 仰头屏住 眼中绝望的泪水 你干什么 继续走啊 好吧 既然如此 千算万算 还是错算了一会儿 也罢 就此被他们击毙吧 对不起了 看家宁 他撇撇嘴 目光慵懒 不乏疲倦地 继续往前走 别这么慢吞吞的 跑起来 陈庆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只好抬起脚步跑起来 大家跟上 等一下听我指挥 灵节朝众人吆喝了句 十多个警察 跟在陈庆后面 距离十多米远 以同样的速度跟随着 跑了一会儿 他们还是没有动手 击毙自己的迹象 陈庆不解地回头 他们正老老实实地 保持和自己 同样的距离跑着 你别停啊 继续 跑不动可以稍微慢一点 陈庆无奈 只好低头继续跑 这时 灵节接到个电话 挂完后 他朝众人说了句 大家看着后边 有车来了 我们就上 一群人又继续 慢跑了几分钟 陈进累得气喘吁吁 身后一帮身体素质 好得多的刑警 总是催促他 不要停 林队 他们来了 停下 再逃我们就要开枪了 陈进心中只知道 原来还是要击毙自己 临死前还被折腾一番 实在是倒霉透顶 他只好停了下来 身后十多个警察 马上奔到跟前 四五个警察 一把将陈进贴脸 安倒在地 大军激动地叫了起来 抓到了 终于抓到了 仿佛排练过一半 这时旁边五辆警车停下 车里出来 王阁东 诸国山 县局的领导 以及市局省厅的领导 和工作人员 一群人重新把陈进靠起来 拉起身 林队一本正经的大声质问 你是不是陈进 我们不是刚见过面 林队不理他 拿出随身携带的照片 认真地比对一下 转身走过去 对几位领导报告 报告领导 凶手陈进已被抓获 做得好 先带回局里审 我们还要查另个帮凶是谁 陈进马上被带上车子 几辆车护送着 押往县局 陈进是怎么被你们这么快抓到的 昨天贴出通缉令之后 王局就安排我们全程巡逻 抓捕罪犯 我们刑警队的两位便衣警察 早上发现了一名 刑迹可疑的男子 通过跟踪 怀疑可能是陈进乔装的 他们两个人一边继续跟踪 一边通知大部队 陈进可能是发现了有人跟踪 所以逃到了这里 准备潜逃进山 一旦他跑进山里 再抓捕就很困难了 所以我们当机立断 马上包抄上去 果然是陈进 这次你们做得很好 你们这两位便衣 眼睛倒是挺亮的呀 他们人呢 刚随车子回局里了 好 回头要好好表彰一下 当然 你们大家都有功劳 这是旁边一名刑侦队员走上来 报告领导 刚刚接到消息 张洪波在早上被陈进杀害了 什么 怎么回事 不是安排了专门警力 二十四小时保护张洪波吗 便衣确实是二十四小时 跟踪保护张洪波的 但陈进早上 在张洪波上班前 就潜入了他公司 假冒法院人员在会科室等候 随即杀害张洪波 凶手进入公司时 张洪波还没来公司 便衣 是跟着张洪波本人的 所以 我们才会被凶手提前一步 祝国山深深叹口气 明明嘴 朝其他领导看了一下 大家都点头成事 这案子 是大家伙一起办的 张洪波被杀 真要深究起来 大家脸上都挂不住 所以没人再理会 张洪波的死祸 赶紧审问破案吧 陈进被抓获后 警方马步停蹄 马上开审 审讯室里 中间坐着王格东 旁边是林杰和一个记录员 这案子太大了 惹出一大堆的麻烦 王格东当初 还被这凶手 气得浑身咬牙 几次也与 好厉害的王局长 游击在心 他必须亲自审 他仔细端详了一遍沉浸 此人面容显老 长相难堪 却实是张大众脸 这张脸犯罪 最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可就在这样一张 普通的面孔下 竟藏了一颗极其残忍的心 前三次作案都杀了别人全家 甚至全程通缉令下达后 他还冒险再杀一人 这个人已经不能用疯狂来形容了 简直变态 尤其看他现在似笑非笑的表情 王格东更是气不大一出来 他厌恶得皱皱眉 沉浸 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你们刚才的剧情真别致 我想了好久才回过身来 王格东咳嗽一声 避开这个话题 其他事以后再问 现在只要你交代一件事 你同伙是谁 同伙 沉浸表情显得很意外 什么同伙 不用装了 我们证据确凿 这案子你还有个同伙 我想你们一定是弄错了 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 我上哪找敢做这么大案的同伙 你小子别他们装不作样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你想自讨苦吃 你的意思是说 要刑讯逼供吗 灵节朝王格东看了看 不知该如何回答 哪有犯人会这么直截了当反问的 我们肯定有办法让你交代的 你最好主动一点 你的意思是刑讯逼供吗 陈静继续认真地问 王格东顿了顿 直接回答他 你他妈真聪明 还真被你说对了 你们打算把我送到法院审判 还是直接让我在监狱里不正常死亡 放心吧 我们这监狱还没死过人 不过你要还是不配合 就让你比死了还难受 陈静似乎一片胸有成竹 摇了摇头 你们不敢的 灵节站起身朝他走去 你看我敢不敢 王格东并未制止 现在他们最重要的是 确认另一名同伙的身份 而且要尽快确认 因为同伙很可能已经潜逃了 你们找到我的住所了吗 当然找到了 好吧 那你们把我家里的物证 都搜查过了吗 废话 看来你们物证搜查的工作 还没做完 也对 现在才刚中午 你们找到我住所 也没过几个钟头 如果你们不想我死在狱里 建议你们不要对我 用非常贵手段 因为我是个病人 什么病 神经病吧 我家里有两份病例本 你们早晚会知道 一份是美国医生 给我看病的记录 一份是省肿瘤医院的诊断报告 我得了脑瘤 我得了脑瘤 已经中期偏厚了 大约还能活半年到一年 不过这期间之内 一旦发生出血 我随时可能死去 陈静仿佛是在讲述别人的病情 林杰跟王格东四目相对 王格东抹了把额头 看他说话的样子 不想再说谎 如果是说谎 也瞒不了多久 他们可以带他去医院检查 可如果他说的是真的 那还真动不了他了 毕竟这么大的案子 各级领导都在等结果 此人一定是要放到法院审的 结果当然是死刑 可是在审判前 万一他的监狱里非正常死亡了 这就麻烦大了 你说的我们会查证 如果你是在说谎 别怪我不客气 说 你同伙到底是谁 我确实没有同伙 不可能 王格东拍了下桌子 你没同伙 江小兵的尸体 是怎么运出安乐陆的 安乐陆两头都有监控 我们已经查过 当时你是空手进来 空手出去的 江小兵尸体呢 原来你说的是这个 我杀完人之后 我又没开车 我总不能抱着尸体 走出安乐陆吧 况且那个时候 如果我把小兵尸体 直接背出去了 你们通过监控一查 不就会怀疑江小兵已经死了 那接下来的绑架 还怎么演呢 可江小兵的尸体呢 王局长 不知道你是否记得 安乐陆的周边环境啊 废话 一边是河 一边是房子 中间没有其他路 连外面了 房子后面呢 房子后面 后面是什么 好像 有一片公共绿地 没错 那里原本是个小公园 后来拆了一半 就堆放了各种杂物垃圾 平时也没什么人 会来那块 我杀了江小兵以后 扶着尸体 上了居民楼的楼梯 来到一楼二楼的中间 把张小兵 从楼梯的窗户口 扔到背面去了 我离开安乐陆 再折回那片绿地 开车 运走了江小兵 王格东干张着嘴 思索着沉浸的回答 犯罪经过 怎么会是这样 他通过分析监控 想来想去 认定凶手 一定是开车 运走了江小兵 怎么会直接从楼道 扔到了房子的背面 你怎么会想到 把江小兵从楼梯 扔到房子后面的 其实杀个人 很不容易的 我需要处处考虑细节 避免被你们抓到 首先 自然要避开监控 拍到我了 其次嘛 犯罪前 要进行严谨的 裁点考察 才能提高 最后的成功率 就拿对付江小兵来说 杀他前 我跟踪了很多天 把他放学回家 所有可能走的路段 都考察了一遍 而且制定了 不同的处理方案 安乐路 是江小兵回家的路线之一 我自然要对周围环境 做最充分的了解 根据地形 决定善后工作 如果江小兵 当晚走的不是安乐路 而是其他路段 我自然有其他的方式 运走尸体 同时也不让监控拍到 那你电话里 为什么一直自称我们 沉浸露出些许 鄙夷的目光 看着林杰 似乎是在怀疑他的智商 江小兵已死 我仅有一句 他生前的录音 当然只能让他 说话一次了 我只要自称我们 自称我是中间人 才能让你们相信江小兵 并不在我身旁 要不然 每次通话 你们都要跟人质 但是说上几句 我一次都不满足你们 岂不是被你们识破 王格东盯着沉浸眼睛 想看出他是否在编造谎言 但对方表情很镇定 他无法下结论 你说你想避开监控 为什么又站在监控下 述中止 你是在挑衅警方 挑衅 或许吧 我有这方面的考虑 我以为你们永远找不到我呢 不过除此之外 我还有一个更大的目的 那时的我戴着口罩 你们无法看到我的脸 我思考你们通过监控 会得到什么信息 想来想去 能得到的信息 只有我的身高和体型 所以那个时候 我穿了一双内增高的皮鞋 我不知道这个小技巧 是否对你们破案 带来了一丝阻碍 王格东沉沉地吐口气 这家伙在监控底下露面的目的 果然是用身高误导他们 这也是后来目击者说 对方身高只有165左右 才被他想明白的 这一双增高鞋实在为陈静的犯罪 立了大功了 害他们做了很久的无用功 他思索了天客 现在还是要搞明白 陈静同伙的问题 你杀李刚的老婆儿子那回 那个装了情话经的瓶子 是你做的 当然了 这个装置原理很简单 我是学化学的 但这么点动手能力还是有的 况且用不着电路知识 遥控器是遥控器车上现成的 我们查过监控 你是在李启明回家前就离开小区了 那么后来又是谁操作遥控器的 还是我 你难道还能在小区外操作遥控器 当然不是 我就躲在旁边的树后等着 你不是已经离开小区了吗 离开了也可以再回来的嘛 他们的小区不管行人和电动车 我走出小区之后 又骑了辆电瓶车进来 所以你们没有发现我 你为什么去而复返 因为那时我的病发作了 你的病 我自从得病之后一直需要药物维持 每隔三四个钟头就需要吃药 很不巧 偏偏那个时候发病 又发现药瓶空了 所以只能先回家一趟 吃了药再赶过来 你第一次来是不行 为什么第二次要骑车 节省时间嘛 我不想错过机会 我前一个星期天天追踪 发现李启明只有周末两天才回家 所以我相信这个周末他也会回家 我不想错过 错过就要再等一个星期了 汽车晚上进不了小区 所以我就骑了电瓶车 那你杀李刚一家时 为什么再次在监控下停留 很简单 一方面告诉你们还是我做的案子 另一方面我担心安乐路的监控由于光线问题清晰度不够 你们查不到我的身高 而小区内那个监控旁的路灯光线非常好 所以我打算再拍一张照 让你们看得更清楚 王格东明明嘴 他描述第二次犯罪的经过 暂时也没有找出明显的漏洞 你说的我们会重新调查 如果真是你一个人去而复返 我们一定会找出你所说的那辆电瓶车 当然 你们会找到的 第三次杀害范长根一家时 是你假冒的牛奶公 除了我还能有谁啊 可最后那天早晨的宋奶公 身形明显偏瘦 根本不像你 不可能吧 确实是我干的 也许那回的衣服穿得比较紧身一些 我记得那天是在下雪 对于这个回答 王格东也很难反驳什么 毕竟监控中的人看似比沉浸瘦 但监控中人照样没露脸 也没证据说就一定不是沉浸 或许真如他说的 是衣服穿得紧身的缘故 继续问了一阵 始终问不出另一个同伙 沉浸的回答都显得合情合理 王格东无奈站起身 主妇手下把沉浸先带下去 单人间里看押 同时考虑到沉浸或许真的有病 定住手下暂时不准动他分号 他要有什么生理要求 全且满足他 王格东需要跟祝国山商量一下 接下来该怎么办 原本以为抓住沉浸 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但现在一席问话 似乎让案情显得更扑朔迷离 回到办公室后 王格东跟祝国山讲了刚才的审讯经过 听完祝国山皱起了眉头 这小子真得了脑瘤 唉 不知道真假 看他说话样子 似乎是真的 诸国山沉思想 打电话把陈法医叫进来 你们屋正收集工作完了吗 基本已经处理完毕 那套房子贴了封条 暂时派两位民警继续看着 后续的政务勘查还在继续 这块工作抓紧吧 对了 你们有没有找到沉浸的病历本 病历本 我问问 陈法医打了个电话 过后回答 这儿有两份病历 一份是美国医院开的 一份是省肿瘤医院开的 上面写着 写着沉浸大脑内部 有一个恶性肿瘤 你看 还有CT照片 诸国山骤起眉 夺步办上 难怪这家伙敢犯这么大案子 原来他早知道自己活不久了 接下来怎么审 审还是要审 不要太过分 把握尺度 这起案子惊动很大 上级领导必须要得到案情的完整结果 最后肯定是要上法院判的 审办前不能让他出事 好吧 我会想想办法 如果他配合最好 如果不配合 总能有其他法子的 我们早上搜查房子时 还遇到一件事 什么 顶楼的阳台上放着一个大铁桶 里面是一堆刚烧毁的杂物 没有完全烧干净 初步看了一下 里面有两把牙刷 几个茶杯 枕套 背罩和床套 毛巾和几双袜子等 从痕迹上看呀 是陈进今天早上 把这些东西烧了的 然后又倒进了水 并且掺和了一些酸性的液体 就这些东西吗 是的 他干嘛把这些东西烧了 陈法医摇摇头 王格东思索片刻 突然眼睛一亮 差点被他骗了 果然他还有同伙 哦 怎么说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人的私人物品 老陈 如果牙刷毛巾这些东西上 占有毛发纤维 等能测出DNA的 经他这么一弄 是不是测不出来 毛巾被套这些易燃的东西 都烧得差不多了 只有牙刷茶杯 这几样不容易烧着的留下 况且在烧完之后 还放入了酸性液体 恐怕皮屑脱液等 完全差不出来了 这种情况来看 同伙可能长期或临时 在陈静的家中住过 除此之外 要证明陈静还有个同伙 只能靠房间内的脚印了 可是早上咱们压根梅留心这一届 那么多人走进他家里 地上的脚印也全乱了 就算早上留心勘查脚印也没用 光凭脚印他也大可说是其他人走进来的 随便编造个维修家电的伙计 我们也很难查证 微经之际 还是要新审出他的同伙 有一点你没问他 他犯罪动机呢 如果没同伙 他和甘家宁又没多深交情 哪来的犯罪动机 另外 物证组的工作要抓紧 只有你们查到的情况越详细 陈静就装不下去了 对了 葛东 你审问安排陈静到医院重新拍个片 看他到底是不是得了脑瘤 再问问医生 如果他确实得了脑瘤 我们是不是不能动他了 审讯室里 王阁东当天第二次审陈静 我们在你家阳台 发现了一个铁桶 他仔细盯着陈静 观察他的表情 陈静脸上毫无波澜 哦 是的 里面有两把牙刷 一个水杯 一个茶杯 四块毛巾 一副床上四件套 大约还有几双袜子 然后呢 你倒是交代得很彻底 啊 既然让你们抓了 我就没打算继续隐瞒 你想为什么 我都会配合你 我们查过了 你卫生间里的牙刷毛巾 都扔到铁桶里烧了 为什么 陈静想都没想直接回答 这是我早上烧的 稍后还倒了一些 我用剩的吸流酸 我们知道 我问你为什么这么做 牙刷毛巾这些东西上 沾了我的DNA 不光这些 早上我离开家门前 还把地打指脱了一下 清理了地上的毛发和脚印 当然 应该没有彻底的清理干净吧 但是时间紧迫 我只能尽可能地收拾一下 避免留下我的DNA 早上我出门的时候 看到你们的通缉令 我没有想到 你们竟然真的会查到我 我只能按照 机定的最坏打算 清理完DNA后潜逃 潜逃过程中 司机寻找 跟我身形相仿的人 然后杀了点燃 毁去部分容貌 伪造成我畏罪自杀的样子 如果你们没有我的DNA 通过死者身旁 遗留的证件等线索 就会判断死的是我 这家伙毁灭DNA 难道不是隐藏同伙 而是还想杀人 伪造现场 这家伙该多么冷血 但这只是他的公词 也许是说谎了 王格东继续审问陈进 可你最后没有这么做 而是自己来到了警车间 那是因为张宏波死了 我的所有杀人计划 都已经全部完成 没必要逃了 我原以为 你们都下了全程通缉令 我没多久可逃了 更没机会杀完最后一个人 结果我乔装打扮一下 发现走在路上 并没有被人识破 路过张宏波公司附近时 我想进去碰碰运气 然后居然被我轻易得手了 居然最后一个目标 已经被我杀了 那我这个只剩半年寿命的人 也没有必要再去杀个无辜者 帮助自己迁逃了 我活够了 赚足了 一条命换了七条狗命 不愧 不愧 王格东脸色冰冷 面前的罪犯十足是一个冷血的变态杀手 他真想冲上去给他一顿暴揍 收拾他嚣张的气眼 他狠狠捏了下拳 忍住怒火 你做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们到现在还没查出来我为什么杀人 你是为了甘佳宁 可你跟甘佳宁除了同学外 还有什么关系 陈静低头沉默片刻 重新抬头看向王格东 此时他的眼里微微发红 甘佳宁曾经是我的女朋友 你说这些人我该杀不该杀 什么 你说甘佳宁是你的女朋友 不可能 你也不相信 虽然只做了我一个月的女友 但我永远忘不了她 我至今未婚 也没谈过恋爱 就是因为如此 不可能的 我们早调查了你同学 从没人提过你是甘佳宁的男朋友 是不是你也以为 我的外貌配不上甘佳宁啊 王格东打量着他 一个不到四十岁 看着像是五十岁的脸 秃头塌鼻子 小眼睛肥胖黑皮肤矮 个子 即便换成十年前 陈静学生时代的照片 看起来也是相当丑陋 当然配不上甘佳宁 对此王格东没有说话 似是并不否认 不用你说出来 我也自认为配不上她 也没有人会相信 我能成为甘佳宁的男朋友 大学的时候 甘佳宁是我们化学系的西花 公认的美女 喜欢她的人很多 我们班长刘志勇 后来成功俘获了她的心 两个人谈起恋爱 但时间很短 没多久 甘佳宁就和她分手了 具体原因 我之间还没太清楚 总之那段时间 她的情绪不太好 这个时候 我走进了她的生活 事实上 我从第一眼见到她 就喜欢上了 不光她的外貌 也包括她的气质 个性 一拼一笑 都是那么美好 可是我知道自己个子矮 长得丑 从来是不被注意的一个人 我 怎么敢去喜欢她呀 可是我 我刻着不了自己的感情 我实在太爱她了 你体会不了我这样一个 在旁人看着极其卑微的家伙 会去喜欢一个女神一般存在的人 我爱她 可是我也不敢让别人知道我爱她 别人一定会嘲笑我 说什么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所以 在一时以来 我也只能在心底默默地爱着她 关注着她身边发生的一切 知道她和刘志勇分手后 我实在克制不了我自己 偷偷地向她表达了爱意 结果 结果奇迹居然发生了 我并不自恋 自始至终我都很清楚 她同意接受我的爱意 是分手之后情绪低落的缘故 她或许是自暴自弃 或许是随便找一种新的体验 总之她同意了 不过 这仅仅是口头上的同意 她从来没有和我牵过手 更没有做其他亲你的动作 也没告诉任何人我跟她的关系 就像 就像把我当成一个朋友 跟我倾诉她的事情 听此而已 但这对于我来说足够了 已经让我品尝到了 人生最快乐 最满足的时光 尽管不到一个月 她就告诉我 太自私了 或许只是想找一个 能说心里话 不会传出去的朋友 我们的所谓男女朋友关系 也搞一段落了 我并不太难受 那时的我早就想得很明白 我配不上她 她也不是真的接受我 但这一个月以来的生活 是我最美好的回忆 我永远忘不了那股快乐的感觉 大学毕业之后 我虽然身在美国 却无时无刻 不在心里挂念着她 得知她结婚之后 我为她感到高兴 得知她有孩子之后 我就像做那个孩子父亲一般的开心 可是谁知道 她有一天 会变得家破人亡啊 但我知道何健生死后 我就想回国看望她 安慰她 可是还没等我回国 就发生了这种事情 你说 我能不恨吗 那时我昏得浑身颤抖 后来昏倒了 去医院检查案 才得知患上了脑瘤 并且发现时已经是中后期 医生说 或许是和我多年的工作有关 我的职业是化工研发 每天要接触各种化学物质 也多少会吸入一些有害成分 你们看我的外貌就知道了 日期月累 终于 艾细胞在脑中诞生了 但是发现的太晚 治疗的价值不大 虽然一生将以我生下的日子 过些任何想过的生活 你知道吗 得知我的寿命只有半年到一年 那一个星期我几乎都蜷缩在家里 万念俱灰 但这一个星期之后 我就想通了 原本我最大的希望 就是看着喜欢的人快乐的生活 现在 喜欢的人也没了 我的寿命也进入了倒计时 不如就用我剩下的时间 为他做些他想做 却没做完的事吧 好在脑瘤的发声部位 并不是大脑皮层 否则我的思维就会出现问题 怎么能想到这一系列的犯罪呢 脑瘤暂时只是影响我的植物神经 我一直用药物维持着 所以 我成功杀了那些人 听完他的讲述 王格东陷入了沉思 他终于理解 沉静为什么这么做了 他平时工作繁忙 家庭关心得少 但他也打心底爱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他能体会沉静的心境 当你深爱一个人 爱到骨子里时 你最大的愿望 就是永远看着对方快乐的生活 即便他嫁给的是另外一个人 可当有人把你的愿望 顷刻间击打粉碎时 你再也控制不住了 更何况 沉静得知自己 仅有半年到一年的寿命 他已经没有什么好顾虑的了 如果有人杀了我的老婆孩子 我是否也会像沉静一样疯狂报复 这个问题 在王格东脑海里一闪而过 他不敢想下去 这种事不可能发生的 每个人都有可能变得疯狂 就看他失去的是什么 当天沉静到县人民医院 做了检查 确诊得了脑瘤 县局打电话 到省肿瘤医院调查记录 查到沉静回国第二天 就到肿瘤医院做了检查 医生建议他化疗 否则最多只能活一年 他说回去考虑一下 购买了多瓶 与他美国带来相同的药 之后就再没有去过医院了 结果表明沉静确实得了绝症 为避免他的突发情况 对他的审讯 也不能采用常规的那些手段 当然 他有绝症这个结果 也很符合警方的预期 这样犯罪动机就好理解了 当最爱的人死了 而自己又时日无多 于是极端的他选择了疯狂报复杀人 但对于那个模棱两可的同伙 王格东和诸国山都没了主意 他到底有没有同伙 无法确定 因为沉静口中的解释 似乎都和情和理 警方从头到尾怀疑的合伙犯罪 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撑 只能说是王格东 当初一厢情愿的推理 跟踪徐增的人马回头报告 徐增最近期间 没有任何的异常 监听的电话也显示 他从未和陈静联系过 他之前供述几个月前 和陈静的两次电话联系 完全符合事实 和陈静的网络聊天记录 最近几个月也是空白 包括之前的 确实如他自己所说 这些年联系不多 目前的情况看 徐增应该和案情无关 也没有和陈静进行过联系 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王格东还是心里存疑 到了第二天 现行针对的后续侦查工作 基本有了眉目 结合陈静自己的口供 可以还原全部的犯罪经过 陈静每一次杀人前 都经过了细致的计划 踩点准备工作 对江小兵下手前 他远距离跟踪观察多天 并且跟踪时并非一路跟随 而是分路段跟踪 例如今天跟踪他一段路 明天在另一段路上 蹲点继续跟踪他 所以跟踪过程从未被人发现 同时陈静在最后下手前 对江小兵所有可能经过的路段 进行了详细勘查 定制不同的尸体处理方案 当夜江小兵独自进入安乐路 陈静抓住时机尾随 并且发现此时路上并无其他车辆行人 于是他拿出医用麻醉枪 经过江小兵身旁时 突然将装有高纯度尼古钉的针筒 打入江小兵的脖子处 很快准备身亡 陈静在动手前 点开了手机上的录音开关 录下江小兵死前的声音 为后面的绑架杀人做好了准备 随后 陈静按照既定的该路段的尸体处理方案 利用安乐路的特殊地形 把江小兵扶上一旁的居民楼 在一楼二楼中间的楼梯转角处 把尸体通过窗户 扔到房子后面的荒废绿地上 做完这一切 陈静刻意在监控下 竖了中指留下身影 留给警方的线索 只有他的身高和体型 利用内增高的轨迹 引导警方寻找身高170到174的人 却怎么都没想到 实际案犯的身高 仅为165 离开安乐路后 陈静避开路面监控 快速回到自己车上 驾车来到绿地旁 带走了江小兵的尸体 第二天一早 陈静开始那一段绑架的计划 在通知水库的前一天夜里 他布置了箱子和陈师湖底的工作 第二次犯罪中 陈静用同样的分段跟踪法 连续跟踪了姚苏岳和李启明母子 掌握了两人的日常出入规律 在李启明回家的那天 先步行进入小区 准备在铁门上挂上 剧毒秦华清的喷屏 自己躲一步 伺机操作遥控器 此时他的疾病发作了 发现药瓶空了 无奈只好先快速离开小区 回家吃药后 为了抓住这星期的机会 他开电瓶车快速折回 此时李启明尚未回家 他挂上喷屏后 李启明下车开门 沉浸操作遥控器 秦华清大量喷出 李启明因吸入过量 很快身亡 而后陈静查看四下无人 来到门旁 为了不留下指纹 用衣服包住手指 按下门铃 引姚素月出门 姚素月来到院中 看到门外倒地的李启明 没时间多想 就跑过去开门 陈静趁机再次按下遥控器上 喷屏另一个方向的按钮 将姚素月毒杀 第三次犯罪 对陈静是极大的考验 因为范长根一家 住在地警院这安房严密的官员小区 并且范长根身为派出所所长 本身警觉就比前两次犯罪中的人好 并且他知道案情 可能会提高警惕 设置机关装置的犯罪成功率不高 陈静购买了望远镜 来到小区后的山上 连续几天的观察 确认了范长根家的准确住址 并且看到宋奶公和宋豹公 可以进入小区而不用登记 更意外地 看到了范长根家订了牛奶 于是陈静伪装成宋奶公 进入小区踩点 经过分析 认为更换牛奶香 在牛奶中加入三氧化二身的计划可行 便依照计划在真正宋奶公刚离开小区不久 他进入小区更换了范长根家的牛奶香 当天范长根及妻子 因喝下的牛奶中三氧化二身含量过高 抢救无效死亡 最后一次犯罪 也就是昨天 陈静一早出门 看到了街上的警察 他怀疑自己身份暴露 经过告示蓝时 看到了自己的通缉令 他火速回到家中 烧毁了带有自己DNA的物价 并且快速地脱了一遍地 尽可能减少屋内残留的毛发 等携带自己DNA的东西 他计划之一 是毁灭DNA后 在外潜逃 杀害一名身材相绑的中年男子 随后点燃毁尸 伪造成畏罪潜逃 惧怕抓捕 最后自负毒药并自焚的假象 让警方尽早结案 不再通缉自己 他的计划之二 是继续完成他的犯罪计划 杀死计划中的最后一人 张洪波 所以 他在清理完房间的DNA后 戴上了杀害张洪波的犯罪工具 穿上增高鞋 戴上假发 眼镜 胡子 经过化妆后出门 来到街上后 他发现没有人注意自己 甚至经过警察身旁 都未被发现 他逐渐放下心来 想着实行计划中的最后一人 他来到张洪波的公司 伪装成法院人员 进入等待 张洪波来到会议室后 陈警关上门 突然掏出一把仿真枪 说自己就是警方要找的人 叫张洪波不要动 张洪波知道 此人已经连续三次作案 并且看到他手中的仿真枪 以为是真枪 极其害怕 丝毫不敢动 陈静把他控制在沙发上 举枪威胁绕到其身后 迅速掏出 装有高纯度尼古丁的针头 扎进张洪波的脖子 张洪波虽然奋力反抗 甚至把陈静推倒 把陈静的衣服都撕破了 但陈静拼了全力 和张洪波搏斗 没过几十秒 张洪波体内的尼古丁 作用到大脑 很快步行人事 自始至终 未能冲出会议室 所以直到陈静离开公司 还没人发现张洪波意思 陈静离开公司后 想到自己的计划 已经全部完成 而自己的寿命也已不多 没必要杀害一个无辜者 换取自己半年的自由 于是他心甘情愿地 来到便衣警察的车前投降 案件似乎到了这里 已经很清楚了 但王格东始终觉得 其中存在一些疑点 他反复斟酌整起案子 疑点虽有 但总能被陈静地 回答解释得通 他心里最耿耿于怀的一点 是陈静到底有没有同伙 但陈静的回答里 找不出任何矛盾的地方 即便刑讯逼供 如果真没有同伙呢 结果还不是审不出 下午 陈法医带来了初步勘察报告 老大 同里找到梁小杰燃烧后剩下的头发 已经送到省里去测DNA了 最迟后天有结果 另外按你吩咐 他房间里的角落 也收集到了少量毛发 一同去做DNA 看看是否有同伙 好的 要尽快 王格东相信 只要测出来的结果 不是陈静本人 那么他的同伙 再也藏不住了 陈法医从包里 拿出一个病例模样的东西 交给王格东 王格东翻开看了一眼 全是手写的英文字母 他看不懂 这是 这是从陈静家 搜出的另外一份 心里辅导记录 写着什么 上面说陈静有同性恋倾向 需要心理治疗 你说他是同性恋 不是确定的同性恋 是同性恋倾向 同性恋分两种 一种是天然的生理上的 一种是后天心理上的 上面说 他心里有同性恋的倾向 建议他进行 心理健康治疗 可以矫正 他是同性恋 又找医生 想纠正自己的变态心理 不一定是他自己 找心理医生看病 我专门找人看过了 这是他们美国 许多公司的福利 不定期呢 为员工进行心理辅导 这不是专门的医院诊 那结果啊 这是心理医生的谈话记录 上面写了这一点 愿不愿意接受治疗 矫正同性恋心理 是他个人的隐私 心理医生无权干涉 王格东想了下 心中不解 从他家中的实验室里 搜出了各项的化学仪器 和剩余的化学材料 验证了此前的判断 尼古丁 氢禽酸 三氧化二参 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提炼的 包括金属钠和纯净的碳酸钙 都是他通过化学反应得到的 除了这些敏感材料 其他如锡硫酸等常规的原始材料 他是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的 由于这些材料很普通 他购买的量也不大 而且呢 是分批到外地不同地点购买的 甚至部分非液体材料是网购的 所以啊 从未引起任何人的警觉 他确实是个化工方面的人才 在美国化学公司做了多年 这些事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可惜了 用错了地方 这时 陈法医脸色沉下来 我们连夜到现在 测了他家里发现的物质 除了我们知道的以外 发现陈进还提炼了氢化钾 材料瓶中找到了少量的粉末 此外 我们找到了大约三十克的天梯 但是根据他自己写的购买清单记录 和剩余的材料比对 他应该至少提炼了一百克的TNT 剩余的部分呢 找不到了 而且我们还在地板的角落 发现了剩余雷管的材料 王格东顿时大惊 他一听到TNT 马上联想起了 甘佳宁的疯狂举动 现在陈进这个更疯狂的家伙 也制作了TNT 他想要干什么 他的谋杀中 从没有用到TNT 而且这个烈性爆炸物 不同于他的毒药杀人 TNT杀人 需要制作成炸药 近距离炸药 自己也得跟着死 甘佳宁就是牺牲了自己 才把仇人炸死 而要制作遥控炸药 难度颇高 陈进的供述里 从未提到他想和对方同归于尽呢 这个消息来得非常突然 王格东知道 这件事事关重大 如果陈进确实有同伙 并且这部分TNT 在那个同伙的手中 那么这名同伙 拿着这部分TNT 去做更疯狂的事 岂不是要捅破天了 他不敢耽搁 忙打发陈法义离开 快步迈向审讯室 必须马上问出 剩余TNT的下落 现在不管能否对陈进行讯逼供了 不知道TNT的下落 就像一颗定时炸弹放在身旁 一旦出事 就是大事 陈进刚被带到审讯室坐下 王格东一马冲过去 拎起他的衣巾 说 你做了TNT干什么 本来想着如果远距离杀人存在难度 直接学甘家宁引爆炸药 不过最后没用上 之前你为什么没交代 你们没问 我也就忘了说了 从你家剩余材料推算 你至少练了一百克的TNT 现在你家里只找到三十克 剩下的呢 没想到你们警方真的很能看 会从化学反应室里 计算反应产物的质量 确实 本来应该有一百克左右的 结果前面的实验发生意外 实验失败了 所以没有连职成功 你他妈别跟我废话 你这样的人做化学实验还会失败 说 剩下的到底去哪了 是不是在你同伙手里 我想我跟你们说了很多遍了 我实在没有任何同伙 我也不明白你们 为什么总怀疑我有同伙 任何人做化学实验 都有可能失败的 影响重控率的原因有很多 原料的纯度 温度 环境控制 时间 还有 闭嘴 此事事关重大 王格东根本不相信 他做实验会失败了一大半 仅剩下一小半 我再问你一遍 剩下的天梯到底去哪了 实验失败 连着材料一起倒掉了 你小子活到头了 王格东抛下这句话 立刻叫过林杰 一起帮忙 你有脑瘤 打不得是吧 把你手断了再接回去 没问题吧 他和林杰 把陈静绑在凳子上 解开他的手铐 一人一只手向后搬了过去 王格东对林杰使了个脸色 两人放手 发现沉浸的裤裆 已经湿了一大片 现在招了吧 在检察院 徐增那里 徐增 徐增是你同伙 徐增怎么会是我的同伙呢 他可是你们一帮的人的 如果他知道我回金县 或许就想到案子是我做的了 他早就第一时间 举报立功了 那你怎么说剩余天梯 在徐增那里 你还想继续编 是 是在他那里 我明明给予他一盒学家 是美国的军后学家 其中底下一排的烟草 学家里 烟草 放了一段 三小鸡甲板 王格东和林杰都睁大了眼睛 他怀疑过徐增是同伙 甚至到现在 还有一定的怀疑 怎么可能想到 陈静会想杀了徐增 这全然出乎他们的意料 你 你想炸死徐增 是 我是想炸死他 可是我到现在 都没听到检察员的人出事了 看来他并没有抽到 底下那排的学家 我记得他过去是抽烟的 但到现在结烟了 或者快递包裹丢了 要不然 上号的进口学家 价值两千多 他没有理由不抽的 看到过去这么多天了 看来我的计划 的确失败了 听说你和他是发小 虽然你去了美国后联系不多 那你为什么想杀死他 没错 我和他是发小 以前我没什么朋友 只有他一个朋友 我很重视我们的友情 可是他变了 我去美国之后 一直在偷偷地 关心着干家宁 听着同学们聊天中的 直言片语来知道他的近况 我也知道徐增考进了你们县的检察院工作 后来我听徐增告诉我说 干家宁做了他的女朋友 但过了几个月他再告诉我 他觉得干家宁并不会给他的前途带来什么 于是他决定分手 一个很单纯的恋爱 非要扯上前途这些物质的东西 你说得可恨吗 他变了 进了单位总是想着师徒顺畅 拍马奉承 挤身出头 可仅仅因为物质的考虑 他去选择和干家宁分手 啊 这算什么 他怎么对得起干家宁啊 更何况贺浅生死后 我打电话去给他问情况 我请他帮忙安慰照顾安家宁 可他做到了吗 他没有 他为了自己的仕途 不想得罪人 不想牵扯起 这些关于范家的事情 他没有做到 结果呢 干家宁死了 范家一个人果然可恨 你说徐增可恨吗 可恨吗 王格东抿了名嘴 同时也对TNT的下落 松了口气 这件事你也错怪徐增了 据我所知 徐增在事后曾几次 跑到何家看望 也算尽他的力了 是吗 你家里还找出了情话甲 你四次犯罪并未用到过 你练出来做什么 本来我想在范长根家的牛奶里放情话甲 但后来考虑到如果对方喝下情话甲 会在一两分钟内迅速发作 如果范长根夫妇不是在同一时间喝的牛奶 看到一人发病 另一人当然不会再喝 顾及这一问题 所以我放弃了情话甲 改用发作时间慢 但同样致命的三眼花而身 王格东点点头 这个解释是完全符合情理的 剩下还有疑问 但他需要回去整理一下思绪 再行发问 现在先去处理徐增的那盒雪茄问题 虽然到现在没出事 万一今天他偏偏抽到了有TNT的雪茄 那就麻烦大了 回到办公室 王格东立马打电话 喂 徐克吗 我是王格东 你最近有没有收到一盒雪茄 雪茄 有啊 怎么了 雪茄现在在哪 我一直扔在抽屉里 好 那你先别动 我们马上过来 怎么回事 此时王格东已经挂了电话 十多分钟后 王格东带着陈法医一行人来到检察院 说明情况后 静止来到徐增的办公室 雪茄呢 在 我这就拿出来 徐增把雪茄摆到桌上 王军 这 这 这雪茄有什么问题吗 嗯 大有问题 王格东抛下一句话 随即就小心翼翼地翻开雪茄盒 徐增在一旁紧张地看着他 至今徐增尚不知道这盒沉浸送的雪茄到底藏了什么秘密 王格东发现雪茄少了一只 你抽了一根 啊 是的 事实上 少的那只是徐增掰断一只想看下里面藏了什么 王格东转过身再度试探徐增 你这雪茄哪儿来的 我收到个包裹 上面没写记件人 里面打开就是这盒雪茄 我拿出来抽了一只 但雪茄的味道我不习惯 而且我已经戒烟 所以一直放在抽屉里面没动 徐增的回答和陈静的供述没有任何出入 他想起第一回和徐增聊天 他拔烟时徐增也说戒烟 加上最近对徐增的跟踪了解 以及电话和网络聊天的记录侦查 他对徐增彻底放心了 随即他让陈法医把下牌的雪茄拿出一根 掰断后 里面果然掉出了一节白色的精状体物质 此外烟草中还藏了根雷管 陈法医仔细辨认 老大 果然是天梯 这雷管啊 是火雷管 遇到火之后马上能引爆天梯 与陈静家中发现的一样 天梯 这 这雪茄里怎么会藏有天梯 幸亏你没继续抽这盒雪茄 否则恐怕就已经出大事了 王军 到底怎么回事 徐增注意到了王格东 对待自己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 只是他不明白为什么雪茄里有天梯 陈静又用什么办法摆脱了自己的嫌疑 王格东又拿起底下的一只雪茄白断 依然掉出了天梯和雷管 他嘱咐陈法医把东西带回去 撑一下分量 随后转头向徐增解释 你能猜出这盒雪茄是谁送你的吗 是谁 陈静 是陈静 没错 陈静已经被我们抓了 想必你也知道这事了 据他供述 他购买了一盒美国进口的高档雪茄 雪茄的底下一排 是他用雪茄纸包上TNT和一些烟草重新做的 他的目的就是让你在抽烟的时候 罩死你 不 不会吧 此刻他也明白了 为什么陈静告诫他永远不要动收到的礼物 原来是怕他自己尝试抽一根 偏偏出事 事实就是这样 你自己也看到了 万幸的是 你只抽了最上牌的一只烟 可 可他 他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说你当初和甘家宁谈恋爱 后来你选择了与甘家宁分手 可是 可是那也不至于 使他快想杀了我呀 不可能 我想一定是弄错了 他和我小时候关系很好 不可能这样对我 他还说 何剑生出事后 他曾嘱咐你安慰甘家宁 嗯 有这事 这件事 上回我也跟你讲到了 可是最后甘家宁还是选择走了极端 为此 他对你怀恨在心 可 可我确实却安慰过了 我 我也不会想到甘家宁会这样 他 他怎么会 他怎么会多有这么大的误会 而且 而且陈静怎么会为了甘家宁来恨我 甚至要杀我 你不知道甘家宁曾是陈静的女朋友 嗯 徐增愣了一下 他很清楚 甘家宁从来没做过陈静的女朋友 王格东这么问 显然是陈静的口供是这么说的 但自己该说知道还是不知道呢 稍一思索 他打定主意 说不知道 总不会有事 因为不知道才是事实 如果说知道 而王格东再去问其他人都回忆没这事 那自己 岂不是会被王格东怀疑 我从来没听说过 不 不太可能吧 或许用男女朋友来形容不太合适 嗯 准确说 有一段时间陈静和甘家宁走得挺近 你知道吗 我和他不是同一个学校 我也从来没听他说起过 好吧 看来至少徐增不知道陈静和甘家宁的关系 只能再问问其他人了 我知道这件事让你会很难受 但事实就是事实 但就是这么做了 王格 我想知道 陈静最后会怎么办 等全部东西侦查清楚 剩下的工作就不归我们公安馆了 你在检察院多年 很清楚这次案子的定性 除了死刑 不可能会有其他 徐增咬着嘴唇点点头 过了一会儿 王军 王军 我能看一下陈静吗 怎么 你还想看他 毕竟 几十年的朋友了 我不想他 对我有误会 不行啊 这是宝贝公安部的重案 我也没权利让你看他 徐增默默转回头 忍不住热泪盈眶 这一次 他不是在王格东面前演戏 而是他真心的 替陈静难过 回到宪局 林杰带来了最新的侦查消息 陈静随身携带两张身份证 一张是他本人真实的证件 一张为仿真度很高的 名为陈前的假身份证 并且还打印了一张 叫陈前的户口簿 假证的名字 号码 照片 都是真的 他拿着陈前的身份证和户口簿 办理了购买二手奔驰车 和那套二手房的手续 所以他们查车管所 查房产局 没有找到陈静名下的房车登记信息 只不过警方永远查不到 陈静 还有第三张假证 因为那一张已经被他自己销毁了 结合陈静的口簿 得知他在整起谋杀案前 进行了详细的筹划布置 他并不是一次犯罪后 再构思下一次的犯罪计划 而是在第一次犯罪之前 就进行了通判考虑 虽然一开始 他没办法具体构思出 每次犯罪用什么方法实现 但他罗列出了各种的犯罪可能 并且记下了可能用到的作案工具 此后他多次来到杭州 宁波等其他城市 购置了电瓶车 化学材料 玩具纺真枪 医用麻醉枪 手机卡 以及根据电线杆上的广告 定制了各种假证 那张法院工作人员的证件 只是他众多假证中的一张 此外 他还有各种机关单位 企业单位的假证件 不过这些 最后没有派上用处 唯独牛奶香 是在他作案前定制的 也正是因为此点 才暴露出凶手的身份 王格东悉心整理着 这几天下来的所有侦查成果 用笔一一记在本子上 案子到了现在 基本已经很清晰了 但他心里 还有几个疑点需要确认 第一 还是那个老问题 陈静到底有没有同伙 尽管陈静自己的口供 与我们掌握的勘察证据 不存在任何矛盾 但还是感觉有点奇怪 没有同伙 一个人就能干出这 闻所未闻的大案 实在不可思议 但前期判断凶手 有同伙的证据 都被陈静解释通了 并且通过其他人的了解 陈静此人性格内向 出国前本就没什么朋友 他十年没回国 突然回来犯罪 去哪儿找同伙 唯一可能的徐增也被排除了 第二 陈静和甘佳宁 到底是什么关系 如果确实如他所说 甘佳宁在与刘志勇分手后 短时间内做过他的所谓的 更多是一厢情愿的女朋友 他对此刻骨铭心 所以回来复仇 那么他一个人犯罪 就能成立了 但如果并不是如他所说 甘佳宁做过他的女朋友 那么陈静所谓的犯罪动机 就不成立 那么他也势必有个同伙了 所以只要搞清楚第二个问题 就能解决第一个问题 陈静到底有没有同伙 王格东沉思了一会儿 叫来林杰 让他打电话给刘志勇 询问当年情况 自己在一旁听着 拨通电话后 林杰先告诉了刘志勇 他们案子破了 凶手是他们的老同学陈静 人也已经被抓了 电话那头 刘志勇表现得非常意外 他怎么都不会想到 当初看起来 瘦小猥琐的一个内向同学 最不起眼的一个 甚至不提起 都想不出他名字的人 会做下这场大案 尽管上一回 王格东打电话 询问陈静这个人时 他也在猜想 难道陈静会是凶手 但当警方明确无误地 告诉他这个消息 还是把他震惊得 半上没回过身来 刘总 这边还有一个事情 需要你回忆一下 当初你和甘家宁分手之后 他的情绪怎么样 分手是他提出的 我们知道 这点你已经说过了 那么他死后的情绪呢 不太好 有些低落 或许他也并不想分手 只是觉得性格不合 分手了 人总会要有个适应期吧 那么这段期间 陈静是不是和他走得很近 甚至做了他的男朋友 做了他男朋友 不可能吧 甘家宁怎么可能会喜欢陈静 他觉得这个问题 简直是对自己的侮辱 他记忆中的陈静 形象已经很模糊了 但仍然记得很清楚 他是个外形丑陋的人 甘家宁怎么可能会喜欢他 听陈静口供的意思 我认为他们这种 也不算男女朋友关系 顶多走得近了些 你问问他 这期间陈静和甘家宁 有没有什么往来 甘家宁和你分手后的 这段时期 和陈静有什么往来吗 记不大清楚 就算有往来 也不会太密切的吧 你再仔细想想 我实在想不起来 陈静和他有什么 往来的地方了 对了 有件事我倒想起来了 有一回上课 我看见甘家宁 给了陈静一封信 后来我问甘家宁 怎么回事 他没有告诉我 那时我们已经分手了 那你有没有找陈静问过 找了 他不肯说 我也不好意思强问 他这个人很内向 平时他不跟其他人说话 我们也很少主动跟他说话 也就是说 信的最后内容你不知道 嗯 是的 如果说有什么往来的话 我记得就只有这一件事了 希望能帮到你们 好的 谢谢了 现在还是我们的侦查阶段 陈静被我们抓了的消息 还望你保密 一定 一定 挂下电话 王格东若有所思 看来关于陈静口供中 他和甘家宁 曾有一段秘密交往的事 应该是可信的 此后又打了几个同学的电话 那些人的惊讶程度和答复 基本与刘志勇一样 甚至有个人还见过陈静 给甘家宁的一封信 如此看来 陈静和甘家宁的关系 是真实的了 那么他确实没有同伙 也是真实的 不过 还需要最后再验证一次 两天后 王格东接到陈法医的报告 省厅物证鉴定中心 对于铁桶内残存毛发的DNA比对 结果出来了 上面留下的毛发 确实是沉浸的 没有发现第二个人的DNA 并且沉浸的卧室角落 也寻找到几根毛发 鉴定后 也是沉浸的 这让王格东更进一步 相信了沉浸 没有共犯 此后 王格东又找了沉浸问话 询问他在第一次绑架案中 是如何知道手机怎么打 才不会被警方追踪到位置 他的答复是网上看到的 他回国前 就带了一个手机信号发散装置 这从他家搜出的这台装置上 得到了验证 他又问了他同性恋是怎么回事 沉浸一开始不愿意交代 此后断断续续 说了或许由于对甘佳宁爱得太深 对其他的女人压根没有兴趣 所以心里变得有一点畸形 但他也一直在克制着 仅偶尔试过几次那种事 王格东又拿出家中搜查到的变声器 让沉浸重复当时的话 经过和当时录音的声线比对 确认电话那头说话的家伙就是沉浸 此外王格东拿出李刚案子的监控 让沉浸自己指出哪个骑电瓶车的是他 沉浸很快就指出来了 通过比对 那辆电瓶车确实是小区搜出来的沉浸的犯罪用车 也是杀害范长根时送牛奶的那辆电瓶车 唯独一点 电瓶车上的人始终是低着头行驶的 没有一个监控能排到面部特征 而汽车人的身形与杀害范长根当天的送奶工很相似 看上去比沉浸的实际身材要瘦一圈 可是沉浸坚诚就是他本人 只是当时衣着的缘故 对此警方也实在找不出理由和证据否认 王格东甚至用了测谎仪来重新对沉浸录口供 他大部分供述时测谎仪的显示都是正常的 期间偶有波动的时候 但仪器毕竟是仪器 即便说的全是实话 如果说话人当时心中紧张 测谎仪也会显示错误结果 相反 如果在说谎说得理直气壮 连自己都深信自己的谎言 测谎仪的结果也会认定你没有撒谎 种种勘察结果和沉浸的口供 都支持他是独自犯罪的事实 包括王格东在内 所有人都接受了沉浸没有同伙的事实 十多天过去了 这起惊天大案的调查基本也告一段落 沉浸自己很配合 加上警方对此案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 侦办效率极高 关于沉浸的犯罪动机 犯罪经过等已经一清二楚 各项物证勘察工作都已结束 当然了 对于沉浸的抓捕过程 除了现局的自己人知道沉浸是自首的 其他各级领导都以为沉浸是在继续潜逃的过程中 被眼尖的便衣发现 在逃亡山上的时候被抓个正招 案综叠起来已经有半吃狗 就等着上级公检法领导的意见 准备把案子从公安移交给检察院了 这天诸国山找到王格东 明天我就打到回府了 这么快 是啊 案子都办完了 该回去了 这不再过半个月就过年了吗 我部门里还有许多许多事等着处理呢 也行 那我过年再到您家拜年 好 对了 陈静怎么办 总不能一直关在我们县局吧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呢 我跟省里的领导说了情况 包括陈静恐怕只有半年后活了 领导对这事也很急 谁都不想他在审判前死在狱里 到时万一传到外边 这种非正常死亡 又是这么大案子的嫌疑人 到时就说不清楚了 省政法委领导的意见是过完年马上开审 年后就审 对 速战速决 马上审 马上判死刑 最快速度把这整件事淡化下去 翻过这一页 否则夜长梦多啊 尤其这案子的起因太敏感 真要传出去影响鸡刹 幸好你们这儿是小县城 你们这几次办案对外保密工作也还不错 老百姓虽然知道翻长根那几户人家死了 但也不清楚是被谁杀的 更不知道是被甘家宁的老同学复仇杀害的 省力会跟最高法汇报情况 说明陈静的特殊身体原因 到时审判一下来 省力马上报到最高法 最快时间内完成死刑复合 立即处决 王格东点点头 这是意料中的事 那其他单位什么时候来接手陈静 这个嘛 还没定 上斗初步计划时 陈静案子还是由你们县检察院起诉 县法院判 当然了 肯定是不公开审理 这么大的案子 我们先自己处理 不是你们先自己处理 是在你们县办 具体怎么起诉 怎么判 到时上头会有指导意见 因为考虑到这案子从头到尾 方方面面的影响都极其的恶劣 放到市里 反而容易引起别人关注 所以这案子 放在你们县审 照个节假日 偷偷审判完 处决了就完事 等我回到杭州 过一两天 就给你准确电话 好吧 也只能这样了 案子办完了 你也该放松些了 虽然最后张宏波还是被杀了 但省里领导对你这次办案 还是赞赏有加的 尤其你的亲戚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媒体都没报过这案子 我相信你明年调岗位的事八成没问题 我再回去给你走动走动 对了 省里这次会批十万元的破案奖励 你们市里据说有五十万 你们县里想必也会不少 这回你和你的弟兄们也能过个好年了 大家几个月来确实比较辛苦 幸好案子过年前就破了 不然这年都不好过啊 什么 陈金就放在室里是 而且由我们院父的起诉 徐增对着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问 他是县检察院检察长 也是徐增的准月夫 检察长点点头 是的呀 早上省里刚下了指示 这 这案子是我负责吗 检察长没有正面回答 看了几眼徐增 站起身 走过去给徐增倒个杯水 坐吧 我听公安局王局长说 你和陈金是发小的朋友 没错 我们从小一起读书 我和他那会儿很要好 我父母和他父母 也是相识的朋友 本来这么大的案子 是该你来做 但我考虑到你的关系 所以还是换个人 这 这怎么能这样 他不是差点都杀了你吗 怎么 你还顾虑你们的友情 讲起这件事 院长心有余悸 他想象着 如果徐增不是因为这几年谈恋爱戒烟了 继续抽光那盒雪茄 现在面前这个准女婿 已经是个死人了 不 这是他对我的误会 我不怪他 我不管是不是他对你的误会 总之 这件事让我现在想起都替你后怕 这次开庭时间 放在年后第一个星期六 为了尽可能减少影响 这次审判也不会对外张贴告示 非公开审理 并且省里市里县里的很多领导 要来旁听 一方面 他们要是知道 公诉人是凶手的发小 对你以后的影响不太好 另一方面 我考虑到你和他的关系 怕你起诉时 措辞不够强烈 什么算措辞不够强烈 陈金会怎么判 这还用问 当然是死刑立即执行了 可是他得了脑瘤 本身就没几个月的命了 何必这样呢 这不是我们这级别能决定的 上面早说了 马上处决 他要是上诉呢 能拖延几个月吗 不可能的 不会给他上诉的机会 他如果敢上诉 回头到看守所里 就有的瘦了 这点审判前相关人 会跟他阐明的 他也一定会权衡轻重 这事情是省力领导定的 媒体就算知道他的内情 这件事没一家媒体敢报 你也要考虑一下 其实我觉得死刑对他 反而是好事 拖下去 他的病情发作 要知道 癌症晚期是极其痛苦的 看守所哪会给钱让他看病 谁也不想他死在监狱里 但谁也不想他继续活下去 这是唯一的选择 他的律师呢 市里会指定一个给他的 指定的律师 哪里会帮他辩护啊 院长咳嗽一声 盯着他看 过半生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但你要知道 这件事的结果 是没法变更的 我劝你就不用多想了 他有脑瘤 应该给他做精神鉴定 他不具备完全行事责任能力 镇长儿子当初 我们不就那么搞的吗 你呀 换成平时就不会这么想了 这又不是小案子 你想保他不判死刑 安稳度过剩下几个月 不可能 我也没这本事 算了 你还是休息几天 别想着这事吧 如果你还想做点什么 我只能帮你安排 跟他见一面 除此之外 你想再多也是无用 徐增彻底闭上了嘴 默默无言 悄声走出了办公室 拿起新年的照片 忍不住眼泪 再次流了下来 为了保全我 陈金设计了学家河这出霸心 我之前却还一直怀疑他的动机 甚至已经他想要陷害我 陈金做这一切虽然疯狂 但他从头至尾 心里都还记着我这个朋友 从来没有想过要害我 而他自身 却又为所犯下的罪行 在生命自然终结之前 被人为终结了 这个年 大家都过得很好 唯独过得不好的是徐增 徐增今年没回老家 在大年三十晚上 去看守所看陈金 但陈金为了表现出 记恨徐增的样子 选择不见 这让徐增既理解又感动 后来他从看守所的人口中得知 有多位领导交代过 一定要注意观察陈金的病情 一旦出现紧急情况 马上处理 绝不能让他现在出事 他被关在单独的一间牢里 作息时间随意 满足他的各项合理要求 吃的药一旦用完 马上继续配上 王局长也曾几次看过陈金 跟看守所的人打了招呼 好好照顾他 陈金自己 倒没表现出任何悲伤的样子 每天看看书 睡觉 仿佛没当这里是看守所 每当工作人员送来饭菜 他还会礼貌客气地对人说谢谢 朝人微笑 表现坦然 当然 看守所的还告诉徐增一件事 陈金前段时间上厕所 总会发出痛苦的声音 估计是癌症病痛 但医护人员去照顾他 他总说没事 仅吃了点止痛药了事 看来 你做完了你想做的一切 自知几个月后就算不处决 也走到尽头了 或许早日处决 对你来说也是件好事 好吧 这样也好 陈金啊 既然你的目的达到了 祝你也 新年快乐吧 可是他不知道 陈金的目的 还没达到 他还有一件 他自认为最有意义的事 还没有完成 当他从纸牌的律师口中得知 年后第一个星期六 就是审判的日子 他打心底里开心 很快就有个美好的结果 年后的第一个周六 由于涉及敏感隐私 市人民法院 不公开审理了这起案子 没人会想到 法院周末还会加班 所以这次审理保密工作 做得非常到位 虽然不是公开审理 但今天旁听习的规格很高 有省政法委 公检法系统的领导 还有市级县级的 各有关单位领导 部分政府官员 以及范家的几个官员亲属 徐增也坐在旁听席上 连人大代表 都没被邀请来参加旁听 目的就是尽可能减少 这案子的后续影响力 负责审理的法官和公诉的 检察院人员 都是上级指派县里的人 所有的剧本 早已根据上级指示 反复修改整理 确保所有的剧情 朝他们构思的那般发展 但陈静这个一直在演戏的戏霸 能否别出心裁呢 此刻没人会想到 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陈静一人犯下四起重案 杀七人 犯罪规模庞大 卷宗厚厚一叠 负责起诉的检察院人员 花了整整一个上午还没念完 徐增没心思吃午饭 他知道 今天以后 陈静很快就会走到生命的尽头 不过被告席上的陈静 情绪却很稳定 一直默默听着公诉人的话 尸尔脸上露出一个难以名状的表情 到了中午 中途休庭 下午继续开审 一直到下午三点多 起诉书中的内容 各项证据展示工作 才算一一完成 法官询问陈静的代理律师 对公诉人的治政环节 有什么疑议 那个指派的律师表示完全认同 法官又问律师 有什么需要反驳的 律师表示 请求法官和陪审席 按照法律法规进行宣判 徐曾心里默默骂着 都是一帮演员 就在这时 坐在被告席上 从头到尾合起来 也没说过几句话的沉浸 开口了 审判长 以及旁听席的各位领导 你们好 他脸上浮现出了 红光满面的笑容 声音清朗 包含着精神 根本不像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 所有人对他的突然开口 都愣了一下 尤其看到他的表情 仿佛他不是被告 而是一位资深自信的 辩护大律师 被告 你要进行发言吗 前几天我看了几本法律的书 在这个环节 应该可以让我发言了吧 对 我应该说 审判长 被告请求发言 所有人都对他的异常举动 感到奇怪 徐增睁亮了眼睛 法官有些不知所措 按法律 被告的这个请求 是该被核准的 可他又打算说什么 法官的目光 看向了旁听席上 作者的省政法位领导 领导也是心中起疑 不清楚沉浸 到底会说出什么话来 但又想到 这不是公开审理 即便他喊几句 不合时宜的话 也不会传出去 如果他想为自己辩驳 现在证据确凿 量他也没法拨 辩抄法官点点头 被告可以答辩 不 我不是答辩 我不想否认什么 朕思喜命案 是我犯下的 按照法律 我应该被判以死刑 这点 我没有意义 只不过 我想纠正公诉人 起诉书中的几个错误 他顿了顿 突然微笑地 看向了旁听席上的 领导和众人 这次起命案 事实上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我有一个同伙 你们却没有抓到 此言已出 欲经四作 所有人全部悚然动容 王格东更是浑身一阵 怎么 怎么还是同伙的问题 没有人阻止他说下去 所有人都想知道 他到底会说什么 法官也被阵住了 专案组抓捕我归案之后 曾经一度怀疑我有个同伙 不过最后在我的口供 和其他证据面前 被我骗了 相信我是个人犯罪 没有同伙 事实上 我现在可以说出来 我有个同伙 几个领导的目光 投向了王格东 王格东表情极度尴尬 这时 陈静却似乎在为王格东说话 不过这个也不能怪 专案组的朋友 只能怪我对同伴 保护得太好了 公诉人的材料中 似乎少了一项 我有份心理诊疗记录 上面记载了 我有同性恋倾向 也许是检方觉得 这个与案情无关 所以没有必要提交吧 旁听席上的一些领导 开始窃窃私语 更多人看着王格东 王格东的表情 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 确有这回事 其实 我不仅仅有同性恋的倾向 我承认 我是个标准的同性恋 你们想啊 一个同性恋 怎么会爱上甘家宁 并且为了他去犯罪呢 此话一出 像个炸弹投进了湖里 顿时炸开了 被告的犯罪动机在请客间 被这一句话改写了 或许是我年少的时候 由于外貌丑陋 内心自卑 不敢与女生接触 至少从我自己发现 有这个倾向的时候 已经读大学了 你们不妨去调查 调查我的同学 问问我大学期间 有和女同学接触吗 没有 你们还可以调查 我在美国的工作环境 问问这些年 我交过女朋友吗 也没有 为什么呢 大学期间或许是因为容貌 可是毕业后 我有一份在美国 也值得人艳羡的工作 为什么我没谈恋爱 因为 我没办法接受女性 所以 我告诉专案组 甘家宁曾经做过 我短暂的女朋友 是个谎话 我自己编造这个谎话的时候 都觉得恶心 因为我实在很难想象 跟女人在一起的感觉 那样 会使我呕吐 如果你们还不信 可以脱下我的裤子 看看我肛门阔跃机 是否有些松弛 再来说说 犯罪经过吧 每一次犯罪 全程负责计划的是我 做准备工作的 也是我 但最后杀人的 一半是我 一半是我的朋友 第一次杀江小兵的时候 的确是我亲手做的 因为我那位朋友 坐在车里 没有机会下手 在公所人的材料中 说我跟踪江小兵 进入安乐路 司机用麻醉枪 将尼古丁 注射进他的脖子 然后扶上身旁的居民楼 通过楼梯的窗户 抛尸在屋子背后 回头再开车 进屋后运走了尸体 我也带专案组 指认了现场 公诉人刚才 也提供了照片 事实情况呢 根本不是这样 真实情况 就是我杀完人之后 把江小兵的尸体 藏在一旁角落 用东西覆盖住 此后 我那位朋友 开车进来运走了 试想 对于犯罪的 整个过程 我能考虑得那么周全 当时就想到 从楼道 扔到房子背后吗 万一那片绿地上 有人怎么办 那我岂不是会冒 更大的风险 最安全的做法 我不会在安乐路 这条两端 都有监控的地方 杀死江小兵 还用种办法 我购买三辆车 每天分别停靠在 江小兵回家的 三条可能路线上 由于三辆车 每天交换着停 所以根本不会 引起别人注意 而我在杀害江小兵后 第二天 甚至第三天 再把他的尸体运走 你们怎么会 排查车辆呢 这方法 可比把他的尸体 扔到房屋背后 安全得多了 大家应该相信 三辆车 对我构成不了 经济负担吧 旁听习 怯怯思语 确实 按照警方的 研码过程 如果陈静 用了这个方法 并且挑选第二天 晚些时候 再运出去 那简直就是 滴水不漏 警方根本 找不出 半点线索了 可是公诉人的 起诉书中 陈静用的是 明显更笨 风险更高的办法 杀姚素月 和李启明的时候 后来那个 骑电瓶车 进入的家伙 你们觉得 他的体型 和我一样吗 专案组 当时也起了怀疑 但我坚称 这就是我 说或许是 天黑光线 外加骑车 衣服穿着的缘故 于是 你们就相信了 杀范长根 夫妇的时候 前面几次 踩点的家伙 相信不用说 你们也看得出是我 那最后那天早上呢 这身形 是不是和前几次的人 很像呢 没错 那还是我朋友 不是我 如果你们不信 还可以调查一件事情 如果我没有记错 杀范长根夫妻 是12月22日的事情 刚好那几天 我因家中化学实验 有毒物质泄漏 并未住在家中 而是住在了 蒲江大酒店 房间号码是 806 我记得很清楚 我房间不远处 走廊里有个监控 监控一定拍到了 我在12月21日晚上 进入房间 第二天 也就是案发当天 我出房间的时间 绝对是在犯罪完成之后了 如果你们查证一遍 就会发现 我根本不具备作案时间 所以 我也根本不可能 是骑电瓶车的人 王格东的心 被以权重重击碎了 陈静从来没有说过这件事 他们警方也根本 不可能会想到 有这么一处 如果一旦查证了 酒店监控 确实如他所说 犯罪发生的时间 他没出过房间 那么电瓶车的家伙 毫无疑问是他同伙了 陈静骗了我 也骗了整个警队 他现在重新说出来 是想让整个专案组出丑吗 王格东紧紧咬住牙关 浑身都因激动 而忍不住颤抖起来 警方在抓到我后 搜查我家时 找到了一个铁桶 里面有烧过的牙刷 毛巾等私人物品 这一点 刚才公诉人已经提到 并有相关的照片为证 专案组 从桶里找到了 遗留的毛发 拿去做了DNA鉴定 幸好 结果是我自己的 大概我朋友 遗留的毛发 都被烧彻底了 同时 也被我用 吸硫酸腐蚀了一遍 相信即使有皮屑 等物质遗留 警方也查不出它了 而我朋友 也仅仅在我家住了几天 仅是睡个觉而已 我相信地板上 找不到它的毛发物质 你们以为我真的有这么冷血 想找一个身材年纪相仿的人杀害 伪造成畏罪自杀 即使我想这么做 我也很清楚 这项工作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房子的地面上 多少还能找出我的毛发和组织 甚至我对许多衣服上也有 包括鞋子上的汗液 据说也能测试DNA 我伪造得了吗 现场的人细细分析他的话 都深有同感 这么重大一起案子的凶手 如果畏罪自杀了 一定要做DNA鉴定 而他家中的地板 尽管清洁过了 但不可能所有的毛发纤维组织 全部清理干净 这么设计根本是无用功 不过好在 我那位朋友仅仅在我家中住过几天 所用的东西都被我清理干净了 你们再也查不出来了 王格东把头整个埋进了手里 他再也不想停下去了 每当听到陈进心的一句供述 他就仿佛被打了一百个巴掌 他很羞愧也很愤怒 更是怒火无处可发 还有 我想设计杀死徐增的那一回 徐增睁大眼睛听下去 如果我真的想杀死徐增 为什么装有TNT的雪茄放在下牌 我听专案组说他只抽过一只 因为口味不符合 没有抽下去 如果我整合雪茄都是天梯 他即便想先抽一只长串口感 岂不就直接没命了 我何必上牌都是真雪茄 下牌才是装有TNT的雪茄呢 又是一记耳光 抽打在王格东的脸上 这个问题他怎么没有想到呢 如果陈静真要杀徐增 为什么要把雪茄放在第二排 说到这里 诸位一定很想知道 我的那位同伙是谁 很遗憾 这是个秘密 我不可能告诉大家 因为那个人 才是我最爱的人 可惜他不是个完全的同性恋 他是因为爱着甘佳宁 得不到才会选择同男性交往 我知道 他心里永远最爱的 还是甘佳宁 可是 他却是我最爱的人 他为了甘佳宁要犯罪 我便帮助他 义无反顾 全心全意地帮助他 这是爱情 恐怕 是诸位难以体会的爱情 事实上 我杜恨甘佳宁 甘佳宁 才是得到了他全部的爱 如果说我为了甘佳宁 犯罪杀人 大错特错 甘佳宁死了 我心里高兴得不得了 我又怎么会替这个恶心的女人去复仇呢 我知道 他心里真正爱的只有甘佳宁 我不过是他一时的寄托 一时的伴侣 一时的合作伙伴 可是 我克制不住去爱他 为了他 帮助他 实现他想要做的事情 我可以牺牲我自己 尤其当我得知我得了脑癌 我的时日已经无多 也许我能做得最有意义的事情 也就是帮助他替甘佳宁复仇了 我压根不想伤害徐增的 尽管我和他十年没怎么联系了 可他毕竟是我的发小 是我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 可是我朋友 因迁怒徐增早年舍弃甘佳宁 在何建生的事情发生后 又未能阻止后面甘佳宁的悲剧 所以非常怀恨在心 在他的强烈要求下 我只能制作了这盒雪茄 但我心里并不想让徐增出事 所以把有TNT的雪茄放在第二排 徐增到底会怎么样 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其实从我选择帮他复仇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没有想过能安然离世 一开始我在监控中刻意露面 一方面的原因 是用穿那一层高鞋的身高来误导警方 另一方面 我已经考虑到 接下来这么多次的犯罪 总有被监控拍到的时候 只有我自己的特征越明显 才会显得他的特征越不明显 警方才越查不到他 为了保护他 只有牺牲我自己 你们贴出通缉令之后 我压根就没想逃 所以我才在当天早上 冒了最大的危险 直接跑到张洪波的公司动手 如果我真想逃 化妆打扮一番 即使是个小小县城 你们要抓住我 还是要费不少功夫的 这一点 经办的人都不否认 抓捕过程从来都是办案 最麻烦的一个环节 当时即便陈静经过警察时 也没有被认出来 如果不是由于他自己摘下伪装 真正抓到他 也不会这么容易 我相信我做了这么多 即使在我死后 我朋友一辈子的心里 都会有我 至于为什么要杀这七个人吗 张洪波和范长根一家 就不用多说了 没有这两位 就不会出何见生的事 丹家宁也不会死 而江平和李刚的家属 因为在甘家宁事后 多次上门找何家的麻烦 甚至连甘家宁的幼子 都不放过 我朋友可气坏了 他甚至对他们家属 比范长两人的仇恨更大 所以先选择了这两户下手 我朋友的脾气 可比我坏多了 虽然我进去了 可我那位朋友依然在外面 上门找过何家麻烦的人 要小心了 他突然放声 笑声冰冷恐怖 透露着赤裸裸的威胁恐吓 随后他伸出手指 探进了嘴巴里用力一按 拿出手指 笑着看着所有人 专案组不是在我家中 找出了情话甲吗 我口供说是本打算杀害犯厂根 服服用的 后来考虑到情话甲作用效果太快 选择了三眼画二身 其实我那也是在说谎 真正的用途 你们很快就知道了 他用力一咬牙 那一刻 全场一片安静 所有人都注目着陈进的异常举动 徐增的心 在那一刹那突然崩塌 他想起了那次在快餐厅见到陈进时 陈进没有吃饭 说自己刚拔了牙 原来 原来 一刹那 他心中透亮 顺时明白了陈进拔牙的原因 因为他在假牙里放置了剧毒物情画家 为的是最后时刻自我了断 这也就是为什么陈进曾经告诉他 他不惧怕警方的刑讯逼供 警方也不敢 也不会对他用刑 他声称自己有双重保险 一重保险是 他是脑癌中后期 警方不敢对他用刑 另一面 他顾虑到万一警方如果依旧对他用刑 他吃不住折磨 还能用嘴里的毒药 自我了断 好一个双重保险 从陈进咬破情话甲到昏迷 随后抽出死亡 整个过程 竟持续了几分钟 现场一片混乱 法警拉扯倒地的陈进 试图抢救 结果当然徒劳无功 就算专业医生在旁边 服下高级量情话甲 同样也救不祸 陈进在死前 对这一点 完全心知肚明 他在最后抽出钱 脸上是挂着笑容的 因为他的所有计划 在这一刻 全部达成了 他让所有人都相信了 他有犯罪同伙之一点 如果他没同伙 他是个同性恋 怎么会替赶家宁复仇 要知道 大学同学全部说陈进 几乎没和女生接触过 也没印象他和赶家宁有关系 如果他没同伙 杀害江小兵 何必选择更有风险的方法一事 如果他没同伙 杀害李范两家时 那个骑电瓶车的身影 为何偏瘦许多 如果他没同伙 如何能做到 12月22日杀害范家时 他自己却一直住在 浦江大酒店的客房内 并且有酒店的监控作证 如果他没同伙 何必要销毁牙刷毛巾 等待DNA的东西 却根本没办法 把家中地上的毛发 全部弄干净 如果他没同伙 他真心想要害徐泽 为什么不是整合雪茄 都撞了TNT 在这之后 公安一定会重新调查 他的同伙 到时会查 浦江大酒店的记录 通过八楼走廊的监控 可以清晰地看到陈进 在12月21日晚上进入房间 直到12月22日早上9点 才离开房间 在此期间 他寸步未离开过806房 可是当公安 再想调查他的同伙 到底是谁时 会发现寸步难行 因为 没有他同伙的任何线索 陈进已死 再也找不到人 入口供了 即便查陈进的同性关系 会发现 更是一无所获 因为陈进 压根就没有同伙 徐增眼上脸 为陈进叹息 他也不清楚 陈进的同伙会是谁 但一瞬间 他脑中浮现出陈进 第一次 回国见面交谈时的对话 那是陈进告诉他 甘家宁 至少还有两个心愿 第一 他不愿自己儿子以后 过上天天提心吊胆 受人欺凌的日子 他不想儿子这辈子 就此毁了 第二 始作俑者还没死 炸死的三个 我打听了下都是小足子 是的 陈进所做的所有事 都是为了甘家宁的 这两个遗愿 第二个心愿 陈进已经杀了 范长根夫妇和张红波 甘家宁的直接丑人 全部已经死了 可是对甘家宁的 第一个心愿 保护他的孩子 陈进曾想过 无数的办法 来保护他的孩子 但都是不可行的 因为甘家宁 炸死了一个姜平 他自己要替甘家宁复仇 杀掉剩下的仇人 自己这么做 毫无疑问 犯罪动机 必然是会暴露的 犯罪动机暴露后呢 该怎么办 陈进倒是有办法 把犯罪做得天衣无缝 自己逃回美国 过剩下几个月的生命 但犯罪动机 根本没法掩藏 如此的结果 只有是仇人的家属 会继续像江平李刚家属那样 对何家进行疯狂的报复 人是杀不完的 就像范家那样 在京县拥有 只手遮天的能力 他们要让一家毁灭 要让一个孩子的一生悲剧 他们是做得到 很容易就做得到的 会有谁来管 没人管范家的报复行为 这在他看到江平李刚家属 侵犯何家时 已经完全心知肚明 为了复仇 害活着的人 饱受仇人家属的欺凌 甘家宁若是在天有灵 也一定会后悔难过 陈进想着怎么样 才能完成甘家宁的 第一个遗愿 保护他的孩子 想来想去 只有一个办法 牺牲自己 来营造一个 不存在的同伙 让那个永远找不到的同伙 一直威慑着范家 使他们不敢再去 欺辱何家 那个同伙 是他最重视的人 才是他要用生命 保护的朋友 只有警察 永远查不出这个同伙 甘家宁的第一个遗愿 才能完成 所以他必须做出 轰轰烈烈烈的大案 在被抓之后 要给出充分的理由 让警方相信他是一个人犯罪 而在最后法庭上的机会 当着省市县三级领导 当着范家家属的面 最后一遍 爆出那个永远找不到的同伙 并进行赤裸裸的威胁 让所有人再也不敢找何家的麻烦 不这样做行吗 不行 这案子一开始 他的犯罪动机就会曝光 而警方也早晚会查出 是他干的 就算他逃回美国 度过剩下的时光 警方早晚会通过 一一排出甘家宁同学 查到他的出入境信息 发现他在案发后回国了 如果一旦曝光案子是他干的 范家还会放过何家的婆孙吗 即使他在犯罪中 营造出另有同伙的迹象 但那些迹象不是坚固的证据 警方如果迟迟找不到他的同伙 最后一定会认为 案子是他一个人干的 唯有在最后时刻 当着所有人的面 摆出铁意版的证据 证明另有一个没被抓获的同伙 才能彻底镇住所有人 这是可行 也是唯一的办法 陈静唯一能做的 只有走这条路 牺牲自己 来彻底完美地达成 甘家宁的两个心愿 没有人会知道陈静是怎么做到的 徐增也想不出来 陈静到底是怎么营造出一个不存在的朋友 尤其是12月22日 杀害范长根那次 警方的后续调查 会找到监控中 陈静走进806房间时的清晰面部特征 从而形成 坚定的不在场证据 这是陈静精心设计的一个铁证 他一共有三张身份证 除了购车买房的那张外 他用真身份证定了806的房间 再用第二张假身份证定了楼上906的房间 在晚上 趁着夜色笼罩 他先来到906房间 这是顶楼 他从窗户上挂下一条软梯和一根保险带 那天是风雪天 陈静早在前几天的气象预报中就得知了 没人会看到一个风雪天夜晚的顶楼房间 会有这么一幕 随后他来到806客房 用保险带固定自己后 顺着软梯爬进906房 把保险带和软梯收了后 一晚上他都住在906房 第二天早上作案时 他离开906 并且经过化妆打扮戴上帽子 离开酒店 使酒店的一楼大厅监控也拍不到他的脸 在作案后 他回到酒店的906客房 按同样的方法爬回806 在这个风雪天依然没有被任何人看到 此后 他一直等到九点 这才正大光明地离开了806房 从而营造了一个坚定的不在场证据 当然他考虑到 如果警方有极端聪明的家伙 会怀疑他一个人作案 并且想出了楼上楼下转换 制造不在场证明的可能性 好吧 如果真有那么绝顶聪明的警察 警方依旧会一无所获 因为警方会发现 那一天九楼的监控或许是被清洁工的拖把撞歪了 拍不到906房的画面 从而根本没办法确定陈进是否用上下楼的方法 制造身在806房的不在场证明 而他登记的906房间的身份证 经查确实有这个人 但查了后会发现不是 但凭这一点 能判断陈进没有同伙 一切都是他死前的虚张声势吗 没办法 逻辑上要证明一样东西的存在很简单 找出这样东西 但要证明一样东西不存在呢 很难 就像你没办法找出证据证明 上帝不存在 他们找不出陈进的同伙 难道就能说陈进是在唬人 根本没有同伙吗 找不出 只因这个同伙被陈进保护得太好 线索太少 而陈进在法庭上的最后一遍 简直铁证如山 各项证据都指向了他还有另一个同伙 通过随后的尸检 警方会发现陈进的肛门扩约即松弛 这也是他在前几个星期弄出来的 所以看守所的人会告诉徐增 前段时间陈进上厕所在身影 他们以为是癌症发病 事实上根本不是 而是他用很痛苦的方式 让自己的肛门扩张 从而再次制造出 自己是同性恋的铁证 而警方问遍陈进同学 得到的供述都将是他整个大学期间 从未和女性有接触 其实那是因为他大学时的紫杯 根本无关同性恋 在美国多年 他也从未谈过恋爱 这是因为他一直深爱着甘家宁 但警方呢 一定认为他是同性恋 至于杀害李范两家的 骑电瓶车的男子 无疑是陈进本人 只不过他穿了紧身的薄衣服 并且整个人缩着汽车 造成了视觉上这不是陈进的印象 事实上 陈进在警局交代的犯罪经过 才是真实的 所以测谎仪都证明他没有说谎 唯独涉及到他的犯罪动机 和甘家宁的关系 这些的交代是他编造出来的 他不惜冒着更高的风险 设计处理江小兵的尸体 不惜在后面的每次犯罪中 都化蛇添足 无疑是要营造出 他有另个同伙的监视铁证 他的整个犯罪计划 无疑是让人瞠目结舌的 他明明是独自犯罪 却要让犯罪在警方侦查过程中 看起来是合伙犯罪 同时在被抓获后 他又能给出十足的证据 与合理的解释 让警方放弃案件是合伙犯罪的判断 最后在法庭的最后一遍 他还要能列出更坚定强大的证据链 来推翻前次的解释 三重的动机 潜逃在异常犯罪计划中 并且每一重的犯罪动机 都需要有足够的证据支撑 而每一重的犯罪动机 又能找出更坚固的证据 来推翻前一重的犯罪动机 只有这样才能在最后来一句赤裸裸的威胁 虽然我进去了 可我那位朋友依然在外 上门找过合家麻烦的人 要小心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 陈静赢了这一局 所有受害人家属 包括范家 再也不敢找合家的钉点麻烦 对于合家的事 更是闭口不谈 这其中一方面原因 是每个人都是爱惜自己生命的 尤其亲眼见证了这四起凶残的杀人案 并且得知还有一个凶手始终逍遥法外 金方再也没抓住 更得知的沉浸 并非是为干加宁复仇的 那个没抓住的凶手 才是真正替干加宁复仇的 这就像一柄达摩克里斯之箭 永远悬挂在他们头顶 让他们做事不禁收敛许多 并且凡事都留有余地 另一方面 当省市领导在当天审理完商讨 抓捕另一个凶手 保护受害者亲属的应急会议上 都下了指示 要求他们亲属以后 绝对不能再骚扰合家 否则公安机关一律进行抓捕 按照法律严格审判 此外对金县的法治问题 进行一次全盘的治理 清退公检法体系中的海军之马 这是省级领导下的指示 下面的人当然要听 没有领导会想这个案子 还有新情况发生 所有人都想尽快把这一页翻过去 不管是干干净净地翻过去 还是糊里糊涂地翻过去 随着时间的淡化 总之绝对不能再出事了 而让徐增最意外的是 在陈静生命的最后 他不光是牺牲了自己 更为了干家宁的两个心愿 把自己带上了同性恋的标签 徐增很清楚 陈静从来都不是同性恋 他十多年来一如既往 深爱着干家宁 怎么可能是同性恋 也正因为他爱着干家宁 所以这么多年来 一直没有谈恋爱 他竟不惜毁了自己的声誉 给自己贴上了异样的标签 来营造出另一个同伙 完成干家宁的心愿 可徐增从来都想不明白 像陈静这样一个人 为什么会爱着干家宁这么多年 更重要的是所有人 包括干家宁自己 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 默默地爱着他 陈静从来没有向干家宁表白过 甚至从头到尾 他和干家宁都没说过几句话 陈静也从不让徐增 告诉干家宁自己爱他 徐增逢年过节来看望干家宁 并不是自己对他有好感 而是为了这个老朋友 想知道他的近况 干家宁从不知道陈静 会如此深爱着他 他的世界里 或许根本没有陈静 这样一个人的位置 可是陈静的世界里 全部都是他 这个秘密 恐怕只有陈静一个人知道 永远被带入他临死前的微笑中 陈静永远记得那个故事 刚进入大学时的他 瘦小丑陋 在班级中的学习成绩又差 从来不被人注意 他很自卑 极其自卑 感觉所有的生活 所有的未来都是黑暗的 看着周围的同学一个个活泼开朗 享受着大学的自由和对未来的憧憬 他心中更无法承受 他觉得那是他这辈子最难以忍受的时光 他甚至想着用自杀 来结束这没有趣味的生命 那天晚上 他在学校后山的林子中 对着一棵树 一边低声流泪抽气着 一边脱下裤子 对着树做那种事 这是他唯一发现的途径 很不巧 甘家宁偏偏在那个时候路过 并且看到了这一幕 他吓得马上逃走了 沉浸极度惶恐 他对未来的一切 更是彻底心灰意冷 第二天 恐怕所有的同学都会知道了 自己再也没有脸面活下去了 他一夜没睡 整夜都在想着 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 第二天 他心灰意冷地前去上课 在上课前 甘家宁从他身旁经过 微笑着朝他点点头 偷偷递给他一个信封 他恐惧地拆开 看到里面写着几行 娟秀的字 你放心 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想 你一定有很多心事 我希望你平时 能与大家都沟通 如果有什么困难 相信同学都会热心帮助你的 当然 我也会 希望你尽快从低落的情绪中走出来 做一个开朗 积极的人 热爱你的明天 热爱你的明天 沉静顿时热泪盈眶 他把这封信偷偷折好 放进自己的书包里 一直保存着 他回头看了眼 坐在另一侧的甘家宁 甘家宁对他抱以一个亲切的微笑 伸出手 做了一个加油的手势 这个微笑 沉静永远忘不了 这是天使的笑容 这是人间最美丽的笑容 从那一天起 沉静的一生都改变了 他开始对未来有着憧憬 他开始努力学习着 西起通过努力 明天一定会美好 后来他偷偷给甘家宁一封信 信上只写了谢谢两个字 或许对于甘家宁 这点小事不算什么 恐怕他早已淡忘了 可是沉静 却永远忘不了 如果不是那一份鼓励 恐怕他早已选择了 过早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的所有生活 都是这位天使给予的 他深爱着这位天使 他并不是想成为 这位天使的另一半 他只是想 这位天使能永远快乐地生活下去 当得知甘家宁结婚了 沉静替他由衷开心 当得知甘家宁有了孩子 沉静仿佛是自己 有了孩子一般的高兴 大阳彼岸 永远有一颗坚定的心 期待着他的美好生活 只不过这一切 甘家宁永远都不知道罢了 法庭一片乱 各个相关人员都在处理着后事 徐增悄悄离去 他心在颤抖 他的心在流泪 刚不出法院 徐增就接到了女朋友的电话 喂 我听我爸说 庭审那边出状况了 他现在正在处理 发生什么事了 徐增明明嘴 不情愿回答 没什么大事 陈静判了吗 判了 死刑立刻执行吗 女朋友对这个差点 害自己没老公的凶手 依然很记恨 差不多吧 徐增无理地回答一句 过了片刻 又笑了起来 不过 他现在应该挺好的 是的 陈静的目的达到了 他是应该挺好的 至少 他死前是开心的 可是这一切 从头到尾 难道不是悲剧吗 何剑生因为自己的倔强 被打死了 甘家宁为了何剑生 付出自己的生命 陆魏国 无缘无故牺牲 李刚的生命 始终被改写 江平 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付上代价 江家 李家 范家 为此灭门 张洪波 死不明目 沉浸 也闭上了眼睛 王格东的师徒 彻底走到了尽头 但是 这一切悲剧的根源 到底是什么 徐增实急而下 走下了法院的最后一级台阶 水泥平台上 立着一个大理石的巨型地球仪 地球仪上 刻着两个大字 法律 他哭笑了一下 也许 他找到了答案 有声小说 谋杀官员系列 第二部 画宫女王的逆袭 下 到此结束 全书完 谢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阿那 感谢观看